忘叫你三更死 你一更就去了 只为给领导留个好印象 结果却被告知阳寿未尽 必须在丰都城内居住50年才可入轮回审判 而且每个月必须要给一两银钱 不然就会被赶到城外当孤魂野鬼 但是你却一点也不慌 只因你嘎的时候将手机也带下来 于是你就开启了直播 带着阳间的水友们看抑郁风景 甚至还给粉丝分享各种抓鬼小技巧 兄弟们 遇到鬼怪不要慌 我在地府有人 只要打赏就能帮你解决一切困难 打赏一发火箭 安排鬼差上门服务 打赏一个嘉年华 牛头马面上门保平安 只要打赏到位 甚至连阎王也能上来给你护肤 可当你第一次开直播时 但小妹却认为你是在利用叶特小 骗兄弟们的礼物打赏 于是她决定拆穿你 利用顶级主播特权在直播间挑平问道 秦天师 能不能直播带我们看看 丰都城内到底是什么样了 直播间的水友们见状 瞬间就来了兴趣 各种小礼物不断 纷纷要求你带他们一起看看 顿时你满心欢喜 拿着手机来到了茅草屋门口 首先你将画面对准门口挂着的灯笼说道 兄弟们 看到这个灯笼了吗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代表这是我家 别的鬼是不能进入的 画面一转 你将手机对准天空 一轮巨大无比的明月出现在视线中 谁友们见状满脸呆滞 卧槽 好大的月亮 而且白天就出月亮了 你见状微微一笑的 兄弟们 地府是没有太阳的 这个月亮就相当于阳间的白天 闻言更加猛逼了 地府的规矩是真的演了 好了 接下来就让我带你们去看看 真正的丰都城是什么样 保证你们会大吃一惊 然而你的话刚说完 远处就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姐姐 就是那混蛋打我 闻言你扭头望去 只见一个丑陋无比的熊孩子 正气鼓鼓的指针 而且在他身后 还站着一名穿着红色长裙的女子 光是轮廓看过去 摇曳迪荡的身材曲线令人沉迷 可奇怪的是 你竟然看不清楚那女人的面容 但你知道这熊孩子是找人来报仇的 因为之前他在你家门口撒尿 被你揍了一顿 此时的画面也清晰地呈现在直播间中 谁有门见状全都猛逼了 窝巢 啥情况 这小孩子好吓人了 这就是真实的地府死鬼了 不是 你们发现没有 为什么我看不起那名女子的脸 观众们很快也都发现了 顿时都诧异不已 而看到这一幕的单小妹却是相当气人 可恶 这家伙准备得还挺充分的 我说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敢出门直播呢 原来早就准备了两个拖 但是待小妹也没办法 只能找朋友利用技术分析哪些是假的 风都城内 女子带着冷漠与高傲看着你质问道 是你打了我弟弟 是我 你有理自然不怕 再说了这可是风都城 任何鬼都不能在城内动手 否则肯定会被通判私的人抓走 结果女子却缓缓点头说道 你肯承认就好 随后她只是微微抬起左手对着 结果下一秒你直接跪在地上 仿佛有一座恐怖的山峰压着 觉得自己的头仿佛要炸开一样 那种痛苦让每个人全都心中恐惧 而你上一次体会这种感觉 还是在牛头马面身上 但是这女子比他们强太多了 波潮 要死了 这女人竟然敢在城内动手 而且一点道理都不讲 你好歹问我为什么要做你弟弟吧 不过你也是有脾气的人 哪怕是感觉全身都要爆了 也咬着牙一声不吭 倒是硬气 结果女子哼了一声后 再次抬起手掌对着你微微压了下去 那一瞬间你感觉到 只要她的手掌压下去 自己就会立刻爆开 就在这时你隔壁房间的老头连忙大声喊道 仙子手下留情 女子带着质疑目光看向老头问道 你要帮他 结果老头却连忙摆手道 没没没 仙子别误会 只是这小子昨天刚来的 不懂这里的规矩 惊扰到了皮哥 还请仙子饶他一命 随后老头对着你吼道 臭小子 赶紧跟皮哥道歉 同时还冲你眨了眨眼 那意思很明显了 但你也是个倔脾气直接吼道 我不道歉 他在我门口撒尿 被我抓住不仅不悔过 反而装傻冲了 我好心不予追究 他却威胁我 随后你强忍疼痛抬起头 指使那女子继续说道 如果因为这样你就要杀我 那悉听尊便 说完这番话你都做好了等死的准备 可下一秒身上的压力陡然消失 只见那女子将熊孩子拎起来质问道 他说的可是真的 熊孩子有心想说谎 可看到女子犀利的目光后 只能点了点的 女子一巴掌就扇在了熊孩子屁股上 直接把她打哭了 随后目光中带着歉意看着你说道 公子十分抱歉 今日是小女子亲信了这孩子的一面之词 这没养魂丹你拿去 算是小女子的补偿 说吧女子拎着熊孩子就消失了 仿佛瞬意一样 而你的手中也出现了一枚 散发着淡淡荧光的绿色丹药 直到女子消失之后 直播间的水友们才终于感觉自己好了 我吵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我感觉脑袋都要炸了 这女鬼太恐怖了吧 而且刚才她抬手 身上出现的光是什么呀 不过浩哥你是真的刚啊 女鬼这么恐怖你都敢对着淡 浩哥真男人 但你却没有搭理谁用 只是呆呆地看着手中的丹药 而且有一种立刻想要吞到嘴里的冲突 忽然听到隔壁房间的老头喊道 小子 这丹药你可千万不要吃 否则你会爆开的 你文言狐疑地看着他问道 这不是养魂丹吗 吃了应该是治疗我刚才受伤的灵魂吧 老头却摇头说道 非也非也 养魂丹是好东西 但以你如今的灵魂躯体 根本无法承受其药效 随后老头满脸心疼地说道 罢了罢了 认识你算我倒霉 你把养魂丹给我 我给你十枚其他丹药 足够修补你刚刚受伤的灵魂惊气 老头说这话的时候 好像自己吃了很大的亏来帮你一样 直播间的水友们也纷纷发弹幕说道 这大爷人真好啊 要不是他关键时刻求情 浩哥就被那女鬼弄死了 这时你也觉得这老头虽然脾气不坏 但人是真不错 可当你准备跟对方交换丹药的时候 忽然瞥见了老头的嘴角微微勾起一抹糊步 瞬间你就改变了主意 直接假装摔倒 顺手将丹药塞进嘴里吞了下去 老头看到这一幕瞬间怒 竖子 你故意的是不是 然而你怎么可能会承认 坏了坏了 大爷怎么办了 我不小心把这丹药吞了 忽然你感觉身体仿佛被泡在开水中一样 浑身都在冒热气 糟糕 难道自己猜错了 于是你连忙看向老头说道 大爷 现在该怎么办 结果老头却冷哼一声 气得吹胡子瞪眼道 臭小子 自求多福吧 说完就转身进屋了 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得是最直观的 坏了 浩哥身上仿佛在着火 卧槽 浩哥要变成超级赛亚人了 浩哥 你怎么就这么不小心了 赶紧找条河跳进去消消火吧 浩哥这明显是身体里的火 得找女鬼去去 此时你的身体可谓是大变了 整个人包括头发全都变成了赤红色 身体四周仿佛缭绕着阴晕之气 可没多大功夫你就觉得暖流消失 随后就感觉身体中充满了各种力量 甚至在你的脑海中 还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种旋而又旋的信息 灵体穿梭 浮空 我就说嘛 作为一个死鬼 我不可能连穿墙和浮空都不会 随后你见自己没事便继续拿着手机说道 兄弟们 刚刚只是经历了一个小插曲 接下来我继续带大家 去见识下丰都城内的风景 在这里我奉劝各位兄弟们 死了之后到地府 可千万不要嚣张跋扈 否则惹到什么牛逼的鬼 会死得很难看的 这本是一番肺腑之言 但直播间的水友文言却不是那么回事 卧槽 我怎么感觉浩哥你在咒我死啊 浩哥 别这样 都是兄弟 心心念念巴基达打赏主播火箭一把 无力不是要打赏主播火箭二法 陈烟如梦打赏主播火箭三法 刷刷刷 瞬间满屏的礼物打赏 如果说之前还有很多人对于你死鬼的身份产生怀疑 现在几乎没有人敢怀疑了 都被那女鬼搞出心理阴影了 而你见到这么多礼物心中也是狂喜 虽然刚刚被女鬼欺负 但人家道歉了 自己也赚到钱了 果然直播行业只有卖惨和套路 才能让观众产生共鸣 然而呆小妹却不服 你们疯了呀 为什么要给她打赏 虽然她刚刚也是头疼欲裂 但她以为是每天熬夜直播头疼的老毛病犯 跟那个骗子和那什么女鬼根本没有关系 于是呆小妹连忙询问自己那朋友 老刘 你看出什么端倪没有 我好拆穿他们 呆姐怎么知道我是个戏狗 呜呜 这是都传开了吗 这是你正准备前往丰都大街 突然隔壁的房门又打开了 老头满脸不爽的从屋内走了出来 你笑咪咪的打招呼道 大爷 要出门吗 一起去逛逛啊 老头却吻哼了一声 似乎对你意见很大 你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他 不就是没跟你换单药吗 至于这么不爽吗 不过一想到老头刚刚为你求了情 于是你舔着脸笑道 大爷 刚刚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别放在心上 刚才我家里人给我烧了银钱 这二两您拿去买点香烛和供品吃 感谢您刚才仗义直言 你从手机直播软件中 将自己的余额体现到天地钱庄 你的手中直接出现二两银钱 这就是你手机最变态的功能 虽然换算比例是一万比一 但只要你想提取 随时能让钱财出现在你手中 原本还对你很不爽的老头看到钱后 结果后直接揣进了裤兜 嘴里还笑咪咪的说道 你这孩子 咱爷俩都是邻居 说这么见外的话干嘛 随后一老一小走在街上 你看着杨老二问道 二爷咱封都城不是有规矩吗 任何鬼魂在城内都不准动手 否则会被通判司抓子 可刚才那女鬼为什么就敢动手了 杨老二闻言似笑非笑说道 规矩是死的 难道你活着的时候没听说过 总有那么一些人是有特权的 以闻言连忙问道 刚刚那位是 杨老二摇了摇头说道 这么说吧 哪怕钟馗大人和陆判官 见到那位都得低声下气问好 你瞬间瞄懂 而且心里的想法更加坚定了 发现自己的直播间竟然中断 因直播间涉嫌违规内容 封禁直播24小时 你见状摇了摇头 封就封吧 反正手里有了三十两英钱 明天到时间了 自己再开播好了 于是你收起手机 跟杨老二聊了一会之后 就去通判司找牛头马面了 因为之前他们说你嘎的时候 丢了一红 打算让他们帮忙 但你却不知道 此时杨坚去吵翻天了 本来你的直播间内五百万谁有 都等着你带他们去看看 传说中的封都城了 结果超管就把直播间给封了 卧槽 超管你牛逼 居然敢封我浩哥的直播间 不怕浩哥晚上去找你 所有人全都在怒骂超管 此时超管部门内的孙伟正瑟瑟发抖 经理 我好像犯了重弄 现在很多人在家我私信骂我怎么办 经理蒋天文言冷哼一声 不用搭理他们 现在立刻给我查是谁拿走了擎天师的账号 这帮人竟用这种手段宣传封建迷信 绝对是同行眼红 冲我们来的 结果隔壁技术组的人立刻会报道 经理 我们都查过了 没有任何修改的痕迹 蒋天文言咒没当 将所有资料打印给我一份 我去一趟王总办公室 结果刚汇报 王子山也是沉思了起来 还有这种事 看来是有些吃力扒外的人了 这件事你做得很好 然而蒋天却继续问道 王总 如果对方明天还开直播怎么办 结果王子山连头都没抬 那就一只疯 通盘思 你是第二次来这里了 所以很快就找到了地方 牛头看到你就问道 小子 又有什么事 嗨嗨 牛头大哥 马面大哥 小弟这不是许久不见 想念二位大哥了吗 这是兄弟刚买的贡品 拿来给二位大哥尝尝 马面很清楚 你为什么会来直接问道 你小子还算懂事 说吧 你能出多少钱 你黑黑一笑道 不满两位哥哥 兄弟我家里 刚刚给我烧了点钱 如果请二位出手的话 要多少才能拿回 我那缺失的一魂 马面很干脆地 伸出两吨手指 二十两银钱 三日之内保证 帮你拿回那一魂 文言你沉思了一下说道 成交 不过咱们得说好 等你们拿回我那一魂 才能给钱 一旁的牛头 耿直地点头道 那是自然 一手交钱一手交魂 马面却疑惑地问道 小子 你家里在阳间 是富贵家庭 文言你低声叹道 不是 但如果我拿不回自己那一魂 就活不过了三个月 只能拜托两位好哥哥 牛头马面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看着你的目光 就跟看财神一样 明日我二人就去阳间勾魂 以文言抱全感谢 随后转移话题问道 二位好哥哥 我想跟你们打听一下 怎么才能在地府 混个一官半职 耿直的牛头咧嘴笑道 秦兄弟 这是你找我们哥俩就对了 整个地府什么官职 我们都可以买到 以文言期待着问道 如果我想和二位哥哥一起共识 不知道得花多少钱 结果马面却黑黑一笑道 想要入我通判司 只需要二百两英钱 指这个字用的好吗 二百两英钱那就是二百万 这年头当个鬼差都这么贵了 牛头健壮耐心地解释道 秦兄弟 你别觉得这二百两很贵 当初我可是在地府中 足足熬了八十年才咋够的 顿是我疑惑道 你俩不是牛头和马面吗 不是天生地府诞生的 一旁的马面吃笑道 我们只是地府千千万万 牛头马面中的一员 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 文言你欣喜若狂 看来要好好招待一下粉丝们 搞钱 必须搞钱 随后你双手抱拳 跟牛头马面告辞 回到了茅草屋中休息了一夜 一日 直播间封尽时间一到 你就立刻开启了直播 卧槽 浩哥你又来了 浩哥 我打听到了 封你直播间的超管叫孙伟 晚上你上来找他吧 刚开播你直播间内 就有几十万人在 这些人很多都是把号挂在直播间 等着你开播呢 你见状直接笑道 兄弟们好啊 昨天本来想带大家去看看封都城的 结果直播间被封了 所以就今天带你们去街上逛一逛 就在这时一条信息飘平 主播茄子赠送一发超级火箭 顿时你咧嘴一笑道 感谢茄子兄弟的火箭 然而呆小妹见状却急了 连忙发私信问道 死茄子 让你来拆穿他的 你怎么还给他送礼物啊 茄子连忙解释道 呆姐别急 我这叫仙力厚兵 给他送个超火 他才敢跟我视频连线 呆小妹想了想也有道理 连忙说道 那你就再送几发 到时候我给你报销 今天必须要拆穿这个家伙的真面目 茄子听见有人报销 那还耸个屁啊 主播茄子赠送超级火箭实发 直播间的水友见状纷纷发弹幕说道 茄子你送这么多钱 嫂子知道吗 哈哈 茄子你要做什么 想让浩哥给你找个女鬼吗 此时你也很好奇的问道 茄子兄弟可以了 心意到了就行 你有什么事情吗 茄子文言直接说明来意 秦兄弟 有一些事情想要请教你 希望你能跟我视频连线 你见他送了那么多礼物 也欣然同意了 直接给茄子发去了视频连线申请 视频连接成功 茄子就嬉皮笑脸的开始整合 浩哥 我最近经常做梦 梦里总有一个小女孩子叫我爸爸 我还总是梦到去世的老爹 让我给他烧纸钱 可我每次做完梦 第二天都会给老爹烧很多的纸钱 可他还是总给我托梦说没钱 浩哥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茄子是故意问了一大堆问题 想要这个假扮 擎天室的AI智能逻辑思维出现错误 可茄子说的这个事情也是真实发生的 搞得他最近精神都有些不好 这时你呵呵一笑道 兄弟 我想你的父亲此时应该也在丰都城内 你可能不知道在城内居住是要钱的 如果没有钱就会被赶出丰都城 去城外当孤魂野鬼 至于你说的每次醒来就烧纸钱 其实你烧的那些纸钱 你父亲根本就收不到 因为杨坚烧的纸钱 只有得到阴间天地钱装认可的人 同特殊材料制作的纸钱 才能进入阴间 茄子文言心中冷笑 说的跟真的一样 人死了在阴间还要花钱 你糊弄鬼呢 于是茄子开始胡扯 浩哥 按理说我父亲都去世好几年了 如果他缺钱的话 应该早就给我托梦才对 可为什么今年才来给我托梦啊 你也有些疑惑的 这我就不清楚了 可能你父亲之前在地府认识了什么有钱的鬼 此话一出直播店的水友们瞬间就乐了 纷纷调侃道 茄子 我觉得你父亲之前是找到不想努力的女鬼了 哈哈 就是 以前有女鬼养着他 后来可能那女鬼的家产没了 他就开始找你了 哈哈 你还真别说 茄子这家伙虽然现在肥得硬 但以前是很帅的 茄子见状非常的尴尬 他可是太了解自己老爹了 一辈子年花惹草 还真有这个可能性 关键时刻呆小妹直接私信他道 茄子 你想毛线呢 你要被他带偏啊 顿时茄子回过了神来 抄 差点被带偏了 我可是来拆穿他爷身份的 可当茄子刚准备继续整博时 却听见你问道 茄子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昨天我认识两位在地府当差的好哥 明天我请他们帮忙查一下你父亲 如果能找到的话 我让你父亲过来跟你说一下如何 茄子顿时猛逼了 让自己那死鬼老爹跟自己说话 但呆小妹却兴奋坏了 茄子你快答应他呀 这多好的机会啊 郑愁找不到机会拆穿他爷的身份 茄子瞬间就反应了过来 连忙说道 那就辛苦好哥了 帮我找下我父亲 他去世这几年我是真的很想念他 似乎是怕你不敢接 茄子也是花了血本 主播茄子赠送超级火箭十发 顿时你就乐了 这小子会来世啊 前前后后二十一发超火 让你赚了三十一两银钱 购买鬼差关职又进了一步 就在这时又有十发火箭霸瓶并附带弹 好哥 你昨天不是说找不到吗 你见状连忙说道 小姐姐 你姑奶奶是叫陈若水对吧 昨天我认识了牛头马面 可以花钱请他们帮忙查询 最快明天我肯定会给你消息 陈婉一看到消息后连忙说道 是的 非常感谢 就在这时茄子却黑黑一笑了 浩哥 当鬼到底是什么感觉啊 你会不会穿墙啊 当鬼的穿墙应该是基本功吧 直播间的水友们也心色了起来 卧槽 浩哥你会穿墙了 这你马不给兄弟们展示下 啥也别说了 请浩哥开始你的表演 香蕉小巴拉赠送火箭一发 哥你快点赠送火箭一发 阿姨我来了赠送火箭一发 瞬间直播间内满屏的都是礼物 你那叫一个开心啊 既然兄弟们都想看 那咱就展示一个 正当你准备展示的时候 忽然看到茄子的直播间内 出现一个粉嘟嘟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她趴在茄子的后背上 正好奇又怯生生地看着 你见状下意识地问道 茄子 你女儿多大了 茄子顿时一愣 女儿 我没有女儿啊 我就一个儿子 这刁毛AI会不会聊天啊 你好歹也是做AI公司的 我知道了 这家伙估计是没法展示穿墙 所以故意转移话题呢 靠 这AI心眼还挺多 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 在茄子看来 秦浩就是智能AI程序 他忽然问这句话 就是为了转移所有人的注意力 因为他根本没办法展示穿墙 茄子嘿嘿一笑 浩哥别转移话题啊 赶紧先展示一个穿墙 兄弟们都等着呢 小样 我还治不了你 听到茄子说自己没女儿 秦浩敏锐地注意到了 他背上那个小女孩撅着嘴 似乎很生气 奇怪了 不过没事 这事一会在说 秦浩将手机放在桌子上 对准房门 于是他在直播间 几百万的目光中 展示了一次穿墙树 直接从房门穿了出去 随后又进来 整个过程 看得所有人全都猛逼 卧槽 死 真的可以 你马呀 太强了 浩哥 牛逼 连茄子都猛逼了 不是吧 你还真的能展示啊 这技术到底怎么做的呀 我都搞不明白了 茄子也接触过 AI智能技术 可是他了解到的那些 AI智能 貌似也没办法 让做出来的人物 去穿墙吧 毕竟这里面 涉及到很多编程和技术 想不通 真的想不通 穿墙人家都展示了 茄子也没办法继续说什么 不过他想起 刚刚秦浩问自己女儿 直觉告诉他 这很有可能是 对方程序中的一个漏洞 所以 茄子立刻抓住这个话题 浩哥 你刚才为什么要问我 女儿多大了 悠悠小说 为广大书友们 提供好看的网络小说 全文免费在线阅读 如果您喜欢本站 请分享给更多的书友们 如果您觉得 阴间直播 不打赏 我揍你先人 小说很精彩的话 请粘贴以下网址 分享给您的好友 谢谢支持 本书网址 https-uuxs.com-xs 下滑线384490 不知道为什么 茄子总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 自己身边的温度 好像变得更冷了 明明现在是夏天 外面温度30多度 可他却觉得 身上一种说不出来的阴冷 茄子怀疑 是自己空调温度开得太低了 于是把空调温度调高 秦浩看着视频中的茄子 以及那个趴在他背后 好奇地看着自己的小姑娘 其实仔细看 这小姑娘的五官 和茄子很像 呃 你身后这小姑娘 不是你女儿 长得这么像 不是你女儿 难怪会让人误会 浩哥你在胡说什么 浩哥别闹 茄子身后哪有人 不是 浩哥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秦浩的话 让直播间的观众 全都猛逼了 茄子的身后空荡荡的 只有窗帘 哪有人 好家伙 竟然开始忽悠我了 这AI的程序水平 有点东西啊 茄子好歹也是多年老主播了 立刻就明白了 这AI是 准备开始忽悠自己了 什么我身后的小女孩 忽悠 接着忽悠 我看你怎么忽悠的 不是浩哥 我拿你当兄弟 你拿我当傻逼 这就有点不对了吧 我这身边哪有人啊 茄子决定 跟这个AI硬钢到底 你不是想忽悠吗 可以啊 那我就让你忽悠 我看你最后下白台怎么办 说完 茄子从椅子上站起来 随后转了几个圈 甚至还把摄像头旋转 别说她背后没人了 整个房间里 只有她一个人 哈哈 要露出破绽了 茄子干得漂亮 继续这个话题 我看她这AI程序 怎么处理 呆小妹兴奋坏了 这AI程序明显不行啊 当才她看到 秦昊展示穿墙 心里还凉了半截 心想这个团队 明显是早有准备 连穿墙都早就做好了 可没想到 对方竟然想要忽悠茄子 这可就太好了 你当着这几百万观众的面 去忽悠茄子一个超级主播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还身后的小女孩 你你奶奶个腿啊 观众们的疑惑 以及茄子的行为 一时间所有人 全都在质疑秦昊昊 秦昊昊也皱眉 这些人看不到那个小女孩 那意思就是 这小女孩是个鬼 也只有这个解释了 显然所有人 全都把自己 当成了大忽悠 啊 茄子兄弟 你先别说话 我来问问 自己是明确能看到 那小女孩的 而且秦昊昊很确定 小女孩也能看到自己 通过视频他能看见 小女孩一直在好奇地 看着屏幕中的自己 好好好 我让你问 我看你能问出来什么 茄子乐乐 你这家伙忽悠不成功 准备开始自己的表演了 那我就静等着 看你如何表演咯 观众们也全都疑惑 不知道秦昊准备做什么 这时候 所有人就听到 秦昊问了一句 小宝贝 你能听到叔叔说话吗 这话肯定不是 对直播间的观众说的 虽然大家都是宝贝 但你昊哥要是 这么对我说话 那就太恶心了 秦昊的目光 是看向茄子直播间 那很明显 是对着茄子那边说的 茄子嘴角冷笑 你这表演 有点拙劣了呀 虽然我知道我很帅 但你这么叫我小宝贝 我就忍不了 她刚准备说话 却忽然之间愣住了 因为茄子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脖子后面 忽然出现一个怯怯的声音 这是个小孩子 还是个女孩子 她的声音很小 犹如文银一般 但茄子很明显 自己听到了 听得到 小女孩点头 似乎很害怕 说完话 就躲在了茄子的背后 啊 茄子怪叫一声 猛然间回头 却发现身后什么都没有 但是她刚才却明显地听到了 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什么情况 不是茄子你叫什么 不是吧 浩哥就叫你一句小宝贝 你这么激动 茄子 你哪只眼看我是激动 老子是恶心啊 茄子 我一个猛男被人叫小宝贝 你知道我什么心情吗 不 笑死我了 茄哥你别这样 浩哥啊 咱聊天就聊天 你俩别搞机啊 不明所以的观众 也彻底猛逼了 这两人的对话和反应 让人着实看不懂 啥情况到底 你俩这是什么反应 看来你能听到啊 秦浩呵呵一笑 茄子的这个反应足以证明 小姑娘说的话 她是能听到的 只是为什么她能听到 按理说 茄子一个人 鬼说话 她是肯定听不到的 不不不 我听不到 我什么都听不到 没错 刚才只是被蚊子咬了一口 你在说什么 我完全不懂 茄子怎么可能承认 自己能听到 她绝对听不到的 叔叔 你别欺负我爸爸 看到茄子这样子 本来很害怕的小女孩 忽然就从她背后飘出来了 竟然将茄子挡在自己身后 她穿着一身可爱的公主裙 虽然脸色苍白 但却十分卡爱 漂浮在茄子面前 小姑娘奶胸奶胸的 对着看着秦浩 张开双手 护住身后的茄子 她似乎有点生气了 呃 确定了 这小姑娘确实不是人 而在她离开茄子身上的时候 对着秦浩说的话 茄子却没有任何反应 此时的茄子还在强撑 一直强调自己没听到 刚才被蚊子咬了 这是你爸爸 秦浩乐乐 嗯 她是我爸爸 小姑娘点头 秦浩呵呵一笑 这小姑娘有点可爱呆萌 那你叫什么名字 说到名字 小姑娘似乎很失落地摇头 我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怎么就能确定 她是你爸爸 秦浩指着茄子 小姑娘回头看看 此时的茄子 听着秦浩说的话 满脸猛逼 她歪着头想了一会 也没想出来什么 我知道她是我爸爸 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对了 我还有妈妈 妈妈在外面带弟弟玩 可爱的小姑娘指着外面 嘴角露出笑容 可很快她就苦恼了 很是委屈 爸爸和妈妈可能不喜欢我 他们都不跟我说话 只有弟弟以前还跟我说几句话 现在弟弟也不跟我说话了 我 为什么爸爸和妈妈不喜欢我啊 说着说着 小姑娘似乎很委屈地哭了 小姑娘很伤心 那苍白却可爱的娃娃脸上 满是泪痕 委屈的样子 简直让秦浩心都低血 她似乎明白了什么 这小女孩 确实是茄子的孩子 但是可能因为某些 意外去世了 但是她死后 却没有进入地府 而是留在了阳间 并且一直和茄子生活在一起 只是 她是鬼 茄子一家人 根本就看不到她 至于小姑娘说的 几年前弟弟偶尔能跟她说几句话 想来那时候她的弟弟 应该刚出生没多久 之前在路上和隔壁养老二闲聊的时候 她说过一件事 人间刚出生的婴儿 在眼睛刚刚能看清事物的某一段时间 是能看到一些人类看不到的东西的 浩哥 你在跟谁说话 不是 浩哥 你到底在跟谁说话呢 很明显 不是跟茄子说话 废话 茄子都一脸猛逼 看似秦浩在自言自语 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她在跟谁说话 而且两人的对话 还很有意思 这是你爸爸 你叫什么名字 你连名字都不知道 怎么知道他是你爸爸 观众从秦浩说的话里 能猜出来 大概得意思 难道 茄子那真的有个小女孩 卧日 要真是这样的话 就好玩了 细思极恐啊 茄子竟然有个女儿 还死了 肯定的 浩哥是死人 只有死人才能看到死人 可是 为什么我们能看到浩哥 但是看不到那个小女孩 有观众想到了一个 关键性的问题 那就是 同样都是鬼 为什么他们能看到秦浩 甚至昨天的时候 他们还看到了 那个恐怖的红衣女鬼 还有秦浩隔壁的杨老二 以及那个熊孩子死鬼 可这个疑似存在的小女孩 他们为什么看不到 我说兄弟 别装了 你这演技有点拙劣了 咱没节目 就别硬整行不行 还我的女儿 还有母有样的 过分了 茄子已经有些不开心了 他原本以为 秦浩会怎么忽悠呢 没想到就这 用这种故作神秘的对话 让人心里产生一股 未知的恐惧 你骗三岁小孩吧 至于刚刚那个小女孩的声音 茄子怀疑 是不是自己最近做梦的原因 导致精神出现一阵错乱 总之 他对这个智能 AI很失望 原本以为你很智能 没想到也就那样 不过这件事就算了 浩哥别忘了答应兄弟的事情 我父亲就拜托你了 现在也没找打什么好机会拆穿对方 茄子就准备等明天 看对方耍什么花招 怎么把自己那死鬼老爹弄出来 对于茄子的反应 秦浩也是理解 看不到的东西 不会相信 小女孩的事情 又不是他自己的事 秦浩只是好奇而已 既然茄子不相信 那就算了 你爱信不信 跟我有啥关系 于是 秦浩就准备跟茄子断开连接了 他一会 还要去找一趟饭通和灵动 让他们帮自己找人 等明天找到茄子的父亲 秦浩估计能收到不少的打赏 他心里很清楚 现在直播间内 估计有很多人在想 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鬼 估计很多人都以为 现在直播的是智能 AI画面吧 无所谓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点点头 正准备关了跟茄子的直播 可忽然那小女孩 说话了 叔叔 等等 秦浩顿了下 看向小女孩 她脸上还带着泪痕 可怜巴巴地求了秦浩一件事 叔叔 你 你能帮我问问爸爸 我叫什么名字吗 上次有个叔叔要来带我走 问我叫什么名字 可 可我不知道 那个叔叔说 必须要有名字 才能带我走 我经常晚上问爸爸 可是他不回答我 他们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我啊 说着说着 小女孩又哭了 秦浩的表情纠结了起来 这件事 他根本就不想管 只要自己一狠心 关了视频连线就可以 可看着小女孩 那可怜巴巴的眼神 秦浩发现自己 根本很不下心来 操 我就是个多管闲事的人 明明知道 自己说的话 茄子根本不会信 可他还是想帮这个小姑娘 他刚刚口中的另外一个叔叔 如果秦浩猜的没错 应该是鬼叉 因为他没有名字 鬼叉没带他走 这到底是为什么 秦浩也不知道 为什么鬼叉不肯带小姑娘走 但小女孩那哀求的目光 让他叹了口气 茄子兄弟 你等一下 最终 秦浩还是决定帮他 这边正准备观视频连线的茄子 文言停了下来 咋啦 你等我几分钟好吗 我有个事情跟你说 秦浩决定去隔壁询问下杨老二 他在地府时间长 应该会了解一些 虽然不知道 秦浩要做什么 茄子想了下 也没拒绝 好 我等你几分钟 因为呆小妹 此时正在他耳机里疯狂大笑 茄子 看他搞什么鬼 估计又准备装神弄鬼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 也稍等我几分钟 我出去一趟 马上回来 秦浩跟观众们说了一声 随后就出门找杨老二 还有这种事 杨老二听到 关于小女孩的事情 也是皱眉 不过 随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我知道了 他肯定是还没出生的时候 就胎死腹中 所以导致没有名字登记在地府 一般这种胎死腹中的鬼魂 是没资格进入地府轮回的 秦浩皱眉 那怎么才能让他入地府轮回呢 很简单 让他的父母 准备特殊仪式 给他赐名 再找高人 开音录将他的姓名 生成八字 送到地府之中 随后他的父母 为他树立供奉 共足七七四十九日香火 小姑娘就可以顺利进入地府 按照正常程序 进行轮回转世了 杨老二捋着胡须 秦浩不知道他在地府 到底生活了多少年 但是看他穿的一身中山装 应该是民国时期死的 谢谢大爷 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秦浩很开心 你小子忽然问这个干嘛 难道那女孩是你女儿 杨老二目光狐疑地看着秦浩 小子 这是你要是处理不好 会折寿的 那小姑娘一日不入轮回 你就会损失一日阳寿 嘿嘿 等到他魂体十八岁 就是你命丧之时 老头笑得很阴险 秦浩摇头 肯定不是我啊 我都死了 我就是随便问问 秦浩又问了另外一件事 对了大眼 你说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阳间的人看到鬼魂 一般阳间的人是 看不到鬼的 鬼魂也是分等级的 普通的孤魂野鬼 无法显形 厉鬼能显形 但是很危险 你要是问刚才那个小女孩 她自己肯定是没法显形的 除非用一种方式 秦浩激动地追问 什么方式 杨老二嘿嘿一笑 道 道挂阴眼 啥意思 这什么词啊 没听说过啊 很简单 想要短暂地见到孤魂 只需要在额头上抹上一点泥土 然后低头 从裤裆下面往后看 很大概率就能看到孤魂了 因为是低头道挂 所以叫道挂阴眼 原来还有这种办法 秦浩算是开了眼了 低头从胯下往后看 这种姿势很怪异 看到的东西也是颠倒的 我知道了 谢谢二爷 找到了方法 秦浩十分感激 这杨老二虽然有时候黑 但关键时刻还是靠谱的 不客气 你小子要是有心 就 杨老二心说 老子帮你这么大忙 你不得表示表示啊 可他话还没说完 秦浩早就跑得没瘾了 数子 不可就业 杨老二吹胡子瞪眼 骂骂咧咧地回屋了 咋肥事啊 浩哥人呢 这都出去十多分钟了 人呢 不会是被昨天那个女鬼 给抓走了吧 很有可能啊 别乱说 没准浩哥又认识一个 漂亮女鬼呢 哈哈 雨 秦浩好久没回来 直播间的观众们也不急 全都在水淡幕 谁傻了 才会离开直播间 鬼知道什么时候 直播间就又会被封了 茄子则是悠哉地吹着口哨 等着秦浩回来 同时 他关了跟秦浩直播间的语音 正在跟呆小妹闲聊 呆姐 你说 这人去干嘛去了 他说 一会找我有事 是不是准备忽悠我什么 刚才秦浩忽悠自己 有个女儿 被茄子无情拆穿 现在他估计 对方正准备新的招数 目的嘛 很简单 就是搞点悬又悬的东西出来 忽悠观众打赏呗 你就配合他 呆小妹冷哼 我倒是希望他们搞鬼 一会整点幺蛾子出来 这样 咱们正好趁这个机会 揭穿这帮人的真面目 不怕你搞事 就怕你不搞事 只要你搞事 我就能拆穿你的真面目 呆小妹现在对于这个 冒用操天师账号 用AI直播赚钱的团伙 深恶痛绝 几次交锋下来 对方准备得相当充分 连穿墙这种能力 都提前做好的程序设定 嘿嘿 放心吧 一会不管对方让我做什么 我都会照做 只要我做了 那就能立刻揭穿 对方的鬼把戏 茄子坏笑 他有种莫名的预感 接下来 秦浩会让自己 做一种非常离谱的事情 说话的时候 茄子忽然感觉 自己的耳边 有一阵凉风 奇怪 怎么越来越冷了 此时在茄子的身旁 穿着公主裙的小姑娘 正可怜兮兮地叫着爸爸 可让他伤心的是 不管他怎么叫 自己的爸爸 就是不搭理他 呜 爸爸 爸爸 小姑娘很是委屈 在他幼小的心里 始终想不通 自己的爸爸妈妈 为什么不理自己 他趴在爸爸的背上 在他耳边呜呜地哭着 怎么越来越冷啊 茄子身体莫名颤抖了下 狐一地看了眼空调 温度都被自己调成28度了 可怎么感觉 还是这么冷 操 这国产空调就是给力啊 只能感慨于 国产空调的牛逼 随后又将空调温度 调高了1度 而这个时候 他就看到 秦浩已经回来了 浩哥你终于回来了 说实话 浩哥你干嘛去了 说好的几分钟 结果你去了15分钟 15分钟啊 都给我打石炮了 坦白从夸 浩哥 你是不是去找女鬼了 哥呀 听弟弟一句劝 你都嘎了 就别找女鬼了 看到秦浩回来 直播间观众们十分兴奋 不过说的那些话 却让秦浩相当无语 瞎说什么呢 我现在 这副死样子 怎么可能去找女鬼啊 你们可能不清楚 女鬼跟女人是不一样点 女人要的是精 女鬼要的是精气 就我这样子去 找个女鬼 一晚上就被对方吸干精气 魂飞魄散了 这是 还是隔壁杨老二跟秦浩说的 之前聊天 两人聊起 风都城那些品香楼一类的青楼 杨老二笑眯眯地告诉他 就你这小身板 去了一夜 就会被那些女鬼吸干 不 这么惨 我算是看出来了 浩哥你这嘎了 在阴间也属于体虚的 没错 你隔壁二爷人家红光满面 一点都不像你这死人样 你这么一说 好像是的 隔壁二爷 还有昨天的女鬼 好像都没浩哥看起来这么 去 一说这个话题 观众们就想起来了 隔壁杨老二人家的起色看起来 跟正常人没任何区别 唯独秦浩 看起来就跟被人吸干了一样 满脸苍白 瞳孔无神 嗨 可能因为我刚死几天 这都是小事 过两天 我就能生龙活虎了 只要自己那缺失的一魂拿回来 秦浩估计就能变得 跟其他死鬼一样了 虽然他现在看起来虚 但却一点都不虚 反而觉得 身体里充满了能量 浩哥你让我等你 是有什么事吗 茄子见秦浩回来 立刻就说话了 他心里也已经很是期待 请离开开始你的表演 我好配合你 然后拆穿你 茄子兄弟 我刚才去问了一点事 我知道这件事说了 你可能不会相信 不过没关系 你接下来照我说的做 应该就能明白了 秦浩也清楚 自己要是说 他有个女儿在屋里 他肯定不会相信的 只有让他自己亲眼看到 才会相信秦浩的话 没问题 浩哥你就说吧 你让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茄子咧嘴一笑 已经开始激动了 果然啊 这个团队开始搞事了 虽然不知道 对方准备怎么搞事 但没关系 我配合你 我一定无条件配合你 等我拆穿你的时候 希望你不要哭 哈哈 这个AI背后的团队 到底是谁在决策呀 真的准备搞事 呆小妹也相当兴奋 接下来就看对方出什么招了 茄子身边的小女孩 见秦浩回来了 她满脸期待地看着秦浩 很是可爱又害怕 乃声乃气地问 叔叔 你是回来帮我的吗 嗯 秦浩温柔点头 对小女孩说 接下来你听叔叔的话 好吗 嗯 小女孩用力点头 两人的对话 让直播间的观众们莫名其妙 而茄子和呆小妹则是冷笑 装 你压再装 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装神弄鬼的 茄子催促秦浩 浩哥 你就说我该做什么吧 你去门口的地上 挖一小块泥土回来 记住一定要地上的泥土 秦浩呵呵一笑 挖泥 这是什么操作 浩哥你到底要搞什么 难道你想浇茄子玩泥巴 这玩意还用浇啊 谁不会玩泥巴呀 请问这泥巴 是不是得用尿搅拌一下 才正宗 哈哈 我小时候玩泥巴 也是用尿搅拌的 观众们不知道 秦浩为什么让茄子 去弄一块泥巴回来 不过有的观众 却觉得这件事 透露着古怪 甚至还有人也去门口地上 挖了一块泥巴回来 准备一会跟着茄子一起 看看秦浩准备做什么 挖泥巴 茄子乐了 你们这团队 到底是什么脑回路啊 这我真的想不到啊 不过 既然准备配合对方 他也就无所谓了 茄子住的是别墅 他出门来到别墅院子里 在菜地中挖了一块泥巴进屋 你挖泥干嘛 茄子老婆看到他这行为 瞬间皱眉 你别管 茄子头也不回地 回到了直播间 真是的 现在搞节目效果 都这么完了 茄子老婆摇头很是无语 觉得茄子 是在准备搞节目效果 回到直播间 茄子将手里的泥巴 给秦浩看 泥巴挖回来了 接下来该怎么做 而直播间里很多观众 也纷纷挖了泥巴 等着秦浩说话 他们总感觉 接下来秦浩要做的事情 会有点离谱 秦浩点头 嗯 你弄一点泥巴 点在你的眉心上 一定要固定住 点好之后 你站起来 低头从胯下往后看 看了之后 你就能知道了 说这话的时候 秦浩还跟小女孩说了一句 宝贝 你去站到你爸爸身后去 小女孩很听话地点头 嗯 他来到茄子的身后站好 搞什么鬼啊 这你妈真的会忽悠啊 你想让我见鬼啊 开玩笑 秦浩的话 让茄子十分不屑 甚至心里已经 有些不耐烦了 装神弄鬼的 又是眉心点泥巴 又是让他做这种 奇怪的动作 还跟空气说了一句 什么站到你爸爸身后去 搞得好像我身后 真的有人一样 观众朋友们 你们看好了 虽然我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既然浩哥都说了 我肯定照做 我估计 浩哥是准备 让我见某个鬼 但是我事先说好啊 一会要是看不到 我可就发飙了 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茄子也准备开始铺垫 揭穿秦浩真面目了 这个AI团队背后 不知道是谁在主导 竟然出了这么一个臭主意 还想让我见鬼 你这不是自己 给自己找事吗 这是真的准备 让茄子见鬼 刚才浩哥就说了 茄子有个女儿在他身边 这是准备 让茄子看到他女儿 离谱啊 真的离谱啊 真的能看到吗 卧槽 我也要试试 我也试试 没准真的能看到呢 很多观众 对秦浩的话深信不疑 但也有不少人怀疑秦浩 不知道他到底要搞什么 真能装啊 茄子你照做 等一下咱们 就一起拆穿这帮人的真面目 呆小妹兴奋坏了 因为马上就能拆穿 对方的真面目 替那个从未谋面的擎天师 讨回公道 他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出于内心的正义感 不想让这些缺得冒烟的人 用一个死去人的账号来赚钱 茄子点头 心里很清楚 秦浩在胡扯 在装神弄鬼 但还是按照他的方法 站了起来 将手中的泥土揪下来一小块 点在了眉心上 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泥土点在眉心上的时候 茄子忽然之间 仿佛有一种感觉 他身边有东西 那是一种旋又旋的感觉 卧日 不会真的有东西吧 茄子忽然有一种恐慌 可下一刻他却摇头 觉得自己是多疑了 让我想想 等一下该怎么揭穿 你们这丑恶的嘴脸 嘿嘿 冷笑着 茄子弯腰低头 目光从自己胯下看向了身后 同时心里想着 一会该怎么揭穿秦浩 才能达到最大的效果 让这群恶心的家伙 不能再骗人 刚这么想 可下一秒 茄子就瞳孔一缩 差点爆出来 因为在他弯腰 看向身后的一瞬间 爸爸 一个长得粉雕欲灼的小女孩 忽然出现在自己身后 蹲在那里 兴奋又激动地对着自己笑 妈呀 茄子感觉瞬间一股凉意 从脚底板升起 进入脊椎骨 直达灵霄 他怪叫一声 满脸惊恐地立刻起身 猛然往身后看去 可却什么都没看到 而与此同时 观看秦浩直播的人 也有很多发出了怪叫声 妈呀 鬼呀 卧槽 吓死爹了 什么玩意 那些跟随茄子一起 照着秦浩的画作的人 弯腰低头 从胯下看直播间 竟然看到了在茄子的身边 出现一个小女孩 所有人全都猛逼了 吓得瞬间站起身 然后再看茄子直播间 却什么都没有了 卧日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尼玛 我也看到了 我真的看到了 真的有个小女孩 日他娘 吓死我了 我真的见鬼了 靠 老子不是早就见过 浩哥这个鬼了吗 为什么要害怕一个小女孩 咦 你这么说 好像也对啊 很多人被吓了一跳 但是仔细一想 他们似乎早就见鬼了 而且还看一个鬼直播两天了 现在见到另外一个鬼 有什么可怕的 之所以这些人看到小女孩会害怕 那是因为 这小女孩是在阳间 而秦昊是在地府 在阴间 他们也知道 秦昊在阴间是出不来的 所以 心里的恐惧就没那么严重 可在阳间的鬼 就不一样了 茄子 怎么回事 待小妹皱眉 茄子那一声怪叫 把她都吓一跳 这家伙到底看到了什么 这么害怕 我 我 她 她 茄子满脸惊恐 一会转头看身后 一会回头看电脑屏幕 她甚至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原本还想着一会该怎么拆穿秦昊呢 可刚才看到的那个小女孩 让她慌了 你买啊 原来我身边真的有个鬼啊 这小女孩 还叫自己爸爸 她是不是准备要自己的命啊 你到底怎么了 呆小妹那个气啊 可茄子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她没搭理呆小妹 反而是心里安慰自己 不对 幻觉 一定是幻觉 不可能是真的 不可能是真的 茄子觉得 是不是自己刚刚低头太猛了 导致血液冲向头顶 产生了一些幻觉 毕竟人在猛然低头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血运感 她觉得 肯定是这样 这次我低头慢点 刚刚肯定是假象 让自己强行镇定下来 茄子开始慢慢地 小心翼翼地低头 然后从胯下往后看 爸爸 你终于看到我了 然而她刚看到胯下 就看到那个小姑娘 此时竟然直接蹲在自己屁股下面 叫自己爸爸 呜呜 茄子当时就哭了 完了完了 不是幻觉 不是幻觉 她立刻起身 脸色已经苍白如血 那是吓的 直播间 那些同样看到小女孩的观众 非常理解 此刻茄子的感受 而那些没看到的 则是瞬间急了 你们到底看到啥了 泥马 我去搞点泥巴来 操 好奇死我了 到底看到啥了 那些没看到的 立刻出门去挖泥巴 然后回到屋里 按照秦浩说的方法去做 卧槽 真的有小女孩 我刁 真有啊 妈呀 吓死爹了 这一下子 所有人全都看到了 不是 到底看到了啥 呆小妹要疯了 她根本就不知道 这些人到底看到了什么 为什么一个个这么疯狂 而此时在呆小妹直播间内 很多她的水友 也开始尝试 然后从呆小妹直播间内看过去 我啥也没看到 我也用泥巴点眉心了 啥也没看到 我也是 他们到底看到啥了 不知道啊 卧槽兄弟们 你们别从老女人直播间看 直接去晴天室的直播间 我看到了 真的看到了 忽然有一个至尊帝王水友 在呆小妹直播间发了弹幕 用秦浩的方法 从呆小妹直播间里 是看不到的 必须要去晴天室本人的直播间 才能看到 真的假的 老女人我去试试 马上回来 我也去试试 好奇心的驱使下 呆小妹直播间的几百万观众 瞬间离开 涌入了秦浩的直播间里 并且立刻用秦浩的方法 开始尝试 然后 所有人就全都猛逼了 尼玛呀 真的能看到 卧日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该怎么解释 这可把呆小妹气够呛 可恶啊 我直播间的人啊 全被他弄走了 气死我了 一下子自己直播间空空荡荡 连一个弹幕都没有了 虽然还有十几万人在直播间 但那些都是死人号 装神弄鬼 我就不看 我就不看 我才不信呢 嘴里硬气地叫嚣着 可呆小妹却还是没忍住 也出门去挖了一块泥回来 然后按照秦浩说的方式 准备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呆呆 你挖泥巴做什么 呆小妹的母亲很是奇怪 自己女儿都二十好几的人了 怎么还挖泥巴呀 哎呀妈你别管 我有用 呆小妹摆摆手 回到直播间 她弄下来一块泥巴 点在眉心上 随后站起来背对着电脑屏幕 然后弯腰低头 视线从自己的胯下 看向直播间 结果她刚低头 看向直播间画面 却发现 直播间竟然瞬间黑屏了 该主播直播内容违规 直播间封禁24小时 我at井浩人民币 at井浩人民币 呆小妹那个气啊 老娘好奇心都被勾起来了 刚准备看 你把直播间封了 超管 你有毛病啊 你脑子被驴踢了 对不起 因为直播内容违规 您的直播间被封禁24小时 另一边 秦浩也是一脸猛 又给我直播间封了 断人财路 犹如杀人父母啊 杀鱼的超管 你这过分了 小女孩的事情 还没跟茄子说清楚 自己这直播赚钱的大业 也才开始 赚到钱 还得去买地府官职呢 结果 你又把我直播间封了 不要啊 浩哥你别走啊 日尼玛的超管 你全家死了 你给我浩哥 解开直播间 此时最慌的 莫过于茄子了 她可是亲眼看到了 自己身边真的有个小女孩 那可是鬼啊 虽然是个小鬼 但小鬼也是鬼啊 以前不信这个 可现在不能不信 她想找秦浩问问 这小鬼怎么解决 她会不会害自己一家人的命 可秦浩直播间被封了 茄子当场就破防了 对着超管和鲨鱼的老总就开喷了 喷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那叫一个狠 情绪那叫一个激动 而秦浩直播间被封 她直播间的观众 也一股脑地 被自动分配到了茄子直播间去 听到茄子 在怒喷超管和王老二 观众们也加入其中 王老二 你爹死了 孙伟你大爷的 还敢封我浩哥直播间 姓孙的 今天有你没我 我是你爹 实相的 就赶紧把我浩哥直播间解封 王老二 我劝你懂点事 这处理正事呢 你压捣乱事吧 靠 孙伟你敢封直播间 你有能耐你站出来说句话 鲨鱼总部 惹了重怒的超管孙伟 此时满脸惊恐 因为他后台的私信已经爆了 而且孙伟的手机 也不知道被谁给发出去了 现在一直想都不停 接一个 就是骂他的 吓得孙伟直接关机了 经理 怎么办 孙伟跟经理蒋天求救 蒋天冷笑 慌个屁 连这个茄子一起给我疯了 这么大主播说话 没有一点顾虑 给他的教训 对不起 因为直播内容违规 您的直播间 被封禁24小时 茄子直播间被封了 我刁你妹啊 王老二你爹死了 好好好 鲨鱼你牛逼 兄弟们 举报走起 狗日的鲨鱼直播 茄子不要慌 兄弟们给你做主 举报举报 当茄子直播间被封之后 茄子气的肺都要炸了 他疯狂地 对着鲨鱼的超管和老总 问候全家 而直播间的观众们 更是集体暴走 他们才看到精彩的地方 茄子家里 可是有一个鬼啊 听秦浩的意思 那小女孩 还是茄子的女儿 现在看到小女孩了 后面该怎么处理 还没听到 结果直播间被鲨鱼疯了 将近上千万观众 开始打举报电话 直接举报鲨鱼平台 如此多的人数一起举报 官方那边也猛逼了 但却十分重视 立刻展开了 对鲨鱼平台的调查 王子山作为鲨鱼老总 很快就接到了官方的电话 要求鲨鱼配合调查 王子山满脸猛逼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过该配合 还是要配合的 不过随着调查的结果 官方也无语了 原来是因为一个搞灵异直播的人 宣传封建迷信被封了 这种事情 官方的态度 一直是严厉打击封建迷信的 所以得知事情原委 官方也没说什么 老公 你怎么了 发什么疯啊 茄子的老婆雅雅 听到了动静 本来以为是茄子 在直播间搞笑过 可当她知道 茄子直播间被封了 而茄子还在屋里 对鲨鱼钞管 和王子山极致输出 雅雅来到屋内 安抚茄子的情绪 到底发生了什么 别生气 要么说 一个好的闲内住 会是男人 崛起的监视后盾呢 在雅雅的安抚下 茄子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她看着老婆 脸色苍白地叹了口气 颇有一种生无可恋的样子 老婆 咱家有鬼呀 瞎说什么呢 雅雅感觉好笑 你都多大的人了 还信这个 我没骗你 那啥你自己看吧 茄子知道雅雅不相信 于是二话不说 在她眉心上点了泥巴 呀 死茄子 你要干嘛 脏死了 雅雅生气 但却拗不过茄子 被她再眉心点了泥巴后 茄子让她学自己的动作 来 弯腰低头 通过胯下看身后 你就明白了 你到底在搞什么啊 雅雅有点生气 感觉茄子今天就跟神经病一样 不过 她还是照做了 然后 啊 刚刚弯腰低头 看向胯下 雅雅就看到一个 粉雕玉珠的小女孩 正满脸开心地看着自己 雅雅吓了一跳 脸色瞬间苍白起身 她瞬间回头 可起身之后回头 却什么都看不到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好像看到另一个小女孩 雅雅猛逼了 这下子 你信我了吧 茄子哭丧着脸 老公 真的是鬼吗 雅雅也害怕了 自己家里竟然有一只鬼 虽然是一个小鬼 但小鬼也是鬼啊 谁知道 他会不会害人 老公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啊 只有浩哥知道怎么办 可他直播间被封了 我也联系不上他 不仅秦浩的直播间被封了 他的直播间也被封了 现在那小鬼怎么处理 两人根本就不知道 只要一想到自己家里有一个鬼 夫妻俩就惊慌失措 咱们搬家吧 这地方不能住了 雅雅觉得 现在第一时间搬家 逃离这里才是对的 可茄子一句话 就让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万一搬家之后 那小鬼又跟上去了呢 哎 怎么办 茄子从桌上拿起烟盒 双指并拢在烟盒上敲了两下 一根烟弹了出来 食指与中指加住烟 点燃后深吸了一口 仿佛是做了什么决定一样 茄子脸色郑重地 对妻子雅雅说道 老婆 不如我们找那小鬼谈一谈 看他到底想怎么样 他缠着我们到底 有什么目的 躲是肯定躲不过去的 现在唯有面对 雅雅想了下 似乎觉得茄子说的有道理 那老公 你跟他谈吧 茄子点头 可随后就哭丧着脸 老婆 你知道我胆小 我现在腿都是软的 说这话 茄子拍了拍自己的腿 此时他的双腿 在止不住地颤抖着 我不敢 茄子胆小 这点雅雅是知道的 臭男人果然靠不住 你等着 我来 最后还是雅雅鼓起勇气 虽然他是女人 但性格却比很多男人 都要坚毅 这跟从小雅雅成长的 环境有关 在没跟茄子结婚之前 雅雅16岁就出门 一个人在外打拼挣钱 老婆威武 我给你摇旗呐喊 茄子拍着马屁 别啰嗦 低头 夫妻俩立刻又低头 看向身后 这次有了准备之后 两人看到 那小女孩 虽然也有点害怕 但是却忍住没抬头 爸爸 妈妈 小女孩似乎很开心 尤其是她发现 雅雅看着自己 更是笑得眼睛 都眯成了月牙 啊 雅雅猛了 为什么她喊自己妈妈 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你为什么要在我家里 妈妈 我 你和爸爸 没有给我起名字 小姑娘对于这个问题 似乎很委屈地 看着夫妻俩 经历过刚刚的恐惧 雅雅这时候 心里也没那么慌了 她觉得这个小鬼 应该是不会害人的 相反 作为一个母亲 雅雅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 心里竟然有一种 非常亲切的感觉 那种感觉就好像 她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没有名字 你父母这么缺德吗 孩子去世了都没有名字 真是的 茄子嘀咕起来 虽然这小鬼死了 但她连个名字都没有 女孩的父母是咋当的 还是人吗 爸爸 你可以给我起名字吗 妈妈 之前有个叔叔说 只要我有名字 就可以去 去 轮回了 小姑娘十分期待地 看着两人 她不知道什么叫轮回 也不知道什么是地府 她只知道 自己没有名字 而现在爸爸妈妈 都能看到自己 还跟自己说话了 她很开心 孩子 我不是你妈妈 虽然我很想有个女儿 雅雅现在已经 完全没有了恐惧 反而觉得 这个小姑娘太可怜了 多可爱的姑娘 连个名字都没有就死了 她和茄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想要一个女儿 老婆 咱也不是没有女儿吗 你忘了几年前那孩子 虽然最后没保住 但医生说是个女孩 茄子忽然插嘴 两人几年前刚结婚的时候 雅雅怀孕了一个孩子 结果却在七个月的时候 雅雅摔了一跤 羊水破了 当时医生就问了 茄子一个问题 保大还是保小 茄子毫不犹豫保大 结果孩子没保住 还是个女孩 为这是 雅雅差点得了抑郁症 直到后来生下儿子 才好些 是啊 雅雅想起那时候的事情 又看到小女孩 感慨了一句 如果当时孩子保住的话 现在估计也跟她差不多大了 说完这句话 雅雅和茄子 忽然愣住了 两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对视一眼 随后又看向了小女孩 她不会真的是我女儿吧 这个想法刚出现 就在茄子和雅雅的脑子里 挥之不去 之前只是觉得 这小女孩长得很卡哇伊 虽然脸色苍白 但真的很可爱 很漂亮 现在仔细一看 茄子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小姑娘跟她很像 非常像 尤其是那双眼睛 简直跟茄子 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一样 这个姿势看得太别扭了 由于两人是低头 从胯下看的身后 看小姑娘的视角 是倒立的画面 所以看得很别扭 那啥 孩子 你能旋转一下吗 就是倒过来 茄子轻声对女孩开口 想要让她也倒立过来 这样 自己看到她的样子就正常了 倒着 可以啊 小女孩很聪明 她的身体开始旋转 头冲地 脚冲着天 爸爸 是这样吗 对对对 我去 真的好像啊 老婆 你看 倒立过来之后 茄子看到小姑娘的长相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忽然有一种感觉 这就是自己的女儿 真像啊 雅雅似乎明白了什么 眼泪开始止不住地流出 老公 她不会真的是我们女儿吧 那个可怜的孩子 应该是了 茄子也哭了 随后她瞬间起身 因为她头晕了 长时间弯腰低头往后看 血液冲到了头顶 让她非常难受 站起来之后 一股强烈的幸运感 让茄子扑通一下坐在了地上 雅雅也差不多 但她舍不得站起来 因为只有这样 她才能看到女儿 我现在终于相信了 茄子喃喃自语 看着天花板正正出神 相信什么 雅雅带着哭腔 看着女孩 相信浩哥了 之前她就问我 我身边的小女孩 是不是我女儿 那时候我觉得她在忽悠我 因为那时候我怀疑 她根本就不是什么死人 而是一个团队 用AI技术 做她的人像出来直播圈前 可现在我明白了 浩哥应该是真的 她确实死了 如果秦浩不是真的死了 为什么她能看到小女孩 而其他人看不到 茄子现在有一大堆的问题 想要问秦浩 可是她联系不到秦浩 不管了 她肯定会在开播的 等她开播我再找她 现在 我要跟闺女好好聊聊 偶然间见到了自己那个还没出生 就去世的女儿 夫妻俩的心情可想而知 激动又兴奋 更多的 却是心疼和愧疚 茄子的儿子今年才五岁 今天他觉得自己 爸爸妈妈很奇怪 因为他们一天 都是撅着屁股 在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说着说着 妈妈还哭得稀里哗啦的 爸爸也是眼眶通红 这让小孩子心里非常疑惑 想起了老师说过的一句话 当一个人的行为出现异常的时候 应该是得了精神病 你小子又来了 不是跟你说了 明天我们哥俩当差 去阳间居魂的时候 就帮你收拾那厉鬼 拿回你内魂吗 秦浩直播间被封之后 虽然他很生气 但却没办法 后来秦浩在茄子直播间看了一回 发现封自己直播间的钞管 叫孙伟 于是 秦浩就准备找他聊聊 可他没办法跟孙伟聊 正好秦浩要去找范通和林栋 让这哥俩帮忙找两个人 顺带着 也让他们帮自己找找孙伟的仙人在不在 跟他仙人聊一聊 让他仙人再去跟孙伟聊一聊 于是 他就再次来到了通判司门口 范通看到秦浩 还以为他是来催促的 范哥你误会了 我找两位哥哥 不是因为我的事情 我是想请二位哥哥 帮我找几个人 秦浩将事情简单地跟两人说了一下 范通呵呵一笑 找人啊 这简单得很 不过我们哥俩也没办法 你去衙门里找杜先生就行 杜先生 他会帮我找人吗 范通说的应该是杜平 之前秦浩来报道的时候 就是那个坐在衙门主座上的中年男人 如果猜得不错 对方应该是通判司的二把手 钟馗是一把手 放心 你去就是了 灵动笑嘻嘻地推了秦浩一把 瞬间他就身体一晃 紧接着就出现在了那熟悉的大殿上 此时大殿上没有了其他鬼叉 只有一个中年男子 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书 堂下何人 对方头也没抬 杜先生 在下秦浩 此来想请杜先生 帮忙找三个人 秦浩硬着头皮抱拳 说明来意 六两英钱 查询一个人二两 交钱 自己去阴间户口部查询 本来以为杜平会问这问那的 结果没想到 对方依然是头都没抬 指了指旁边的桌子上一本书 这你嘛 这么干脆的吗 秦浩有点猛逼 但更加心疼 查一个人 就要二两英钱 太贵了 莫要觉得贵 你这二两英钱 通判司只拿五十钱 其余一百五十钱 要给轮回斯和阎王殿 阴间户口部 是生死部分出来的 生死部在催判官手中 而轮回斯 是阎罗王大人麾下 明白了吗 懂了 你都说这么清楚了 还能不懂吗 对这位杜先生 秦浩还是很有好感的 对方没有那种 盛气凌人的高高在上 知道秦浩疑惑 还耐心跟他解释 虽然很贵 但秦浩还是老老实实地 交了六两英钱 到杜平手中 结果钱 杜平恩了一声 自己去查吧 秦浩不知道 这脱胎于生死部的 阴间户口部怎么使用 本来想问一下 可当他翻开 这本阴间户口部的时候 立刻就知道怎么用了 只需心中默念 查询之人的名字 或者对方后代的名字即可 茄子叫什么来着 哦 刘培茄啊 茄子的本名叫刘培茄 秦浩不知道他老子叫什么 所以只能通过儿子找老子 心中默念后 下一刻户口部上 就出现了关于 茄子仙人的信息 因为茄子还没死 所以他的信息 并不会进入阴间户口部 秦浩找到了他父亲 刘能 男 汉族 生于XXXXXX 死于XXXXXX年 现居住在 丰都城西朱雀大街 丁字胡同9987号 信息很全 但是秦浩越看 越是脸色怪异 茄子啊 我找到你爹了 只是你爹这阴间的生活 真是多姿多彩啊 老刘的阴间生活 到底有多精彩呢 反正这阴间户口部上的 记载来看 那真的是太牛逼了 刘能是五年前去世到地府的 死的时候才四十多岁 因为一场意外去世 和秦浩一样 都是阳寿未尽到的地府 所以不能立刻进入轮回司审判 于是 刘能就跟秦浩一样 被分配到了朱雀大街居住 也可以叫做朱雀坊 秦浩住的那个街道 叫做玄武坊 而通判司和地府中 各衙门所在的街道 是白虎坊 至于刘能进入地府之后的生活 户口包中 是这样记载的 刘能入丰都后两日 与七家寡妇七情室有染 三月后被七家发现 送入通判司 编罚一十六 店内保证再不纠缠七情室 并赔偿七家 因钱三两四十钱 刘能入丰都城后四个月 结识城外女鬼护三娘 二人城外开黑店 迫害无辜鬼魂 被通判司缉拿 编罚二十 刘能入丰都城后八个月 因与城内林家媳妇勾打 被林家送入通判司 编罚三十 并赔偿林家 因钱五两八十钱 编能入丰都城后一年两个月 与徐老年妻子勾打 被送入通判司 编能入丰都城后一年六个月 因监户口部上 不仅记录了在丰都城内的 死鬼所有信息 还记录了这死鬼 在丰都城内的所有犯罪记录 一般只要不被通判司 或者其他衙门抓 就不会有这些信息 茄子 你爹是个人才啊 真他娘的是个人才啊 死了五年 关于他的个人信息 整整记录了十几页 而这些被记录的信息 无一例外全都是跟某某女人勾打 被对方家属送到通判司 然后被鞭罚 最后赔钱 秦浩粗略地算了下 茄子老爹这欠下的银钱 足足有四十八两 别小看这四十八两银钱 按照范通和林栋两人所说 一般死鬼想要攒够这么多钱 在丰都城内做小买卖 都得攒大几十年 难怪他老爹一直给他托梦 让茄子烧钱 感情是在下面欠了这么多风流债 则则 人才 顶级人才 秦浩只能感慨 无不及也 将流能居住的地方记录下来 秦浩准备一会去找他一趟 随后 秦浩又寻找孙伟的先人 哟 他爹真死了 这孙伟是秦浩直播间的钞管 对于他秦浩也算是熟悉 以前没死的时候 直播出问题 还找过他 这小子年纪不大 没想到老爹死得这么早 孙德胜 这是孙伟父亲的名字 记录下他父亲居住的地方 竟然跟自己一样 也是住在玄武坊那边 一会也去找他一趟 让他托梦给他儿子说一下 还有一个人是谁来着 哦对 叫陈若水 狐狸不是妖 让自己找他的姑奶奶 那个死于五十年前 叫做陈若水的女人 也不知道他投胎没有 按理说 对方都死了五十年了 阳寿应该结束了 估计是去轮回司投胎转世了吧 心里默念陈若水的名字 信息出来得很快 但是却很多 因为叫陈若水的人太多了 足足有几万人 这上哪找去 秦浩并没有其他相关性 狐狸不是妖叫什么名字 拿出手机 秦浩通过鲨鱼后台 给狐狸不是妖发了一条私信 询问他叫什么名字 好根据他的名字 来寻找他姑奶奶 你叫什么名字 你爷爷叫什么 告诉我 身在魔都的陈婉怡 听到手机响起 一看是秦浩给自己发的私信 他赶紧回 我叫陈婉怡 我爷爷叫陈一农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在找你姑奶奶 跟他同名的人太多了 需要他家人的信息才行 秦浩回了一句 听到这话 陈婉怡立刻紧张了起来 找到了吗 正在找 别催我 陈婉怡不敢催了 只能焦急地等待着 这边秦浩按照他给的信息开始寻找 果然找到了陈婉怡和陈一农 两人的信息 因为两人都还在世 所以阴间户口部上 只有他们俩的名字 其他信息全都没有 但是他却找到了 自己要找的名字 陈若水 女 生于甲午年7月初期 足于庚子年7月初期 至今所在 不详 居住记录 不详 仅仅只是一句介绍 关于陈若水的生辰 和去世的时间 其他竟然全都是不详 这什么情况 秦浩想要找旁边的杜萍问一下 可以抬头 却发现哪里还有杜萍的身影 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离开了 操 拿了钱就走 后续服务都不做了 相当无语 秦浩只能将这些信息记录下来 随后离开了大殿 来到门口 他询问范通和灵动二人 关于陈若水这种情况 还有这种事 居住记录都没有 灵动和范通 似乎也是第一次听说 是啊 只有生辰和去世的时间 其他居住记录 还有各种信息全都没有 秦浩点头 灵动沉默思索 范通想了下 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我记得好多年前 我还是普通鬼差的时候 有幸和白无常大人去出任务 当时听无常大人和统领将军聊天 好像说起过这种事 有的鬼魂进入地府之后 并不会选择到丰都城内居住 而是会直接离开丰都 或者是有的鬼魂进入地府之后 会被城外的那些人派人接走 这些人的信息 就不会记录在阴间户口部上 竟然还有这种事 秦浩更加疑惑了 还有人会选择不入封都城呢 人死之后变成鬼 不都会进入封都城吗 灵动点头 有的封都城就这么大 以前地府的规矩是 人死之后必须入封都等待轮回 可几十年前 封都城内的鬼魂人数增加太多了 城内都住不下 就有很多鬼魂自己选择去城外 几十年前 那应该是那段岁月了 秦浩叹息一声 牛头说道 而且我听以前的牛头马面说 自古以来有不少在人间影响力很大的人物 进入封都之后都不会进封都城 这么多人都不进入封都城 二位哥哥 封都城外难道还有其他城池 阴间到底有多大呀 以前秦浩觉得 地府只有一个封都城 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 灵动摇头 这个我们哥俩就不知道了 我只能告诉你 阴间很大 大到你无法想象 说完之后 两人就把秦浩撵走了 虽然还是很好奇 但秦浩也只能离开 他准备去找茄子老爹聊一聊 秦浩 你找到我姑奶奶了吗 找到了他的信息 但是上面没有记载他在哪里 将关于陈若水的事情 跟陈婉仪详细地说了一遍 他不知道阴间的事情 但是秦浩说得很仔细 包括脱胎于阴间生死部的阴间户口部 上面没有记载 关于陈若水的去向 秦浩只是告诉他 陈若水当年去世之后 应该是没有进入丰都城 而是去了城外 啊 陈婉仪皱眉 他感觉秦浩似乎在胡说八道 阴间不就一个丰都城吗 怎么还有什么阴间户口部 丰都城外还有其他城 这个人说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陈婉仪不知道 秦浩说的话到底靠不靠谱 于是 他给自己好姐妹柳如烟打了电话 想要征求他的意见 毕竟柳如烟的爷爷 似乎对于这方面很懂 你先来我家 一会你当面问我爷爷 柳如烟得知也不是很清楚 于是让陈婉仪直接去他家 好 柳如烟并不在魔都 而是在不远的江宁 此时在江宁柳家 柳如烟的爷爷 正面色严肃地和他父亲说着什么 正堂 这件事一定要确定清楚 如果能联系上 保持好关系 对我们非常重要 柳家做的生意 除了柳正堂的房地产公司之外 更是阴间天地钱庄 在阳间的合伙人之一 之所以能拿到这个资格 还是因为刘老爷子当年的师父 乃是毛山派灵九 灵九那个时候 就一直是天地钱庄 在阳间的合作者 后来灵九去世 入了地府之后 托关系把这个资质 给了自己徒弟柳秋生 也就是刘老爷子 不过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 柳秋生都没有从事阴钱的制作 导致他失去了天地钱庄的授权 无法再制作阴钱 不是柳秋生 不想制作阴钱 而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 那段时间 一直在高喊破除封建迷信 打击一切封建行为 导致根本就没人去购买阴钱 而身为道士的柳秋生 更是人人喊打 不得不迎人起来 不过他这一派 是可以结婚生子的 所以柳秋生也就做起正经生意 一直到前些年 师父灵九给他托梦 柳秋生才做法联系上了师父 得知他这些年的遭遇 在地府没有转世投胎的灵九 也是唏嘘 徒儿 为师要去转世了 就最后再帮你一次吧 你且准备好 为师帮你恢复阴钱 制作的资质 灵九转世之前 帮柳家重新拿到了 阴钱制作的资质 这是好事 但需要制作银钱的各种材料 现在价格高昂 再加上阳间其他制作银钱的人 全都统一了价格 一万块等于一两银钱 这很贵 但一般烧这种银钱给先人的 也都是有钱人 普通人都接触不到这方面 不过最近柳秋生很头疼 因为柳家制作的银钱 被天地银行退回来好多次 理由是 柳家制作的银钱不合格 其实哪里是什么不合格 还不是因见那些死鬼 暗示柳家送礼 柳秋生送了几百万 算下来也有几万两银钱下去 可对方还是不满足 这让柳秋生非常头疼 肯定是有人故意针对柳家 他不了解 丰都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 所以最近一直愁 直到昨天 孙女柳如烟跟他说 有个死去的人 竟然在地府开直播 柳秋生当时想的就是胡扯 地府那是什么地方 怎么可能有死人在开直播 但今天上午 柳如烟给柳秋生 看了秦浩的直播 那时候 正好秦浩在跟茄子连线 道家弟子出身的柳秋生 虽然道法没有师父灵九那么厉害 但多年修炼下来 也练就了一身不俗的本领和眼力 只一眼 他就看出了秦浩是个死人 奇怪 为何此人三魂七魄 缺了一魂 柳秋生皱眉 很是疑惑 死人是真的死人 秦浩住的地方他也见过 那是丰都城内 普通死鬼住的茅草屋 当年他跟师父学艺的时候 不止一次跟着师父灵魂出 撬下过丰都城 唉 如果有师父的本领 也不至于如今在地府没有根基啊 说起来都是累 柳秋生只恨年轻时候 自己学艺不够认真 总想着偷奸耍滑糊弄师父 师父已经转世投胎了 搞得柳家如今在地府 没有一点根基和人脉 被人针对 也没任何办法 此人能在阴间开直播 应该是有些特殊手段的 不如联系他搞好关系 然后扶持他在地府当官 这样柳家不就在地府 有自己的根基了 这个想法出现之后 就再也压不下去 柳家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在地府中的人脉与势力 说白了 就是保护伞 得有人在地府照着 柳家在阳间的买卖 才能做得好 不然像现在这样 三天两头制作的英钱被退回来 不仅损失材料 那些客户的仙人没有收到钱 会逐渐对柳家失去信心的 所以 柳秋生就安排自己的儿子柳正堂 想办法去跟秦浩接触 柳正堂虽然不太情愿 因为他一直不愿意 柳家做这种死人的生意 活人的生意做着不好吗 干嘛要跟死人打交道 多会气 闺女 你是了解你爹的 我最近公司事情多 忙不开 你爷爷吩咐的事情 你帮老爹分担点 柳正堂不相干 就把这件事 推给了自己闺女柳如烟 这丫头从小跟老爷子身边长大 对她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 学得不少 也很感兴趣 爸 我最近想买一台车 柳如烟大眼充满狡黠 柳正堂脸色一变 闺女啊 你这是趁火打劫啊 那你自己去吧 我可不帮你 柳如烟哼了一声 可 嘿嘿 老爸跟你说着玩呢 你是我闺女 我赚钱不就是给你花的吗 说吧 要啥车 劳斯莱斯还是宾利 或者保时捷 还是法拉利 任何一个男人 对自己的女儿 那都是无条件的溺爱 谁不想自己女儿 天天跟自己撒娇 天天跟自己要钱啊 那是一种幸福 我想了下 车也没啥好的 爸你给我折现吧 就按照劳斯莱斯的价格 然而柳如烟的话 却让柳正堂觉得 女儿虽然好 但是女儿气人的时候 该生气 还是要生气 就二百万 多了没有 成交 父女俩达成了协议 柳正堂哭笑不得离开了 柳如烟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 没多久她电话响了 如烟快开门 我在你家门口 是陈婉怡来了 姐妹俩见面十分开心 柳如烟也知道陈婉怡着急 所以没多说什么 带她直接到柳秋生面前 爷爷 您身体还好吗 呦 陈家丫头啊 好好好 你家那老鬼咋样 脾气还是那么丑 看到陈婉怡 柳秋生满脸慈祥和宠爱 只是在提起 陈婉怡爷爷的时候 脸色不好看 年轻时候 柳秋生就跟陈一农认识 那时候 关系还很好 只是后来发生一些事 两人产生了很大的间隙 但偶尔也走动 陈婉怡苦笑 爷爷 你也知道我家老爷子 绝得跟头驴一样 您别跟她一般见识 柳秋生哼了一声 道 我要是跟她一般见识 早就被她气死了 丫头 你找我什么事 知道陈婉怡找自己肯定有事 柳秋生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是这样的爷爷 您也知道 我家老爷子 一辈子最大的心病 就是我那姑奶奶 前两天 陈婉怡将自己拜托秦浩 在阴间帮她找姑奶奶 沉若水的事情 全都告诉柳秋生 来之前 秦浩跟她说的那些话 也全都如实相告 爷爷 您觉得她说的是真的吗 陈婉怡就是不确定 所以才来问柳秋生 唉 这老家伙 看来还是没想开啊 当年若水妹子去世 对她打击很大 陈若水是谁 柳秋生可太清楚了 那是陈婉怡唯一的妹妹 那秦浩说的没错 阴间有生死簿 在轮回司催判官手中 而在阴间通判司内 也就是钟魁大人掌管的衙门中 有一本阴间户口簿 这是从生死簿中 分离出来的神器 当年我师父说 人死之后进入封都 所有信息都会记录到 阴间生死簿上 方便查找 而那些没有进入封都城 居住的死人 则不会记录在侧 看来若水妹子 当年去世之后 并没有进入封都城内居住 虽然如今柳秋生 在地府毫无根基 但是当年她师父灵久 在地府还是关系很强的 那时候师父 带她灵魂出 撬去了不少次地府 所以对于那里 她还是了解不少的 原来如此 那爷爷您知道 为什么我姑奶奶 不进入封都城吗 陈婉怡这才确定 秦浩真的没骗她 若水妹子的脾气很倔 当年我出于炫耀 跟她说了很多 关于地府的事情 所以 她对地府还是有些了解的 不过具体什么原因 她没去封都城 我就不知道了 柳秋生摇头 随后叹了口气 不过就算找到她又如何呢 人死不能复生 说不定她已然去轮回转世了 那老家伙就是太愧疚了 觉得若水的死 是她一手造成的 这么多年都想不开 哼 倔驴一头 柳如烟和陈婉怡 对于当年发生的事情很好奇 于是询问柳秋生 当年陈若水 到底因为什么去世的 事情都过去了 就不要再提了 柳秋生却不想回忆 这些不好的事情 满脸感慨 对此两人也非常无奈 但陈婉怡心里 却更加坚定了 一定要找到自己姑奶奶 而秦浩那边 是她能否找到 自己姑奶奶唯一的办法 回去就联系她 等她开播地给她打赏 柳如烟也是同样的想法 老爸把跟秦浩接触的事情 交给她了 到时候 她也得想办法跟秦浩联系上 最好双方达成合作关系 这样对柳家在阴间的生意 有好处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 才会再开直播呀 今天刚被封了直播间 刘能 你有能耐勾引寡妇 怎么不敢出门 你她娘的出来啊 该死的刘能 再不给钱 老子就去通判私告你去 姓刘的 当初你是怎么说的 要跟老娘双诉双妻 老娘现在被赶出来了 你倒当起了缩头乌龟 你赶紧出来 朱雀芳 钉字胡同9987号茅草屋 秦浩按照地址 找到了这里 结果却发现 这里非常的热闹 门口挂着的红灯笼上 写着茄子父亲刘能的名字 而此时在门口 则是围着几十个人 正对着屋内破口大骂 听了一会 秦浩就乐了 这些人都是来找刘能要钱的 原来是刘能这几年 搞出来的风流债 几乎全都进了通判私 还得给对方赔钱 加起来差不多48两英钱 可刘能哪里有这么多钱给人 于是就一直当缩头乌龟 门也不出 这些都是受害者家属 甚至还有两个受害者本人来要钱的 离谱啊 秦浩摇摇头 看这样子 自己一时半会 还是不要上钱的好 万一被当成是刘能的亲戚什么的 被这些人缠上就麻烦了 现在他不是鬼叉 对于普通死鬼 是没有威慑力的 秦浩也不急 干脆在不远处的茶滩上 找了个位置 小二 来点香烛和贡品 再来壶酒 好嘞 客官稍等 店小二是个岁数不大的年轻人 看样子只有十几岁 说明死的时候年纪不大 没意会香烛和贡品 酒水上桌 秦浩点燃香烛猛地吸了一口 嗯 很满足 非常的爽 又拿起贡品水果 尝了一口 还别说味道相当甜 还有什么其他吃的吗 秦浩询问小二 有的客官 咱们这有牛羊肉 有鹰米饭 不过价格有点贵 卧槽 鹰间还有牛羊肉 还有米饭 什么叫鹰米饭 作为一个南方人 顿顿离不开米饭 嘿嘿 一看客官就是刚死的吧 店小二嘿嘿一笑 解释道 咱鹰间地大物博 除了香烛和贡品这些东西 是从羊间获得之外 在鹰间也能种植特殊的鹰米 那牛羊肉也是鹰间特殊零售 就是价格比普通香烛和贡品要高一些 一般普通人 也就过年时候吃一顿 除了这些特殊零售之外 鹰间还有很多零售 味道简直无法形容 最关键是的 零售肉吃了 对魂体有莫大的好处 咕噜寡闻了不是 谁说鹰间就自圆平几啊 给我来一份牛肉 来一碗米饭 哥们现在有钱 不差这点 好嘞 客官 一共是83钱 小的做主给你抹去那三钱 您给80钱就好 100钱是一两鹰钱 这一份牛肉加米饭 就快一两了 要知道 一两可是一个月的房租 确实很贵 不过话都说出口了 不能收回来 不然都丢脸 要了一份牛肉 一万米饭 味道相当好 没事吸两口香烛 吃几口供品 再来口酒 美滋滋地欣赏 刘能门口骂街的场景 还别说 颇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或许是见刘能一直不出门 在他门口的那些人 骂骂咧咧地逐渐离开了 而秦浩也吃好喝好 见人群离开 他则是来到刘能门口 正好来的时候 他看到屋内房门 打开了一条缝隙 一个长得很帅的老帅笔 探出头来看了一眼 看到秦浩 他瞬间就关门 好家伙 难怪能搞这么多风流 仗出来 茄子老爹这相貌 确实顶尖 见刘能关门 秦浩也不急 慢悠悠地在门口说了一句 刘能 你儿子刘培茄 让我来找你的 你要是不出来 我可就走了 知呀 刚刚关闭的房门 瞬间打开 刘能从里面探出头来 看着站在门外的秦浩 你真是我儿子找来的 眼神中带着期待 但更多的却是怀疑 他怕这是个圈套 只要自己出门 就会被抓走 你不是一直托梦给你儿子 让他给你烧钱吗 秦浩点头 看来真的是了 那臭小子 总算还知道心疼他老子 钱呢 一听这话 刘能就相信了 最近他可没少给儿子托梦 让他给自己烧钱 可等了这么多天 他也没收到一毛钱 没想到 儿子是托人送钱来了 这让刘能相当的兴奋 对秦浩就伸手要钱 没钱 怎么没钱 不是我儿子让你给我送钱吗 刘能急了 没钱你来找我干毛线 秦浩淡淡地撇嘴 你儿子只是让我来找你 看你在地府过得如何 没说要给你钱 逆子啊 逆子 好歹我也是他老子 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来 不过 你儿子说了 让你明日跟他见一面 到时候 你需要多少钱 直接跟他说就行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茄子给秦浩 打赏了11个超级火箭 这个事得帮 见面 刘能吃笑 我可是死人 离不开地府的 根本就不能跟我儿子见面 光是给他托梦 我都去轮回寺那边花了不少钱 结果这臭小子 一点都没给我烧银钱 在地府想要给杨坚的亲人托梦 可不是随便就能托的 必须要去轮回寺下 专门的衙门登记 花钱才能给杨坚的亲人托梦 而这个价钱也不便宜 刘能在地府 好歹也混了好几年 对于地府的规矩 还是很清楚的 死人想要跟活人见面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除非是在杨坚 有大能力的人 做法招魂情鬼 灵魂才有可能离开丰都 短暂地去杨坚 但刘能知道 这些年地府里 都没有几个杨坚 做法招魂的事情 估计是杨坚那边 会这种事的人太少了 所以他不信秦浩说的话 信不信有你 明日宵静结束后 你去玄武方秉字胡同 9998号找我 我自然能让你见到你儿子 秦浩不愿意跟他啰嗦 你爱来不来 说完他就走了 刘能看着他的背影 脸上露出纠结的神色 他在想 到底要不要去 孙德胜在家吗 回到玄武方 秦浩找到了孙伟的父亲 孙德胜的住所 来了来了 谁啊 在茅草屋门口喊了一嗓子 里面传来一个爽朗的声音 随后就看到一名魁梧 面容憨厚的男人打开门 男人客气地询问 秦浩也笑眯眯地说明来意 大哥 您是孙伟的父亲吧 是是是 我儿子是叫孙伟 孙德胜点头 是你就没错了 那就没错了 今日来掏扰 属实是有事 不如我进去 咱们细说 这位兄弟请进 有什么尽管说 孙德胜热情地邀请秦浩进屋 进去之后 秦浩发现他屋里摆放了很多香烛 于是问道 孙大哥 你平日里都在贩卖香烛 是啊 我死的时候 人家跟我说 阳兽到了 但是现在不能投胎 得等待名额 我寻思着 闲着也是闲着 就想着做点小生意 赚点银钱 毕竟我儿子再阳间也困难 我也没钱去给他托梦 让他给我烧银钱 就想着自己做点生意赚点 孙德胜是很典型的 一辈子勤劳的老百姓 也是很典型的父母 所有的苦都自己吃 也绝对不会给儿女增添负担 秦浩和他聊了一会 感觉老孙就是一个 朴实无华的老实人 秦兄弟 你找我到底啥事 难道我儿子在阳间出事了 秦浩摇头 那倒没有 就是最近我在阳间的生意啊 被你儿子无意间破坏了 所以我想请你 给你儿子托梦 跟他说一声这事 孙大哥 这是一两阴钱 回头烦请你去轮回寺那边 给你儿子托个梦 最好现在就去 将情况大概跟孙德胜说了一下 对方一听 秦浩在阳间做生意 立刻就紧张了起来 孙德胜在阴间也有些年头了 他可不是刚来的死鬼 什么都不懂 这些年 他走街串巷做生意 接触到很多阴间顶级的家族 但凡是那种 能在阳间做生意的 那都是 封都城内最恐怖的存在 如果惹得这些人不高兴 那是随时有可能 把你在阳间的亲人都弄死的 所以一听自己儿子孙伟 破坏了秦浩在阳间的生意 他当时就慌了 秦兄弟啊 这里面有误会啊 我儿子是个老实本分的孩子 他绝对不是有意的 您放心 我这就去轮回寺给他托梦 您可千万不要 跟他一般见识 孙德胜不懂什么叫直播 但是他知道一件事 秦浩在阳间有生意 至于秦浩给的钱 他更不敢收 但秦浩却淡淡推了回去 钱你拿着 你放心吧 只要你儿子不继续犯错 我不会找他麻烦的 好好 我这就去 这就去 孙德胜心里充满感激 同时也感慨 秦浩绝对是恐怖的大人物 出手就是一两英钱 这可是他一个月的房租啊 自己贩卖箱 辛苦一个月 抛去房租 也就只能剩六十钱左右 送走了秦浩 孙德胜连生意也不做了 直接去了轮回司登记 给儿子托梦 晚上八点 孙伟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自己出租屋 作为一个九八五社处 孙伟并没有结婚 甚至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平日里与他最亲密的 就是左手 因为右手要握鼠标 累死劳资了 作为鲨鱼的钞管 其实非常的累 每天要时刻盯着各大主播的直播间 但凡发现一点问题 就要及时纠正 孙伟的手机 现在都不敢开机 因为今天 他把擎天师和茄子的直播间 封了之后 他的手机和各种社交软件 就被鲨鱼的观众们爆破了 今天八点下班 已经算是很早了 平常都要到十点多才能下班 不知道为什么 孙伟感觉今天特别的困 回到家 无尽地疲惫袭来 孙伟连洗都没洗 躺床上一会就睡着了 儿子 儿子 梦里孙伟仿佛看到了 自己去世的父亲 爸 我好想你 父亲去世多年 母亲也在他小时候就改嫁了 多年来 父子俩相依为命 父亲的去世 一直是孙伟心里最大的痛 他还没来得及让父亲享福 结果他就去世了 儿子别哭 爸今天找你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孙德胜也很激动 虽然是托梦才见到儿子 但他很满足了 爸你说 孙伟其实能感觉到 自己是在做梦 但是很奇怪 他的思维十分清晰 眼前的父亲 跟记忆中一模一样 儿子 我知道你可能不信 但是你要记住爸说的话 你现在不是做梦 是我在地府中给你托梦 你知不知道 你惹大麻烦了 那个秦浩的直播间 你是不是给疯了 我跟你说啊 人家都来找我了 儿子你不知道阴间的事情 不知道人家多恐怖 你明天上班 赶紧给他直播间解封 不然你老子 我会很倒霉 你也会倒霉的 人家现在好好地跟我商量 是人家给面子 咱要是不给人家面子 后果很严重 孙德胜很严肃地将事情说给孙伟听 本来孙伟没当回事 他以为这就是个梦 可当自己父亲说起秦浩直播间的时候 他猛逼了 爸 你没骗我 我骗你干嘛呀 刚才他就来找我了 以前孙伟一直觉得 那秦天师的直播间 是某个公司搞出来的AI程序 可现在看来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废话 人家都找到自己去世的老爹了 孙伟本身并不是一个相信鬼怪的人 他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可现在他动摇了 因为这场梦太真实了 我有点晕 老爸呀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孙伟猛逼了 儿子 你不是在做梦 现在是我在给你托梦 等下托梦结束你就会醒 我们爷俩说的话 你也会记得很清楚 你相信老爸 我不会害你的 一定不要去招惹秦浩 不然人家 有的是手段 能把你弄死 孙德胜不是威严耸听 在地府这么些年 他可是很了解这些事情 时间到了 儿子你千万要记住我的话 没一会 孙德胜就消失了 因为托梦的时间到了 啥 孙伟满头大汗地从床上惊醒 他眼神迷糊了一下 随后满脸惊恐 真的记得很清楚 到底是不是梦啊 哪怕是醒了 刚刚在梦里 父亲跟他说的话 他也记得非常清楚 这一刻 孙伟动摇了 难道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鬼 难道那擎天师 真的是在阴间直播 我 虽然孙伟还在怀疑 刚刚那是一场梦 但是万一呢 万一真的是父亲 给他托梦呢 有时候信念的崩塌 只在一瞬间 之前他不相信 这世界上有鬼 有什么阴间地府 可现在 不管老爹说的是真的假的 这件事都得当成是真的 万一惹怒了他 在地府找我父亲麻烦怎么办 不行 我得想办法联系一下秦浩 作为鲨鱼平台超管 孙伟是能够随时给各大主播发私信 也可以随时解封各大主播的直播间的 他没有了任何睡意 打开电脑 开启管理后台 找到了秦浩的账户 给他发了个私信 浩哥 你刚刚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 孙伟再试探 如果对方真的是如自己父亲说的 那他肯定会知道自己问的是什么 丰都城 玄武方茅草屋内 秦浩手机响了 拿起来一看 是超管孙伟给自己发的私信 现在是丰都城宵尽时间 人间是晚上 应该是孙德胜给孙伟托梦了 否则对方不会给自己发信息的 你父亲给你托梦了吧 情况他应该都跟你说了吧 秦浩回了一句 这边的孙伟看到对方的回复 瞬间就感觉到一股良意在身体中迸发 他知道 他真的知道 那就说明 刚刚父亲说的是真的 死 这一刻 孙伟不敢再怀疑什么了 浩哥 对不起 封你直播间的事情 是我们经理蒋天的要求 我可以把你直播间给解封 求求你 不要难为我父亲好吗 他一辈子辛苦操劳 还没想复就去世了 很快 秦浩就回复他 放心 我又不是什么恶人 只是托你父亲跟你说一声 至于你说的那个经理蒋天 如果他再封我直播间 我会找他先人的 本来秦浩以为 自己直播间是孙伟封的 看来孙伟也只是一个执行者 蒋天 这个人秦浩知道 是鲨鱼钞管部门的经理 只不过以前秦浩没跟他打过交道 毕竟活着的时候 秦浩也只是一个小主播 没啥太大的流量 感谢浩哥 浩哥 请问我父亲在下面过得怎么样 孙伟很是感激 同时询问自己父亲的情况 秦浩也一一告知 得知自己父亲在丰都城内 还依然辛苦地做着小买卖 每月赚点辛苦钱交房租 孙伟就想哭 活着的时候 父亲为了供他读书 上大学做着最累的农民工 还没想复就去世了 死了还要卑微地做生意赚房租 浩哥 我想给我父亲送些钱下去 今天看你直播 你说普通的纸钱 下面收不到 是真的吗 秦浩白天在直播间说的话 孙伟也记住了 因为他一天都在盯着秦浩的直播间 是的 你必须要找到 杨坚专门做银钱的人 只有特殊的银钱 配合你父亲的生辰八字烧下去 他才能收到 秦浩解释 其实他也可以让孙伟给自己直播间打赏 这钱他父亲也能收到 不过秦浩没说 因为这种事 他总感觉要是做了 可能会让自己惹上麻烦 所以干脆就不说 专门做银钱的人 好的 我记住了浩哥 我这就给你直播间解封 而且以后我是不会封你直播间的 不过如果经理自己封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这种事必须要说清楚 否则明天秦浩直播间再被封 他找自己父亲麻烦 可就坏事了 嗯 感谢 秦浩也明白 孙伟一个普通钞管 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结束聊天 秦浩就休息了 孙伟则是根本睡不着 因为他准备给自己的父亲 烧点真正的银钱下去 于是 孙伟开始联系自己认识的那些人 有没有知道这方面情况的 还别说 询问了一个大学同学叫李萌 家里是江宁的富二代 伟哥 我们江宁这边有个柳家 专门制作银间的银钱 你想给些人送钱 我带你去找柳家 不过我跟你说 这银钱可是很贵的 也烧一两银钱 前些天 我跟父亲去给我爷爷烧银钱 才知道的 你看看 你能不能承受得住 一万块才能给下面的仙人 送去一两银钱 这个价格很贵 孙伟听了满脸猛逼 这尼马 银钱这么离谱吗 不过 幸好他工作这几年 也存了不少钱 鲨鱼公司的工资不少 孙伟有十几万的存款 算了 我也没多大能耐 给我跌烧十两银钱下去吧 于是 孙伟让李萌帮自己联系 要给他跌烧十两银钱 行 那你明天请个假来一趟江宁 我带你去 阴间清晨的风 好似灼热的手握住了冰凉的奶子般 沁人心脾的凉爽 二爷 早啊 嗯 杨老二微微点头 算是回应 宵敬结束 休息一夜的秦浩在院中活动 哪怕是死了 他也得坚持锻炼才行 自从吃了那红衣女鬼 给的养魂丹后 秦浩就再也没有刚到地府的时候 那种浑身虚弱无力感 不过他还是那一副死人脸 缺失的一魂找不回来 就会一直这样 今日饭通和灵动 应该就会去阳间办差 如果顺利的话 到晚上消禁我那一魂 就可以拿回来了 只要拿回自己丢失的那一魂 就不会在三个月后魂飞魄散 已经死过一次的秦浩 可不想再嘎一次 孙伟没乱说 他已经把秦浩的直播间解封了 秦浩也不知道 现在阳间是什么时间 不过没关系 他的目的是开直播 只要直播间解封了就行 今天要是蒋天在 封我直播间 那我就得去找他仙人好好聊聊了 打开软件 秦浩先是看了下自己后台 狐狸不是妖 给自己发了一条消息 秦浩 还请你继续帮我留意下 我姑奶奶沉若水的消息 感激不尽 另外一条 则是一个叫做 陈烟如梦的人发来的 浩哥您好 我是天地钱庄人间授权商户 我叫柳如烟 您如果方便的话 可否聊一聊 我们柳家想请您做保护伞 这消息有点意思 天地钱庄人间授权的商户 就是制作阴钱的 柳家秦浩不知道 但是这个叫柳如烟的人 竟然让自己给他当保护伞 你说话都这么直接的吗 有点意思 通过柳如烟的话 秦浩细细思索 看样子人间那些 有资质制作阴钱的家族 也都各有心思 而阴间这边 肯定也有很多猫腻 这保护伞 可不是这么好当的 天地钱庄啊 虽然秦浩不知道 这个钱庄是谁在掌管 但是肯定是十点阎王有关 大概率 是某位阎王大人掌管的 回头有空跟他聊聊 现在的正式 还是要开直播 找老铁们给自己打赏 赚够二百两银钱 去买个官职 有了官职 秦浩在地府中 才算是有了一点能力 秦浩不知道今天 茄子的父亲刘能 会不会过来 打开直播 秦浩本以为 刚开播没多少人 可拿想到 他刚开播不到一分钟 直播间内 就瞬间涌入了五百多万人 卧槽 浩哥你又来了 我就知道 浩哥你肯定会这个点开播 哈哈 浩哥你今天有点早啊 直播间不是封二十四小时吗 时间都没到 浩哥 你昨天晚上 是不是去找孙伟了 肯定是去找他了 不然浩哥直播间 还有七个小时才解封呢 在开播之后 秦浩直播间内的弹幕 就开始疯狂 很多观众的浩 都是一直挂在直播间里的 甚至有更多的人 一夜不睡觉 就守着直播间 有的人此时 是在上班的路上 或者是公司里 看秦浩直播 兄弟们好 昨天直播发生了点意外 昨天夜里 我找超管的父亲 给他托梦聊了下 我们的超管也很懂事 就给我直播间解封了 嘿嘿 秦浩说得很随意 但是观众们听起来 立刻就能联想到那种场面 我就知道 浩哥你肯定会找孙伟的 牛逼啊浩哥 你竟然找他爹给他托梦 我都能想到那个画面 孙伟估计要吓死了 还是浩哥 你会娃啊 对于秦浩这种骚操作 观众们直呼 六百六十六 你封我直播间 我就找你爹给你托梦 去跟你说 就问你怕不怕 可是浩哥 你找超管是没用的 因为超管只是打工的 万一超管经理在封你浩呢 有谁有替秦浩担忧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莫慌 你们可别忘记了 我是个死人啊 超管经理封我 我就找他仙人去给他托梦 他要是执迷不悟 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兄弟最近 这几天在地府 也不是白混的 秦浩嘴角露出一谋坏笑 观众们瞬间直呼 六百六十六 主播茄子进入直播间 主播呆小妹进入直播间 至尊帝王香蕉小巴拉进入直播间 狐狸不是妖进入直播间 陈烟如梦进入直播间 茄子 浩哥呀 你终于来了 你不知道 我等你等得望眼欲穿 浩哥 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茄子虽然发的是弹幕 但却好似开了语音一样 他这话一出来 就让所有人全都笑喷了 茄子这两天 估计都猛逼了 听说茄子这两天跟神经病一样 昨天老马去他家 说茄子跟他媳妇谋正了 两人一天到晚撅着屁股 在那自言自语 跟空气说话 老马知道个屁 茄子肯定是跟那个小孩鬼说话 浩哥之前也说了 那小女孩是茄子的女儿 昨天看到小女孩的时候 给我吓得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很多人昨天都看到了 茄子家里的那个小女孩鬼魂 所以也能理解 茄子现在的心情 丁 主播茄子向您发起视频连线 茄子似乎很急躁 上来就跟秦浩连线 秦浩刚准备同意 主播茄子赠送您超级火箭20发 主播茄子赠送您超级火箭20发 哎呀呀 茄子别这样 都是兄弟 你看你还送礼物 多不好意思啊 来来来 咱哥俩视频 嘴里说着别客气 不好意思 但是那翘起的嘴角 简直比AK都难压 浩哥你这话说得很好 但是你能收起 你的笑容吗 浩哥请注意你的嘴脸 没送礼物爱答不理 送了礼物称兄道弟 我已经明白了 浩哥虽然死了 但是爱钱的毛病一点没改 你们胡说什么 咱浩哥那是爱钱嘛 那是为了生存 嗯 没错 毕竟地府还要交房租 浩哥也得买香烛贡品什么的 对于水友们的调侃 秦浩浑然不在意 你们这些活着的人 哪里能懂死人的痛苦啊 咱虽然死了 但是死人别活人更绝 跟茄子视频接通 秦浩瞬间就乐了 此时的茄子 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整个面容仿佛被吸干精气神一样憔悴 脸色苍白 可她精神却十分亢奋 视频链接后 茄子看到秦浩就哭了 浩哥啊 求求你了 你一定要帮帮我闺女啊 昨天到现在 茄子和老婆雅雅 一直跟自己女儿聊天 夫妻俩很确定 这小姑娘就是当年 雅雅七个月 没保住的那个女孩子 作为父母来说 茄子和雅雅面对女孩 是充满愧疚的 尤其是跟女儿聊天的时候 得知她在家里已经好几年 而每天她都跟茄子和雅雅说话 可两人却都不搭理她 这让茄子夫妻俩 更是心疼地直哭 浩哥 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茄子说话的时候 秦浩看到她身后的小姑娘 顿时乐乐 她没搭理茄子 而是跟小女孩聊了起来 宝贝 跟你爸爸妈妈聊天开心吗 嗯 很开心 谢谢叔叔 小女孩真的很开心 脸上洋溢着单纯可爱的笑容 日 浩哥在跟小姑娘聊天 快快快 泥巴点上 屁股撅起来 呵呵 你们动作慢了 我早就开始了 昨天第一次看到害怕 今天再看到这小女孩 就觉得很可爱 我要是有个这样的闺女 多好啊 开心就好 不过叔叔跟你是说啊 你也不能跟父母聊天太久 不然他们身体会损耗羊兽 这话是昨天杨老二说的 小姑娘只要在家里一天 作为她的父母 茄子和雅雅 就会减少一天羊兽 如果小姑娘鬼体 长大到18岁 那茄子和雅雅会瞬间暴毙而亡 叔叔 我不想让爸爸妈妈损耗羊兽 小女孩似乎知道羊兽的意思 她有点着急 没事 现在你爸爸损失的那点羊兽也不多 秦浩呵呵一笑 茄子没想到自己还会损耗羊兽 连忙问 浩哥 为什么我会损耗羊兽 鬼是鹰 人是羊 阴阳对立 你女儿是位出生 就胎死腹中 她在你家里一天 你和你老婆就会减少一天羊兽 如今她五岁左右 这是借了你和你老婆的羊兽才长大的 如果她就这么长到18岁 那你和你老婆就会瞬间羊兽耗尽 暴毙而亡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快让她去地府轮回转世投胎 茄子虽然对女儿很是愧疚 但是如果她在身边自己就会减少羊兽 说不害怕是假的 对于秦浩的话 她现在是无条件相信 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 秦浩真的是鬼 不是什么团队制作出来的AI 那浩哥 我该怎么办 她很想补偿女儿 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简单 给你女儿取个名字 为她立一块牌子 每日在家供奉 再找一位能沟通地府的高人做法事 将你女儿的信息送入地府 七七四十九日之后 自然会由鬼叉来接她入地府轮回 养老二手的方法 应该是没错的 秦浩不知道 这老头到底是干嘛的 但是他对这些神神叨叨的事情 貌似懂得很多 立牌子供奉没问题 但是这高人上哪去找啊 以前茄子也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事情 一时间上哪去找那种 能将他女儿信息送入地府的高人 你看私信 秦浩想了下 将柳如烟的私信推给了茄子 柳家既然是杨坚英钱的制作者之一 那家里肯定是有会这方面的高人 找他准没错 感谢浩哥 茄子知道 秦浩这是在给他介绍高人 看到信息之后连忙感谢 他立刻让雅雅去联系柳如烟 身在江宁的柳如烟 在雅雅联系他的时候就知道 肯定是秦浩给他的联系方式 放心吧 明天我给你安排 这种是他爷爷会 再说柳家本来就是做这种生意的 茄子是全网大主播 根本不差钱 帮他做法事 后面茄子还能给父母子女烧银钱下去 这都是客户 浩哥肯定是看到我的私信了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自己发给秦浩的消息 他肯定看到了 但是秦浩没回他 柳如烟也不知道 秦浩到底怎么想的 不过他既然让茄子联系柳家 这就是个好兆头 说明秦浩对于柳家的接触 并不反感 这很重要 孩子的事情暂时解决了 茄子终于放心了 不过他随后就想起来另外一件事 浩哥 你昨天说能找到我父亲 有消息了吗 最近这段时间 茄子一直能梦到 自己的父亲刘能给他托梦 梦里就让他给烧纸钱 虽然他老爹活着的时候 一辈子不靠谱 但是也把茄子拉扯大 甚至连他结婚生子都没看到 就去世了 这一直让茄子耿耿于怀 他骨子里是个孝子 你爹 呃 他好像是不太愿意来见你 提起茄子的父亲 秦浩表情十分的怪异 画到嘴边 却不知道该怎么跟茄子说 总不能说 你爹是个人才啊 死了五年 在地府乱搞男女关系 被通判司抓了不知道多少次 欠了一屁股风流债 秦浩有些为难 浩哥你这表情告诉我 茄子的父亲肯定有故事 绝必是 我猜茄子父亲在地府 肯定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我真的太好奇了 一看秦浩这个怪异又纠结的表情 观众们就知道 这里面肯定有内情 不用说 茄子的父亲在地府肯定不简单 要么说知福莫若子呢 一看秦浩这表情 茄子心里咯噔一下 他太清楚 自己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不愿意来见我 肯定在下面没干好事 浩哥你说吧 不管是什么消息 我都能撑得住 你直接说就行 茄子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很想知道 自己老爹死了之后 在地府都干了些什么事情 好吧 既然你想知道 那我就跟你说了 秦浩也没有什么隐瞒 将自己在阴间户口部上查到的 全都告诉了茄子 刘能入丰都后两日 与七家寡妇七情室有染 三月后被七家发现 送入通判司 编罚一十六 店内保证再不纠缠七情室 并赔偿七家 因钱三两四十钱 刘能入丰都城后四个月 结识城外女鬼护三娘 二人城外开黑店 迫害无辜鬼魂 被通判司缉拿 编罚二十 刘能入丰都城后八个月 因与城内林家媳妇勾打 被林家送入通判司 编罚三十 并赔偿林家 因钱五两八十钱 刘能入丰都城后一年两个月 与徐老年妻子勾打 被送入通判司 刘能入丰都城后 一年六个月 秦浩越是说 茄子的表情就越是猛逼 然后是愤怒 再然后是羞愧 恨不得当场找个地方钻进去 而直播间的观众们 则是一个个全都目瞪口呆 本来这是 秦浩是不想说的 毕竟说了 茄子会很丢脸 可你自己让我说的 那就只能告诉你了 秦浩将茄子父亲 在地府做的事情说了一些 但是也没有全部说完 因为此时跟他连迈的茄子 那原本气色维米的脸色 此时已经红得跟猴屁股一样 他的头已经不敢抬起来了 那个 茄子啊 你回头去给你家老爷子 烧点银钱吧 就找刚才那个人就行 秦浩也能理解茄子的心情 文言 茄子头都抬不起来 低着头点头答应 浩哥 没什么事 我就先去准备闺女的事情了 嗯 茄子断开视频连线后 直接给了自己一巴掌 丢人啊 丢死人了 撕 茄子他爹 真牛逼 小母牛做火箭 牛逼上天了 我这辈子从来没服气过人 茄子爹让我佩服 我只能说 墙中自有墙中手 茄子爹是我背偶像 孟德 听闻有同道中人 更甚于我 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是被茄子老爹在地府做的事情 给震惊到了 这妖牛逼的人 幸亏是死了 不然这个世界上有这种祸害 谁还敢让自己老婆一人在家 好了兄弟们 之前答应你们 要带你们去看看丰都城 正好今天有空 我就带你们去看看 对于神话传说中的丰都城 没有人不好奇 森严肃木的地府 更是让很多人心生向往 诡异神秘的黄泉路 妖艳迷人的彼岸花 那传说中的望香台 秦浩说起这个话题 观众们的注意力 瞬间就从茄子老爹那转移过来了 浩哥 能带我去黄泉路看看吗 浩哥 我想看望香台 人死之后 真的能在望香台 看到自己的一生吗 那彼岸花 到底有多美啊 浩哥 我就想看看 地府有没有漂亮的女鬼 观众们发着弹幕 此时在观看直播的呆小妹 则是脸色很不好看 搞什么呀 我又没看到 昨天呆小妹就好奇 这些观众撅着屁股 到底看到了什么 可惜等她看的时候 秦浩直播间被封了 今天秦浩开播她就进来 准备好好看一下 对方到底在搞什么鬼 可还没看 她就被茄子给气到了 死茄子竟然叛变了 这家伙到底怎么被忽悠的 昨天说好了 两人联手 去揭穿秦浩是AI的事情 可昨天发生的事情 完全出乎了呆小妹的预料 茄子不知道被怎么忽悠的 直接叛变了 今天还配合对方演戏 本来呆小妹还想着 按照昨天秦浩说的方法 看看她到底搞了什么鬼 什么小女孩 什么茄子的女儿 这些鬼话呆小妹 是绝对不幸的 她出去挖泥巴回来 发现秦浩已经跟茄子 断开视频链接了 她又没看到 肯定是有人联系了茄子 给她不少钱 让她配合演戏 那些说看到小鬼的人 估计都是拖 坏了 这家公司的能力有点恐怖啊 我一个人好像对付不了 呆小妹又不是蠢货 茄子的叛变 让她明白 这个利用擎天师账号 做EEI直播的公司 背后的实力 绝对非常恐怖 不仅茄子被收买了 还找了那么多的拖在直播间 甚至连自己直播间里 都有对方安排的人 不行 我得找几个盟友 最好是实力强大的 能跟对方对抗的 到时候人多 才能揭穿这个公司的丑陋面目 呆小妹开始思索 到底找谁合适 在主播圈里 她的人脉是非常广大 要好的朋友很多 正当呆小妹思索着 要找谁跟自己联盟 一起想办法拆穿秦浩的时候 忽然 她看到秦浩直播间里 有个人在给她刷礼物 而看到这个人 呆小妹眼神亮了起来 主播西北天狼 赠送主播火箭十发 西北天狼邀请您视频连线 秦浩也看到了 这个西北天狼的火箭 不过对于这个人 他不怎么了解 只知道对方貌似 也是鲨鱼的主播 而且直播的风格 以挑战真实为主 西北天狼来了 这家伙很出名吗 你们不知道 这家伙 也是最近一两个月 才活起来的 直播挑战真实 那不是学的炮哥吗 不 炮哥是玩的就是真实 这个狼哥玩的是现实 据说他本人是 当地有名的混混 你那不对 我听说这狼哥是混社会的 之前跟了一个大哥 后来他大哥进去了 这家伙就开始玩直播 各种蹭热度 直播风格很嚣张 这个狼哥最喜欢干的 就是跟其他主播抬杠 或者是搞一些低俗的 直播挑战内容 浩哥小心 这小子来者不善 直播间的水友们 在提醒秦浩 看到水友们的话 秦浩这才明白 这个西北天狼是干嘛的 简单来说 就是为了火 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那种 本来这种人 他也不准备搭理 拒绝了对方的视频连线要求 感谢西北天狼送的火箭 淡淡地感谢了一句 秦浩就不想搭理对方 准备带直播间的水友们 去看下丰都城 而此时 在西北天狼的直播间内 一名光着头 脖子上纹着一条虾线 身上纹着盘龙的中年人 正满脸嚣张又不爽地看着屏幕 靠 这主播不懂事啊狼哥 人家看不上你 这沙雕竟然不同意 狼哥的视频连线 他还装上瘾了 真以为自己是个死人啊 狼哥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但是我忍不了 必须要教训他 能够喜欢看狼哥直播的人 基本上都是跟他一样的货色 所以狼哥直播间的观众 在看到秦浩拒绝狼哥的视频 连线之后 纷纷开始拱火 本来狼哥只是想着 蹭一波秦浩的热度 毕竟这几天 全网热度最高的 就是擎天师了 对于擎天师死人直播这个噱头 狼哥可不会相信他是真的鬼 在他看来 这就是套路 前几天全网都在传 这个叫擎天师的主播 在封门村死了 结果 现在又以死人身份开直播 狼哥怀疑 这个叫擎天师的人 是不是真的死了 于是就想着 今天来个视频连线 给自己增加点热度 可没想到秦浩竟然拒绝了 这就让狼哥非常不爽了 兄弟们看到了吗 这小子拒绝了 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人敢拒绝狼哥我 为啥都说 我是工作室的 AI写作呢 做着活生生的一个人啊 狼哥再次给秦浩 发去了视频连线 而毫无意外的 秦浩直接拒绝了 操 不给面子 于是他又发 秦浩再次拒绝 就这样连着发了四五次 全都被秦浩拒绝了 这让狼哥觉得非常丢脸 狼哥 这孙子太装了 这不得办他 线下真实他去 这能忍吗 必须要线下去真实他 这狗日的 不给狼哥面子 狼哥的粉丝们纷纷笑了 随后开始拱火 作为观众 他们不怕事情闹大 就怕事情闹不大 越热闹越好 狼哥的粉丝 都是跟他一丘之合 看热闹不嫌是大的那种 兄弟们先别急 狼哥我可不是随便欺负人的 看我再给他一个面子 要是他不答应的话 右手抚摸着自己赠亮的光头 狼哥的脸上露出满脸凶狠 他玩直播这几个月 遇见了很多 不给自己面子的主播 然而无一例外 这些不给他狼哥面子的 最后都被他献下真实教育了 毕竟别人都是主播 而狼哥可是 实打实混了多年社会 要不是自己大哥被抓了 他也不会来搞直播 原本狼哥在自己城市 只是一个整日 无所事事的小混混 后来他认识了自己的老婆 结婚之后他运气就来了 认识了大哥 自从认识大哥之后 他就彻底起飞 成为当地有名的大流氓 去年大哥被抓进去了 狼哥也被牵连 以为自己要玩犊子 结果他莫名其妙逃脱了 再然后狼哥就觉得 自己是天命之子 第一个大哥进去了 他又认识了 另外一个牛逼的大哥 这个大哥带着自己玩直播 赚的钱比之前还多 这让狼哥觉得 自己肯定就是小说中的 那种天命之子 从而更加的嚣张跋扈 直播风格也越来越低俗 但正因为如此 看他直播的人 反而越来越多 今天这个叫擒天师的 一而再地拒绝自己视频连线 这让狼哥非常不爽 不就是装吗 老子用钱砸死你 狼哥是懂直播的 不然也不会几个月 就成为顶级大主播 擒天师拒绝自己视频连线 肯定是因为打赏的不够 不过让狼哥 直接给对方继续打赏 他也不愿意 于是狼哥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在秦浩直播间 发了一条信息 主播 跟我视频连线下 说点事 事成之后 五十发超过送上 五十发超火 一发就是三千块 五十发那是十五万了 狼哥肯定不会出的 他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根本就没想着付钱 哟 浩哥姐 这可是五十发超火呀 十五万呢 你拿到手也有七万五 不亏 就是浩哥 接他视频连线 看他搞什么鬼 这家伙虽然是来找事的 但咱也不怕他 浩哥 看看他搞什么鬼 五十发超火可不少了 秦浩直播间的观众们 全都让秦浩接他视频连线 看看他到底想搞什么 五十发超火 到手七万五 换算成英钱 就是七十五两 嗯 昨天直播收了六十多两英钱打赏 加上自己原本的三十多两 今天茄子又送了二十两 算上其他人送的 估计有个二十两左右 也就是说 我现在的英钱 大概有一百三十两 这家伙 要是送七十五两 那买官职的钱就够了 不对 还得给范通和灵动二十两 不过二十两好赚 本来秦浩是不准备接的 但是架不住观众们的要求 直播就是这样 想要好的直播效果 就得让观众们满意 这都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啊 然后他再算算自己的钱 这个狼哥真打赏五十发超火 他买官职的钱就差不多了 接 权衡之后 秦浩还是同意了对付的要求 至于这个狼哥不打赏 秦浩也不怕 你不给我打赏 你总有仙人吧 到时候 我让你仙人 去跟你聊 不怕你赖债 秦浩给对方发去了视频连线 兄弟们 看到了吧 装什么装 老子微微一出手 就知道他是个什么吊人 我还是那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拒绝我狼哥 看到秦浩发来的视频连线 狼哥开始了吹牛逼 狼哥牛逼 人家还不是看你那五十发超火的份上 还以为多牛逼呢 原来也是个贪财的鬼 上次狼哥就是用这招 忽悠了一个女主播脱衣服 结果他一毛都没打赏就跑了 狼哥 干得漂亮 鬼 我呸 就是个搞噱头的傻逼而已 狼哥快点跟他脸 给他整活 哈哈 我很期待 狼哥怎么整这个人的 狼哥的粉丝们兴奋了起来 他们看狼哥直播 可是很久了 很清楚 狼哥是绝对不会给这个擎天师 打赏五十发超火的 白嫖完就走 说话不算 虽然会造人诟病 但是毫无疑问 会给狼哥带来很大的热度 双方视频连线 秦浩见到这个狼哥的第一眼 就知道 这家伙绝对不是好人 纹身就纹身 但是秦浩还是第一次见到 在脖子上纹一条黑线的 看起来就好像瞎线一样 兄弟找我连线 有什么事吗 秦浩问道 狼哥桀骜不驯地翘起嘴角 也没什么事 就是最近啊 我总是做梦 梦里 我妈总跟我说我媳妇 但是当我醒的时候 我又记不住他说了什么 只记得他一直在说我媳妇 兄弟你不是死了吗 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我妈 问问他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狼哥这话说的 并不是瞎编的 而是真事 自从他跟自己媳妇结婚之后 就莫名其妙地 总是梦见自己去世的母亲 当初母亲出车祸去世 对方肇事逃逸 偏偏还是在偏僻的地方 没有摄像头 根本就找不到人 这也是狼哥一辈子 最愧疚的事情 一直没能找到凶手 夜里经常梦到 自己母亲跟他说话 话里话外 好像在说他媳妇什么的 可狼哥却一句都听不清楚 他用这个问秦浩 倒不是想要让秦浩帮自己 完全是刁难秦浩 你不是死人吗 你不是在地府吗 你帮我找我妈去啊 在他想来 接下来的秦浩 无非就是两种反应 一种是假装答应下来 后面就不了了之 另外一种 就是想各种办法拒绝 毕竟他本身就是假的 搞这种死人直播 都是忽悠人 那个什么茄子 肯定是这家伙的拖 狼哥可不信 不管秦浩有哪种反应 狼哥都想好了办法对付他 目的就是让秦浩下不来台 只要拆穿秦浩 让他不能自圆其说 那狼哥就拿到了最大的流量 来啊 拒绝我 或者是跟我拖延 康慕王 来吧宝贝 狼哥心里呐喊着 然而就在他满心期待 秦浩按照自己设想的去做的时候 秦浩的话 却让他有些猛逼 秦浩呵呵一笑 找你母亲 不用找了 他就在你身后 装你妹呢 听到秦浩的话 狼哥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 随后瞬间反应过来 这家伙在装神弄鬼 忽悠 他开始忽悠了 小傻逼脑子不好使 敢忽悠狼哥 这家伙怕是不知道 狼哥忽悠人的本事比他高 哈哈 狼哥这你能忍 狼哥肯定不能忍 虽然他是混混出身 但是骨子里却是一个孝顺的人 国人不管做什么坏事 对于父母 其实都是孝道最重要 除非是那种 骨子里就是冷血的人 狼哥只是坏 但不是那种冷血的人 听到秦浩调侃他妈 自然不乐意 张嘴就对了回去 兄弟 别装了 我知道你什么打算 想装神弄鬼忽悠我 抱歉 我可不是你的托 秦浩是在忽悠他吗 不是 因为在和狼哥视频连线之后 他就看到了那个 站在狼哥身后的女人 这是一个六十多岁 苍老又矮小的妇人 在秦浩看到他的时候 就知道他是鬼 因为这女人蹊跷流血 脸色苍白如纸一般 半边身子好似被碾压一样 血肉模糊 十分恐怖 秦浩猜测 这妇人应该是出车祸去世的 虽然他容貌恐怖 但看着狼哥的目光 却充满慈爱和担忧 不用想 这女人就是狼哥的母亲了 大娘 你有什么要我传达的吗 秦浩没搭理狼哥 反而是询问起了老妇人 你 能看到我 妇人似乎很吃惊 秦浩点头 嗯 这是你儿子吧 妇人显得很激动 是的 你们别跟我儿子一般见识 小龟他骨子里不坏的 就是从小我没交好 老妇人似乎是怕秦浩生他儿子的气 连忙跟秦浩道歉 无碍 你为何不去地府 人死之后 肯定是会去地府的 老妇人的情况 跟茄子闺女不一样 鬼差肯定找他了 唉 我舍不下我儿子 有鬼差大人来接应我 但我不想去地府 所以我逃跑躲了起来 最近刚回到家 这是什么操作 鬼差到阳间来勾魂 还能跑的 秦浩皱眉 本能地觉得这里面的事情不简单 可他也对阴间鬼差的事情 不怎么了解 也就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不管怎么说 这是个伟大的母亲 哪怕是躲避鬼差的追捕 也要留在阳间 看着自己的儿子 你有什么想跟你儿子说的吗 我可以帮你转达 老妇人文言 连忙点头 道 有有有 您能不能跟我儿子说 秦浩听到他的话 越是听表情 就越是震惊 随后就是猛逼 而在秦浩和老夫人对话的时候 狼哥却皱眉了 装 你他妈的 真是能装啊 跟谁说话呢 真是脑残 这样就能忽悠我 秦浩对着他身后的空气说话 都没搭理自己 而且听他话里的意思 很显然是 正在跟自己所谓的母亲对话 傻逼才会信你这套呢 你真是能装啊 狼哥也不急 他就静静地等待秦浩 看他一会怎么继续装 日尼玛 这就开始装起来了 牛逼啊 这演技真的没睡了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狼哥身后站着他妈呢 这家伙难怪能火 这装神弄鬼的演技 有点东西 狼哥直播间的观众 也在嘲讽秦浩 但是 秦浩直播间的观众们 却兴奋了起来 在秦浩和空气对话的第一时间 观众们就知道 又来鬼了 兄弟们 快撅屁股 好家伙 看样子这狼哥的母亲 真在他身后 浩哥开始跟对方说话了 赶紧撅屁股 操 在浩哥说第一句话的时候 我就已经准备好泥巴 撅屁股看了 哈哈 我要开始了 我就知道 这狼哥连线没好事 看看他家啥情况 有过见鬼经历的水友们 而且还是两次 都是见到了茄子的女儿 水友们似乎已经形成默契 看到秦浩对空气说话 就知道 肯定有鬼在 于是 在秦浩跟空气开始说话的时候 水友们要么去门口挖泥巴 要么是用之前 留下的泥巴 点在了眉心 随后全都站起身背对着屏幕 弯腰低头 从裆部看向屏幕 虽然这个姿势很怪异 很羞耻 时间长了 也很难受 但是 能看到的东西 却很刺激 只不过 当秦浩直播间的水友们 掘屁股后 看到站在狼哥身后的老妇人之时 所有人全都被吓到了 妈呀 卧槽 吓死爹了 这尼玛才是鬼啊 太恐怖了 半边身子都烂了 这死得太惨了 卧日 吓死老子了 老妇人恐怖的样子 将所有人全都吓到了 那七孔流血 诡异的脸色 还有那腐烂的半天身子 无意不让人心底生寒 可即便如此 却无法打消水友的好奇 强忍着恐惧 听秦浩跟老妇人的对话 越是听 水友们的脸色 就越是古怪 直到最后 所有水友们的目光 全都十分怪异 喂 哥们你装够了没有 装够了就给我解释一下 狼哥见秦浩的脸色 有些怪异 似乎想笑却忍着 又是摇头 又是叹息 时不时的还看自己一眼 搞什么啊 装神弄鬼的 看你那意思 是见到我妈了 那我问你 我妈叫什么名字 你小子不是喜欢装吗 好啊 那我就让你装 我老娘的名字 你知道吗 大人 我叫陈素梅 老妇人不知道 秦浩是什么人 但是她能看到 自己这个鬼 而且老妇人也能感觉到 秦浩似乎也不像是活人 并且面对她的时候 自己竟然有种畏惧 所以听到儿子的话 她赶紧告知秦浩自己的姓名 你妈叫陈素梅 秦浩呵呵一笑 狼哥瞬间就猛逼了 不是 我刚才没跟她说过我妈的名字吧 她怎么知道的 她仔细地回想着 之前跟秦浩说的话 自己根本没跟她说过 自己母亲的名字 她怎么知道的 我懂了 这家伙刚才装神弄鬼半天 估计是找人调查我了 毕竟我这么大的主播 在老家这边很出名 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查到 不过下一刻 狼哥就想到了 随后满脸不屑 合着你刚才装神弄鬼的 就是让人打听我的消息啊 看样子 这小子也是有点能耐的 但也仅此而已 你能打听到我母亲的名字不稀奇 老子有的是办法能拆穿你 他哼了一声 很是不屑地道 行啊 有点能耐啊 你别告诉我 我妈的名字是她亲口跟你说的 就是你母亲亲口跟我说的 秦浩点头 我尼玛 狼哥冷哼 桀骜不驯的脸上满是鄙夷 但随后他就笑了 既然这样 那你帮我问问我妈 她自己银行卡里有多少钱 银行卡密码多少 你母亲没有银行卡 她这么多年赚到的钱 全都被你挥霍了 一句话让狼哥彻底傻眼了 他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圈套 骗秦浩顺着他的话乱猜 不管秦浩怎么猜 都是错的 因为他母亲根本就没有银行卡 事实也是 母亲活着的时候赚的钱 全都被自己挥霍了 不会是真的看到我妈了吧 不知道为什么 狼哥忽然感觉自己身后有东西 他想回头看 可这时候是直播呢 如果自己一直回头看 那不就代表自己心虚吗 这肯定不行 但看到秦浩那似笑非笑的目光 狼哥就感觉来气 哥们有点能耐啊 你不会也是凌晨的吧 狼哥打死都不相信秦浩的鬼话 什么自己母亲在他身后 他觉得这消息 肯定也是秦浩调查到的 对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调查到自己母亲的消息 绝必是凌晨人 而且在凌晨势力不小 我不是凌晨人 秦浩摇头 别装了哥们 狼哥又恢复自己那狂傲不羁的冷笑 秦浩不承认也没关系 他继续问了一个问题 我就暂且当你前面说的对 如果这最后一个问题 你能回答上来 我立刻给你刷五十个超伙 刷你妹呢 看老子怎么整你 说吧 秦浩点头 我母亲是车祸去世的 对方肇事逃逸 这几年 我一直在努力寻找肇事逃逸的人 假如你真的看到我母亲 你帮我问问他 到底是谁撞的他 这事情是狼哥心里的一个结 也是他一直以来最揪心的事情 狼哥也知道 接下来秦浩肯定要瞎说八道 但他要的就是对方瞎说八道 哪知道 秦浩文言后 神色瞬间变得怪异 看着自己 那眼神 好像是想笑 又好像是可怜 搞什么啊 这是什么眼神啊 觉得我可怜吗 老子需要你可怜 狼哥感觉自己的自尊心被触动了 这家伙在可怜谁 我老娘虽然死了 但哥们现在可是 凌晨鼎鼎大名的人物 大网红 你可怜我 呃 大娘 真的要告诉他吗 秦浩看了一眼陈素梅 陈素梅点头 不说的话 儿子就太可怜了 秦浩呵呵一笑 其实吧 我觉得这件事不跟他说 对他也有好处 毕竟他现在日子过得很滋润 有些事情 知道了会让他崩溃的 你觉得呢 倒不是秦浩不想说 而是这件事如果说了 这个狼哥估计会崩溃 陈素梅的愿望 是希望看到自己儿子平安过日子 现在他的日子过得很好 这 哎 那就不说了 大人您说的对 小贵从小就有些心理自卑 自尊心又强 这件事他要是知道了 肯定受不了的 想了一会 觉得秦浩说的有道理 陈素梅也就同意了 不说就不说了 嗯 我觉得也是 秦浩点头 没错没错 这种事如果知道了 狼哥估计要杀人 何止是杀人啊 他估计能成神经病 不知道为什么 我竟然同情起了狼哥 虽然这小子看着坏 但确实很可怜 没错 浩哥还是心软啊 我觉得 浩哥不是对狼哥心软 而是替陈大娘着想 陈大娘也是可怜人啊 秦浩直播间的很多谁友们 撅着屁股 听到陈素梅之前 跟秦浩说的话 也都理解秦浩 他是好心 不然得知真相的狼哥 肯定会受不了 喂 你搞什么呀 装神弄鬼的 想不到应对办法了是吧 妾 还以为你多牛逼呢 就这 狼哥听到秦浩又开始自言自语 装神弄鬼 当时就怒了 你他娘的 真当老子是傻逼吗 怎么 你刚才是在跟我妈商量什么吗 听这话里的意思 你知道我老娘车祸的真相 还不跟我说 怕我崩溃 真是搞笑啊 你可能不知道 狼哥我是什么身份 什么档子 哥们别装了 狼哥我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 有什么话赶紧说 虽然明知道 秦浩是在故弄玄虚 可不知道为什么 狼哥心里好奇心 也被他吊了起来 明知道对方是故意掉自己胃口 可他就是忍不了 想要知道对方接下来要怎么做 算了 我答应你母亲了 不跟你说了 挂了吧 好好生活 那个 呃 对你小女儿好点 秦浩不准备跟狼车虾几巴扯了 慢着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对我小女儿好点 你呀说清楚 狼哥瞬间不乐意了 他有三个孩子 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可能是骨子里自己是个重男轻女的人 狼哥其实并不喜欢女儿 反而对两个儿子宠溺得很 让我对小女儿好点 什么意思 你给我说清楚 狼哥生气了 不说 秦浩摇头 答应陈素没了不说 那就是不说 随后他就关了视频连线 卧槽 你马 碰 狼哥一看 秦浩关了视频连线 顿时气地咬牙切齿 他立刻重新申请 可秦浩却拒绝了 再申请 又拒绝 狼哥 给这家伙刷礼物 这小子的目的就是想要钱 就是 装神弄鬼的 不就是想要钱吗 先给他刷礼物 到时候 线下真实他 把钱再拿回来 没错 小鼻仔子不给脸 那就让他体验下 被真实的滋味 狼哥的观众们 拱火那叫一个轻车熟路 见此情形 全都在给狼哥出馊主意 对啊 我先给他刷礼物 等他同意跟我视频连线 说清楚之后 再线下真实他 就这么办 而且 狼哥怕自己刷得少了 对方不搭理 干脆直接咬咬牙 一口气 给秦浩刷了66发超火 也算是实现了 之前自己的诺言 多得他也不在意 因为狼哥已经准备好 今天直播结束 就去线下真实秦浩 到时候 不管自己刷了多少钱 都会让这孙子 加倍奉还的 西北天狼赠送主播 超级火箭66发 西北天狼 给您发送了视频 连线申请 本来秦浩不准备 搭理狼哥的 可实在是他给的太多了 66发超火呀 他决定遵循直播间 水友的意见 兄弟们 不然告诉他吧 66发超火呀 可以 好 既然他想知道 那就告诉他吧 可怜的狼哥 希望他一会不要崩溃 人家都兑现自己承诺 送了50发超火 浩哥 你就告诉他吧 最终 秦浩和水友们一致决定 告诉狼哥真相 于是 秦浩再一次接通狼哥的视频连线 哥们我告诉你啊 礼物我给你刷了 你别再给我装神弄鬼了 你知道什么赶紧说 狼哥此时 依然是嚣张跋扈的表情 你确定你想听 废话 赶紧说 孙贼 你以为我的礼物 是那么好收的 等下听完你胡说八道 老子 直接就去调查你的身份 现下真实你 狼哥并不在意 秦浩要说什么 而是厌不下这口恶气 跟我装神弄鬼 故弄玄虚 吊人胃口 先看看你怎么忽悠的 晚上就要你好看 狼哥和鲨鱼官方的 一个高层关系不错 以前现下真实其他主播 都是那个高层 提供了对方的住址电话什么的 所以 狼哥并不担心 自己找不到秦浩 因为鲨鱼平台注册的时候 会留下真实信息的 秦浩不知道狼哥怎么想 既然对方给钱了 他也就叹了口气 看了眼狼哥身后的陈素梅 见对方也是叹口气 随后对着秦浩点头 行吧 既然你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 告诉的尖啊 你能知道的毛线 我就静静地看着你忽悠 看你怎么忽悠的 狼哥眼神不屑 秦浩组织下语言 道 小狼啊 撞死你母亲的人呢 叫李玲 胡扯 刚说一句话 狼哥瞬间就怒了 因为这个李玲不是别人 是他的老婆 操 你是觉得狼哥我踢不动刀了吗 你想找死就直说 老子成全你 狼哥虽然坏 但也是有底线的 用他的思维来说 就是天命之子 是有逆龄的 他的老婆李玲 就是他的逆龄 秦浩说是李玲撞死他母亲 所以他才会怒 我知道你不信 先别急 听我说完 秦浩也没生气 狼哥这反应是正常的 说 我看你怎么说 你别告诉我 我老婆是在撞死 我妈之后 充满愧疚才嫁给我 还给我生儿育女的 狼哥哼了一声 秦浩移了一声 赞叹道 恭喜你 答对了 卧槽 你他喵 狼哥是真的怒了 也不知道从身边 哪里摸到了一把刀 对着秦浩就怒吼 孙贼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我已经死了 秦浩悠悠的一句话 让狼哥更怒了 不管狼哥如何生气 他继续说道 你老婆撞死你母亲之后 可能是出于愧疚 也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 所以才跟你结婚 按照陈素梅跟秦浩说的 撞死他的人 就是狼哥现在的老婆李玲 当日李玲撞人之后 下车看了一眼 陈素梅告诉他 自己儿子叫什么 让他帮忙打电话报警 当时陈素梅感觉自己活不长了 半边身子都被压烂了 想跟儿子交代下一眼 可没想到 李玲却直接上车跑了 后来陈素梅的鬼魂回家 想要跟儿子说话 却发现 儿子根本听不到自己的话 再后来 李玲不知道为什么 就出现在狼哥身边 两人在一个月后 竟然结婚了 本来陈素梅还想 如果李玲能好好跟儿子过日子 也就无所谓了 可哪里想到 李玲跟狼哥结婚之后 竟然还在外面 跟其他男人鬼魂 而那个人 就是狼哥第一个大哥 并且 李玲还给对方生了个儿子 狼哥 以为是自己的儿子 所以非常宠溺 而后来 李玲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是现在狼哥第二个大哥 也是带他玩直播的 李玲也给对方生了个儿子 狼哥还是以为是自己的 陈素梅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想要将事情告诉自己儿子 可他根本听不到陈素梅说话 今年李玲生了个女儿 这个女儿才是狼哥的孩子 但偏偏狼哥是个重男轻女的人 不喜欢女儿 只喜欢儿子 唯一的轻女儿他不疼 两个不是他儿子的儿子 却非常宠溺 所以 秦浩才会跟狼哥说 对你小女儿好点 秦浩看着头上 仿佛青青草原一样的狼哥 还有一件事 你应该猜不到 猜你妹 草 你以为老子没看过 家庭伦理言情狗屎剧 狼哥十分不屑 他认定秦浩是在忽悠自己 你是不是还想跟我说 我老婆嫁给我 但是却在外面有人 我三个孩子都不是我的 呵呵 老子这么多年的电视剧 小说是白看的吗 这种狗屎剧情 老子用屁股都能想到 恭喜你 都会抢答了 秦浩嘖嘖称奇 不过你也没那么可怜 你三个孩子 小女儿还是你亲生的 人才啊 真的是人才啊 这你都能猜出来 果然能混成大主播的 没一个傻子 那是 不对 滚滚滚 老子还以为你有什么能耐呢 就这 搞了半天 就给我编了这么一个狗屎的剧情出来 你也不行啊 一开始狼哥是很生气 但是现在他不气了 因为他觉得对方的水平太低了 装神弄鬼半天 就给我编了这么一个低水准的故事 你觉得我狼哥很傻吗 信不信有你 秦浩知道他不信 不过没关系 该说的我都说了 大人 你好人做到底 既然说了 就让他彻底看清吧 我刚才去看了 李玲就在隔壁楼 带着孩子跟那个男人私会呢 那场面 哎 陈素梅哀声叹气 心疼地看着自己儿子 秦浩猛逼 还有这种事 卧槽 好刺激 尼玛 在自己小区里 跟其他男人私会 这女人不会是为了方便 在自己小区 偷偷买了一套房子 跟别的男人私会吧 好家伙 离谱啊 还带着三个孩子一起 秦浩直播间的谁友们 全都震惊了 三观尽碎 这狼哥的老婆 是个狠人啊 本来秦浩是 不准备管这种糟心事的 可奈何陈素梅 一直哀求他 怎么了 被我说中了 心虚了 不敢说话了 你也不行啊 偏偏狼哥还在嘚瑟 自以为看透秦浩的手段了 你老婆和孩子呢 秦浩问了他一句 你问这干嘛 狼哥冷哼 你先说 借 早上他说要去做头发 直到我在家直播 所以把孩子也带出去了 虽然不想搭理秦浩 但狼哥还是说了 自己老婆多好的女人啊 怕自己直播在家 带娃不方便 所以就把孩子也带走了 秦浩了然 随后说了一句 让狼哥莫名其妙的话 嗯 我如果是你的话 就去你隔壁那栋楼 1002房间看一下 没准能有惊喜呢 好 我现在就直播去看看 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让自己去隔壁楼 狼哥根本就没有任何犹豫 本身他的直播内容 就是各种挑战 秦浩装神弄鬼了半天 应该是吃准了 自己不会去 但我狼哥是谁 你觉得我不会去 但我偏要去 咱们两个直播间的兄弟 做见证啊 你也别关视频连线 我现在就直播去隔壁楼 看看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似乎是怕秦浩关视频连线 狼哥开始击踏 这个事情闹得越大 对狼哥的流量 就越是有好处 没错 谁都别跑 去看看到底有什么 谁跑谁孙子 兄弟们 去那孙子直播间说话 没错没错 狼哥直播间的观众 一看要开始搞事了 那叫一个兴奋啊 全都怕秦浩跑了 于是全都跑到秦浩直播间 怂恿他别跑 跑你妹 咱浩哥是那种人吗 浩哥肯定不会跑 但是我知道 一会有人会哭的 何止是哭 没准会出人命 那就不是咱们管的事了 告诉你们狼哥 我浩哥绝对不会跑 秦浩的水游可是很清楚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 行吧 那我就一直看着 你去吧 秦浩也没准备跑 狼哥一听 顿时就乐了 于是他带上了两个助理 也就是自己的小弟 一人负责拿着手机拍摄直播 另一人跟着狼哥一起 哥们 虽然我承认 你直播内容很有创新 但是你不该来惹我 你是不是想着 我狼哥不敢去隔壁楼 错了 大错特错 我就偏要去 让你的观众 看清你的真面目 都到了这个时候 狼哥也没什么顾忌了 开始对秦浩嘲讽 并且 他已经准备一会就联系人 找到秦浩的地址 去线下真实他 把自己刷的那66个 超火钱拿回来 将近20万呢 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我狼哥的钱 是这么好拿的 你快点吧 秦浩没搭理他 只是催促他 快点去 哼 等着 我已经到了 没一会狼哥 就到了隔壁楼 顺着电梯 来到了1002门口 正在狼哥犹豫着 怎么才能想办法 让1002开门的时候 狼哥小弟忽然提到 狼哥 不如假装送外卖的 对啊 狼哥咧嘴一笑 随后立刻敲门 准备假装送外卖的人 棒棒棒 狼哥开始敲门 里面传来一个 小孩子的声音 谁啊 送外卖的 不知道为什么 狼哥总觉得 这孩子的声音 有点熟悉 吱压一声 房门打开 一个大约4岁的孩子 探出头来 爸爸 卧槽 儿子 狼哥猛逼了 这开门的孩子 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大儿子 爸爸你快来 妈妈在屋里哭呢 接下来大儿子的话 让狼哥瞬间觉得 一种不好的预感 油然而生 卧槽 啥情况 狼哥的儿子 这尼玛总感觉不对劲啊 狼哥儿子 为什么在这儿 进屋之后 狼哥又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正在客厅玩玩具 而自己的小女儿 还不满一岁 正在沙发上酣睡 进入屋内 狼哥立刻就听到了 卧室内传来的那阵阵声音 嘎嘣 这个声音 狼哥太熟悉了 是自己老婆李玲的 那叫声十股销魂 可狼哥 跟他结婚这么久 他跟自己 在一起的时候 从来都是兴趣趣趣 瞬间 狼哥什么都明白了 草泥马 狗男女 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狼哥 瞬间来到卧室门口 一脚 就把房门踹开了 碰 巨大的响声 似乎惊动了里面的人 全都面色一变地 看向门口 当狼哥看清 屋内的情形之后 他瞬间感觉天旋地转 目自欲裂 那眼神中 出现了浓浓的迷茫 但随后 就被无尽的愤怒取代 因为此时屋内 竟然有两个男人 一个女人 那女人脖子上 套着项圈 链子 正跟一条狗一样 趴在地上 身后 还插着一条尾巴 而两个男人 正在一前一后地羞辱他 女人是他老婆李玲 而那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 竟然是狼哥 现在的大哥孙正 另一个不认识 双方全都猛逼了 狼哥的眼神 好似能喷火一样 卧槽啊 什么情况 这泥马 玩得太嗨了 牛逼 太牛逼了 这女人看样子 很享受啊 这时候 狼哥的观众们 也有些明白了 这女人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他老婆了 狼哥 打呀 打死他们 这对狗男女 打死他们 可惜狼哥根本看不到 狼哥的小弟 也不知道怎么办 只能呆呆地站在那 李玲 孙哲 老子打死你们 终于狼哥震惊过后爆发了 他像是失去了 理智的野兽一样 冲进了屋内 本来以为 狼哥要大杀四方 可没想到 他冲得快 下一刻就被孙正 一脚给踹回来了 孙正人高马大 狼哥那有些瘦弱的身躯 哪里是他的对手 碰 孙正冷哼一声 最初的慌乱过后 神色淡定地开始穿衣服 另外一个男人 也没有丝毫害怕 反而目光诡异 李玲也是默默穿好衣服 狼哥被打 他连看都不看一眼 李玲 为什么 为什么 狼哥还想冲上去拼命 却再一次被孙正踹倒 随后孙正身边的男人 一脚狠狠踹到他肚子上 让狼哥疼得瞬间拱起身子 狼哥死死地盯着 这对狗男女 孙正却淡淡地开口 小贵 你说说 自从你跟了我 我让你吃亏了吗 我带你赚钱 给你买车 给你买房 你现在要对我动手 狼哥怒吼着 你逗我老婆 孙正 我要杀了你 孙正笑了 李玲也笑了 牛小贵 如果当初不是我主人吩咐 我会嫁给你吗 就凭你也配拥有我 李玲这番话里 透露出来的信息太多了 秦浩和直播间的观众们 全都惊呆了 卧槽 主人的任务 尼玛 我以为这玩意 只有小说里有 现实中真的存在啊 太会玩了 主人的母狗 我三观尽碎 狼哥也呆了 他不敢相信地 看着这个 跟自己结婚五年的女人 这一刻 狼哥终于明白了 原来秦浩没骗自己 原来他说的都是真的 李玲 我就问你两件事 我妈是不是你撞死的 我两个儿子 是不是我亲生的 既然你都看到了 那也不妨告诉你 大儿子是我前主人的 二儿子是现在主人的 只有小女儿 可能是你的吧 至于你母亲 当初我也不是故意的 面对狼哥那充满怒火 和疯狂的目光 李玲也没隐瞒 但是他的话 却透露出了更多的信息 大儿子是前主人的 二儿子是现在主人 小女儿是不是你的 还不确定 我二日尼玛 李玲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撞死了我母亲 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为什么 狼哥崩溃了 这次是真的崩溃了 原来秦浩说的都是真的 那个撞死自己母亲的人 真的是他老婆李玲 可这个女人 撞死自己母亲之后 竟然还嫁给自己 那是因为当初那人吩咐的 说起上一个人 李玲的目光中 竟然露出了谜罪 意外撞死你母亲 还嫁给你 然后给你戴绿帽 给主人生孩子 嗯 这下子不只是狼哥崩溃了 秦浩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崩溃了 这女人太狠了 这是什么三瓜 恶毒啊 潘金莲跟她比 就是忠贞烈女 太狠了呀 就在李玲目光痴迷的时候 下一刻 啪 孙政给了她一巴掌 李玲瞬间清醒 看到孙政阴沉的脸 竟然跪下讨好的妹笑 别生气嘛 人家现在是你的 孙政这才满意 随后看向狼哥 淡淡地道 小贵 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也不说什么了 今天这是你 就当没看到 以后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我保你赚钱 你看这个贱人 只要你有钱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不行就跟她离婚 孙政是不想把事情闹大 否则对她也有影响 在她看来 狼哥这种小混混出身的人 只要给她钱 没什么解决不了的 要不是李玲确实漂亮 而且听话 能满足孙政各种变态的要求 她也不会带狼哥赚钱 原本孙政以为 狼哥会继续不服气 继续闹 好 没想到狼哥似乎想通了一样 他脸上的疯狂和怒火 忽然消失了 给我二百万 这时就算了 那俩儿子你们带走 女儿归我 现在狼哥已经完全相信了 秦浩说的话 之前她跟自己说过 让自己对女儿好点 估计秦浩是知道 只有女儿是自己亲生的 甚至连李玲都不确定 女儿是不是自己的 可以 孙政很是满意 这才对吗 拿得起放得下 至于给你这二百万 就怕你有命拿没命花 日尼玛 狼哥你这么窝囊吗 你还是不是男人 这就不追究了 你他娘的傻逼吧 这女人这么对你 你能算了 你是蠢货吧 你脑子进食了 操 傻逼狼哥 狼哥直播间的观众们破防了 实在是他的行为太窝囊了 这女人都这么对你了 你还不砍死他 你们两个出去 今天的事情敢透露出去一点 老子要你们的命 孙政不知道 狼哥正在直播 狼哥的小弟 也是有点机灵的 他看到屋内情形之后 立刻把直播手机塞到袖子里 只露出摄像头 悄悄地直播 两人可是很清楚 孙政是谁的 黑白通吃的大哥 在凌晨不止是直播行业 各种地下产业多如牛毛 他们惹不起 听到孙政的话 两人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这下子 直播间的人也看不到了 靠 这狼哥真没骨气啊 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没中的东西 垃圾 垃圾啊 秦浩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是气愤狼哥的懦弱 但是更气的 却是那李林的无耻 孙政的嚣张 人各有志 好了 关了关了 秦浩微微摇头 对于狼哥的行为怎么说呢 面对孙政这种狼哥惹不起的人 似乎这个解决办法 是最好的 但该看不起 还是看不起 关了视频连线 秦浩摇摇头 忽然觉得狼哥是一个可怜人 好了兄弟们 接下来 我 秦浩正想接下来的直播内容 带水友们去看看 封都城是什么样的 结果却发现 自己的直播间 又又又被封了 对不起 因为直播内容违规 您的直播间 被封近七天 而且这次 直接是给自己封了七天时间 秦浩怒了 这次是真的怒了 很好 非常好 老虎不发威 你真当我是病猫啊 操 鲨鱼你牛逼 又封我浩哥是吧 孙伟呢 狗日的孙伟出来 这次肯定不是孙伟 我刚才看了 孙伟没在直播间 估计是鲨鱼超管经理封的 鲨鱼经理叫啥 蒋天 你要倒霉了 观众们也是非常生气 每次秦浩直播 开没多久 就被封了 而这些鲨鱼的高管们 也是够恶心人的 都是让他们看个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 才给封 要说最开心的 莫过于戴小妹了 戴小妹最开始 看到西北狼哥 找秦浩视频连线 就知道 这家伙是来搞事的 本来他想继续看的 可他今天还有活动 需要参加 是一个线上的采访 只能去参加活动了 等他采访结束之后 迫不及待地 打开秦浩直播间 却发现 他的账号被封了七天 呀 老天开眼啊 早就该封七天了 兄弟们 我回来了 今天非常开心 虽然不知道 秦天师的账号 为什么被封 但戴小妹就是开心 又愉快地开启直播 跟谁友们一起 打游戏去了 没多久 茄子给他打电话 戴姐啊 那什么 我求你一件事呗 茄子本来是想着 让戴小妹一起参谋参谋 给自己女儿 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她夫妻俩文化都不高 自己女儿要立牌子 供奉49天 柳家那边她联系好了 只要名字定下来 就可以 可她想不到 什么好的名字 就想找戴小妹问问 谁是你戴姐 你这个叛徒 哼 今后 我俩恩断一绝 哪里知道电话一接通 戴小妹就把茄子 臭骂了一顿 随后就挂了电话 在戴小妹看来 茄子就是个叛徒 当初说好 两人一起对付秦天师的 可她却叛变了 帮助秦天师演戏 无耻 呃 我怎么招惹她了 被挂电话的茄子 莫名其妙 随后想到了一个可能 估计是来大姨妈了 芽芽每次来大姨妈 也是喜怒无常的 但小妹指望不上 茄子就只能找其他人了 而此时 在摩都沙与总部 超管部门办公室 孙伟今天请假没来 她去江宁柳家 给自己老爹烧银钱去了 办公室内 蒋天正训斥着另一位 超管渡航 昨天都跟你说了 这个人一开直播 就给我疯 你没听到吗 蒋天很生气 昨天她就交代过了 只要晴天师一开播就疯 可今天 还是让她直播了一个小时 要不是自己来 对方还在肆无忌惮地直播呢 杜航很委屈 只说是自己没注意 她并没有说 是孙伟让她不要封秦浩直播间的 而且 杜航本人也是秦浩的粉丝 她深信秦浩 并且坚定不移 所以孙伟跟她说 今天不要封秦浩直播间 正中杜航下怀 至于经理骂两句 无所屌位 哪天不被骂 只要说自己没注意就行 毕竟一个超管 要管好多个直播间 下次注意 蒋天也没说什么 知道超管们工作累 但她却不知道的是 等蒋天离开后 杜航悄悄地将秦浩直播间的封禁时间 从七天改成了24小时 浩哥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您直播间的封禁时间 被修改为24小时 阴间 封都称 秦浩手机收到消息 他看了之后 忽然笑了 应该是孙伟干的 悄悄给我修改了封禁时间 这小子还行 直播间被封 秦浩猜测 应该是孙伟说的经理蒋天 老师这么被封直播间 也不行 秦浩得想个办法 正好去一趟通判司 查查这个蒋天的仙人在不在 顺便去等饭通和灵动 今天就可以拿回自己那缺失的一魂了 美滋滋 行走在封都的街道中 我就要拿回我那魂 可能是心情不错 前往通判司的路上 秦浩嘴里哼着歌 马上自己那缺失的一魂就要回来了 到时候 自己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一副恐怖的死人脸 也不用担心三个月后魂飞魄散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秦浩连直播间被封的事情 都暂时不在意了 现在账户里有足足220两英钱 支付饭通灵动20两劳务费 剩下200两 刚好可以购买一个鬼叉官职 鲨鱼平台所有的钱 全都体现到了天地钱庄账户内 足足220两巨款 活着的时候 很多人说 这辈子都不会去当公务员 可说这些话的人 是根本没机会去考工 活着咱没机会当公务员 谁知道死了之后 竟然要当上了 这不是美滋滋 到达通判司门口 并没有看到饭通和灵动 应该是时间还早 那哥俩估计是 还在阳间勾魂 没这么快回来 索性无事 秦浩就在附近溜达 大人 大人 大老远的就听到有人 在叫自己 转头一看 竟然是孙德胜 他跳着扁单 扁单两边挂着箩筐 箩筐内摆的 都是劣质香烛 正在街上贩卖 老孙 生意怎么样 哈哈 还行 我得感谢大人 昨天您找我之后 我给我儿子托梦了 他今天还给我烧了十两英钱 孙德胜很开心 他不知道秦浩的身份 但是他知道 秦浩绝对不简单 自己儿子给他烧十两英钱 一下子缓解了孙德胜很大的压力 你儿子很孝顺啊 这十两英钱 在阳间得不少钱呢 秦浩不知道 阳间烧英钱成本是多少 就算是自己直播的比例 十两英钱也得一万块 副辞自孝 孙德胜是个憨厚的老实人 小伟从小就是孝顺孩子 现在有钱了 等下个月 我就可以再去给他托梦 告诉他别给我烧英钱了 这孩子赚钱也不容易 什么时候结婚 给我老孙家生孙子 才是最重要的 老一辈人的思想里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儿子不烧英钱 孙德胜都不在乎 但没有后代 他很在乎 阳间生活压力大 你也理解孩子 秦浩呵呵一笑 你天天在这摆摊 你身后这店铺能同意 都在人家门口了 孙德胜摆摊的地方 是一个店铺的门口 这家店铺名字叫 叫 抱歉 是赚体字 秦浩不认识 嗯 孙德胜点头 指了指身后的店铺 满脸感激 这店铺是于小姐的 他心善 允许我每日在门口摆摊 只需要每月交二十钱就可以 可能是觉得秦浩会误会 孙德胜赶紧解释 一般在其他地方摆摊 像我们这种小商贩 每月最少要交六十钱 看得出来 孙德胜对这位于小姐很感激 秦浩点头 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扭头一看 远处一个贼头贼脑的身影 正悄悄地窜到自己身后 这死孩子怎么来了 看到那跟自己一样苍白的死人脸 脸颊上那诡异的腮红 秦浩就气不打一出来 之前在自己门口撒尿 那死孩子 这死孩子 看样子是准备背后偷袭自己 果然 和秦浩猜测的一样 死孩子悄悄地来到秦浩身后 手里拿着一块砖头 似乎准备给秦浩来一进闷砖 秦浩不为所动 依然跟孙德胜闲聊 可能是觉得 秦浩没发现自己 死孩子的嘴角 好似AK一样难压 臭小子 吃我一砖 他来到秦浩身后 猛地窜起身 手里的砖头 对着秦浩就抡过去 啪 早有准备的秦浩 怎么可能让他得逞 早就防着你呢 孙贼 如今秦浩的魂体 跟之前可谓是天壤之别 感觉身体中充满了力量 微微扭身 就躲过了死孩子的偷袭 随后反手就是一巴掌 将死孩子抽飞了 是真的飞到了隔壁街道去了 啊 你等着 死孩子满脸不敢相信地看着秦浩 怎么都想不到 他为什么能发现自己 你嘛 这死孩子的姐姐 不会还来找自己麻烦吧 想起那个红衣女子 秦浩就有些恐惧 上次被对方折磨得七孔流血 秦浩能不生气吗 肯定生气啊 可有什么办法 他根本就没能力去反抗 最后只能在人家道歉 拿出赔偿之后 选择稀释宁人 如果自己有能力 秦浩能善罢甘休吗 晦气晦气 不过没事 那女人也不是个 虎脚蛮缠的人 还是讲点道理的 这就好 唯一好的就是 那红衣女子 不是蛮横不讲理 秦浩提过 这死孩子这么疲 对方应该知道 应该不会再来找自己麻烦吧 被秦浩一巴掌山飞的死孩子 一屁股落在了隔壁街道上 哼 臭小子 你等着 死孩子也没表现出什么疼痛 只是满脸不服地起身 他顺着街道左拐右转 很快就来到了白虎坊中 某座巨大宅院门前 小少爷 门口有守门的下人 看到他弯腰问理 我二姐呢 死孩子傲然抬头 背着双手 要不是身上穿着脏兮兮 还有点富家小少爷的样子 二小姐在书房 下人一听这话 就仿佛知道了 这小子绝对又在外面惹事 被人揍了 回来找二小姐给他撑腰呢 死孩子 飞快地往书房跑去 下人摇头 哎 二姐 二姐 呜呜呜 二姐哇 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哭天喊地的死孩子 似乎受了很大委屈一样 哭得那叫一个凄惨 来到院内某座房间门口 推开门就呜呜呜呜地进去了 那该死的混蛋啊 二姐哇 她一巴掌就把我抽飞了 屋内 一名红衣女子 正安静地拿着一本书 她明眸的目光 始终在书本上 时而簇眉 时而舒展 女子的面容很是模糊 你能感受到她很美 但是却看不清她的容貌 听到死孩子委屈的话语 以及那哭天喊地的样子 女子不为所动 淡淡吐了一个字 滚 委屈戛然而止 死孩子眨巴眼睛 又开始了 二姐 你不喜欢我了 爹娘和大姐都不在 我被人欺负了 你都不管我 我可是 你亲弟弟啊 血浓于水啊 二姐 女子好看的凤眼 淡淡撇了她一眼 被气笑了 上次被你忽悠 去给你出头 结果是你招惹是非 这次你还想骗我 上次是我不对 可今天跟我完全没关系啊 我就在街上走着呢 那小子过来 就给我一巴掌 把我扇飞了 二姐啊 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死孩子虎头虎脑 那抹眼泪的样子 看着有些可怜 可女子却看得清楚 哪有什么眼泪 都是装的 对于自己这个顽劣的弟弟 他很是头疼 但疼爱是真的疼爱 叹了口气 女子轻声询问 打你的人是谁 就是上次揍我屁股那小子 他肯定是不服气 记仇呢 今天在街上碰见我 就揍我 死孩子来了精神 口吐飞沫地 开始捏造事实 在他的话语里 自己就是一个 无辜可怜的受害者 而秦浩 就是一个十足的恶人 女子文言醋眉 上次那件事 他心里有愧 没有分清事实 就去找人家麻烦 但后来也赔偿了对方 一粒养魂丹 养魂丹很珍贵 来之不易 女子自己都没几粒 自己赔礼道歉 对方还不依不饶 见面就做自己弟弟 这确实有点过分了 但他心里也在狐疑 因为自己 这弟弟嘴里说的话 可信度根本就不高 走 去看看 左右在家看书 也有些乏了 干脆出去走走 好嘞 二姐我带路 那小子应该还没走远 这两人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回来 通判司门口 秦浩左等右等 都没看到 林栋和范通两人回来 他甚至在想 这俩家伙 不会是打不过那厉鬼吧 好歹是地府的牛头马面 不会连一个厉鬼 都打不过吧 他们要是打不过对方 那我那一魂 不是没戏了 摇摇头 觉得这个可能性 应该很低 反正今天也没其他事情了 秦浩就在这等着 顺便等他哥俩回来 让他们带路 去引荐下中奎 在通判司买个鬼差 地府鬼差人数 到底有多少 秦浩不知道 但大致可以分为几个衙门 巡查司 通判司 赏膳司 伐恶司 轮回司 所有鬼差 都隶属于这五大衙门下 巡查司负责城外 阳间巡查 通判司负责城内治安 赏膳司 伐恶司负责审判 一生功过 轮回司主 轮回转世 不过不过是哪个衙门 鬼差都需要去阳间勾魂 因为这是主要职责 姐姐 那小子在呢 远处的声音充满了兴奋 秦浩听到之后 立刻就无语了 这死孩子 真叹娘的是记仇啊 风景 扯呼 呆 那小子别跑 死孩子见秦浩 似乎准备跑路 立马急了 拼了命一样 跑到秦浩面前 嚣张跋扈地指着他 臭小子 想跑 你到底想怎样 秦浩无语 红衣女子不履轻柔地来到近前 再一次见到他 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这姑奶奶 可是个狠人啊 范通和灵动之前那意思 十殿阎王见到这女人 都得给她面子 足以见得她的身份不简单 最主要的是 她捏死自己太容易了 那啥 姑娘 我看你也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这小子 今天无缘无故地拿板砖 从背后偷袭我 被我一巴掌扇飞了 我也不知道是她 早知道是她的话 我就让她敲一桩好了 跑尸肯定跑不掉了 这女人太恐怖了 还不如直接说 爱砸砸地 呸 谁背后偷袭你 明明是你莫名其妙打我 姐姐 别听她胡说 快揍她 死孩子急了 她生怕 姐姐相信了秦浩的鬼话 到时候挨揍的 估计就是自己了 被秦浩扇一巴掌 她屁是没有 但是被自己姐姐扇一巴掌 她能疼好多天 红衣女子面容看不清楚 但她的声音 却如黄梨般 清脆好听 你说她偷袭你 如何证明 那边摆摊的摊贩能证明 秦浩指着不远处 正在摆摊的孙德胜 好 女子点头 随后她对着孙德胜那边 轻声说了句话 孙师傅 你过来一下 声音虽然轻 但远处摆摊的孙德胜 却听得很清楚 她抬头看了下四周 发现女子的身影后 立刻就跑了过来 于小姐 您找我 嗯 女子点头 询问刚刚店门口 关于秦浩和死孩子的事情 嗯 我看到是这位小公子 从背后偷袭这位大人的 孙德胜是个老实人 不会说谎 将事情完整地告知 知道了 女子点头 随后目光看向了死孩子 而死孩子在孙德胜过来的时候 心里就直呼不好 等孙德胜说完 他小小的身躯 立刻就准备好溜之大吉 咦 小朋友别走啊 秦浩咧嘴一笑 在死孩子要走的时候 将他拦住 你 臭小子 你让我走 咱俩的账两清了 死孩子似乎知道 自己不跑的话 今天要挨打 所以跟秦浩求饶 现在知道求饶了 早干嘛去了 秦浩坏笑 一把抓住死孩子的手 果然 下一刻 女子也发现了他要跑 哼了一声 他右手抬起 死孩子的身躯 就不受控制地飞向了他 二姐 我错了 我错了 二姐 别打我 呜呜 求你了 我真的错了 女子不闻不问 抬起手在他屁股上 就扇了两下 啪 啪 哎呦 哎呦 疼 呜呜呜 直接把死孩子打哭了 这回是真的哭了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说谎 回家去 闭门撕过一个月 女子抽了他两下 死孩子有气无力地 呜了一声 随后满脸痛苦地捂着屁股走了 临走的时候 还回头恶狠狠地瞪了秦浩爷 他威胁道 臭小子 咱俩的是没完 嗯 女子猝眉 死孩子脸色一变 瞬间溜之大吉 等他跑没影 女子才无奈摇头 随后目光看向秦浩 不好意思 设地顽劣 给你添麻烦了 我倒是没事 不过他这性子 要是在城内欺负其他人怎么办 这死孩子的性格 绝对是被惯坏的熊孩子 到处惹是生非 不会 七七虽然顽劣 但不会欺负普通人 可能是个例外 女子也想不通 为什么自己弟弟 就跟秦浩这么不对付 以前他虽然也顽劣 但也只是顽劣 不会去欺负别人 算了 秦浩也不想跟他多说什么 惹不起 老子还躲不起吗 女子看着通判司衙门 你在这里等人吗 嗯 秦浩点头 你是找了通判司的人 帮你去羊间拿丢尸的一魂 你怎么知道 秦浩愕然 这女人调查自己了 我叫于贤 于贤没回应秦浩的话 只是告知了自己的名字 说完他转身就离开了 搞得秦浩莫名其妙 这么装的吗 按照惯例 你不也得问问我的名字吗 我叫秦浩 他对着于贤的背影大喊着 但是喊完就后悔了 干嘛要跟他说自己名字啊 万一那熊孩子 以后找自己麻烦 不是更容易了 远处的于贤 听到秦浩的声音 嘴角微微翘起 身影消失在街道上 哎呀两位哥哥 你们可算是回来了 小弟想死你们了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秦浩总算看到 范通和灵动二人回来了 秦兄弟 我二人对不住你 看到秦浩 范通脸色异常 甚至有些愧疚 秦浩心里咯噔一下 出什么事了 范通不知道怎么说 还是灵动开口 秦兄弟 今日我二人去你身亡的地方 找寻那厉鬼 却一无所获 那厉鬼根本不在 所以 没能帮你拿回那一魂 秦浩还以为 两人是没打过那厉鬼呢 原来是没找到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怪不得二人 摆摆手 嗨 无碍无碍 二位哥哥莫要自责 范通是一个憨厚认死里的人 秦兄弟你放心 虽然没找到那厉鬼 但我也知道对方是谁 正在拖其他衙门的牛头马面 留意对方位置 那厉鬼是谁 秦浩很好奇 当初弄死自己的厉鬼 到底是谁 灵动解释 我兄弟二人 在附近询问其他鬼魂 得知那厉鬼 名叫厉鬼 乃是地府通缉鬼魂 十几年前 从地府逃到阳间的厉鬼 地府通缉犯 地府的鬼 还能逃到阳间 秦浩猛逼了 这尼玛可是地府啊 还能让鬼魂 逃到阳间去祸害人 呃 一般在丰都城内的鬼魂 是不会到阳间的 但是那些 在城外的 有很多都逃到了阳间 这我们也管不了 毕竟阴间太大了 他们从哪里跑到阳间 我们也不清楚 灵动说出了地府一则密文 虽然说得很隐晦 但秦浩可明白了 合着在丰都城内守法的凉鬼 地府就能管 那些无法无天的厉鬼 地府就管不了 那这地府也不行啊 看样子 当时他死的时候 应该是赶上了对方 正好到丰门鬼村 也可能是自己直播的动静 惹到了对方 倒霉的自己 被那厉鬼一巴掌拍死 想了想 秦浩问二人 那厉鬼很厉害吗 如果我成了鬼差 自己去找他能打过吗 饭通摇头 劝慰道 兄弟你别想不开 鬼差只是最低等的地府官吏 只是踏入了神职的入门 对付一般小鬼还行 达到厉鬼级别的 根本不是对手 不过等你达到我二人这级别 对付厉鬼就没问题了 灵动似乎看出了秦浩的想法 秦兄弟 哥哥知道你怎么想的 就算你成为鬼差 也不要去招惹厉鬼 那些东西凶残得很 而且 但凡达到厉鬼级别 背后肯定有鬼将 甚至鬼王撑腰 到了鬼王那级别 只有无常大人出动才行 你且安心 带我们 查到那厉鬼藏身的地方 就请咱通判司的无常大人 出手帮你 不过前提是 你得成为咱通判司的人 通判司的无常 秦浩有些疑惑 黑白无常 不是听命于崔判官吗 什么时候成咱通判司的了 范通哈哈一笑 你说的那是七爷和八爷 很久之前 地府只有这两位无常大人 在轮回私任职 在神话传说中 白无常本名谢必安 人称七爷 黑无常本名范无旧 人称八爷 如今在地府中 所有人提起这二位 都是称作七爷和八爷 可是后来 随着地府扩大 人间人口增加 帝尊大人扩充地府神职 黑白无常的职位 就增加了很多 按照杨坚的说法是 每个城市 都有自己的黑白无常 虽然黑白无常 按理说都隶属于轮回私 但其他衙门也有 咱通判司 自然也有黑白无常 不过虽然都是无常职位 但实力却相差很大 整个地府最强的 还是七爷和八爷两位 只是这二位爷 已经闭关多年 提起这两位 范通和灵动 眼神中透露着崇拜 秦浩这才算明白过来 和这地府的黑白无常 也有这么多 那咱通判司的黑白无常 是哪两位 厉害吗 秦浩黑黑一笑 范通也黑黑一笑 我只能跟你说 咱们的白无常很强 非常的强 连钟魁大人 都对他称赞有加 至于黑无常嘛 暂时空缺 游戏 这么一说 秦浩就放心了 不怕你强 就怕你不强 那啥 最关键的问题啊 如果想请咱衙门的 无常大人出手 得花多少钱 人家都是无常了 对付一个厉鬼 那都算是欺负鬼 请对方出手一次 估计不简单 范通挠挠头 呃 这我二人就不清楚了 咱这位无常大人的脾气 怎么说呢 呃 脾气很古怪 也是了 能成为无常的 肯定是强者 脾气很差的那种 既如此 那就拜托二位哥哥了 你们也知道 没那一魂 小弟也只能活三个月 三个月啊 对于鬼来说 弹指一挥间 三个月后 他就魂飞魄散了 不不不 之前跟你说你 只有三个月 但是现在 你的魂体强度来说 起码能活一年 灵动似乎有些羡慕 养魂丹啊 给你吃可惜了 秦浩翻白眼 什么话这叫 自己被于贤差点弄死 后来他给了自己 一粒养魂丹的事情 这二人是知道的 秦浩黑黑一笑 从兜里掏出来 一张二百两的钱票 二位哥哥 请你们帮我通报杜先生 小弟准备捐献 二百两英钱 为通判司做贡献 换取一个鬼差名额 卧槽 你这么快就攒够了 范通和灵动 瞬间猛逼了 这才多久啊 三天都没有 秦浩就攒够二百两英钱了 你去城外抢劫了 范通好奇 秦浩无语 什么话 就我这若鸡的小鬼 去城外 那不是被人家抢的份吗 这话没错 范通点头 随后狐疑地看着秦浩 你是不是去怡春院 当兔哥去了 地府之中 有不少权贵之家的人 都有龙羊之好 所以地府青楼中 不只有女人 还有那些兔哥 秦浩虽然一脸死人样 但不可否认 长得细皮嫩肉的 而且这虚弱的样子 更能让一些死鬼 产生联系之情 杨坚俗称搞戒 秦浩感觉自己 被人鄙视了 当时就怒了 要跟范通拼命 老范 你压侮辱我 老子跟你拼了 唉 都是兄弟 都是兄弟 灵动哈哈一笑 拉着秦浩就进衙门 走走走 我带你去见杜先生 秦浩啊 不错不错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觉悟 知道地府衙门有难处 愿意捐献殷钱 为地府做贡献 嗯 我地府之中 就缺你这种有知之事 恰好我通判司 今日鬼差人手不足 你就在我通判司任职吧 衙门大殿内 当秦浩将二百两英钱的银票 奉上后 杜平假意推辞一番 就收下了他的银票 并且对秦浩十分地称赞 而作为回礼 杜平交给秦浩一块令牌 漆黑古谱的令牌 上面写着一个撰体的鬼字 很奇怪 秦浩明明并不认识撰体字 但拿到令牌之后 却知晓那个字念什么 此乃鬼差令牌 一会让灵动 教你融合令牌 再让他带你领取鬼差法器 秦浩 本官看好你好好做事 勉励了秦浩一番 杜平的身影就消失不见了 秦兄弟 恭喜了 今后咱兄弟就彻底是自己人了 饭通黑黑一笑 好说好说 一会小弟做东 请二位哥哥去吃一顿 终于是当官了呀 地府鬼差呀 从今天开始 咱也是在地府有身份的人了 那正好 今日咱兄弟三个不醉不归 我先教你融合鬼差令牌 这可是你唯一的身份标识 此令牌融合之后 可以获得一份修行之法 而且令牌内也会告知 你身为鬼差需要做的事情 勾魂锁和鬼差制服 等会我再带你去领取 灵动哈哈一笑 开始教秦浩 融合鬼差令牌 没一会 秦浩就融合完成了 过程很简单 滴一滴写到令牌上 随后秉系名神 跟令牌产生某种旋而又旋的沟通 下一刻古朴的漆黑令牌中 绽放一道七彩光芒 随后令牌直接进入了秦浩身体中 消失不见 紧接着 秦浩的脑海中就出现了很多信息 好似醍醐灌顶一般 很多以前他不知道的东西 现在全都知道了 这鬼差令牌 可以叫做阴间百科全书了 什么信息都有 鬼差令牌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制作 秦浩心念一动 令牌就出现在手中 再心念一动 令牌就消失了 好似身体的一部分一样 有了这块令牌 秦浩就可以开启鬼门关 随时前往阳间了 不过身为鬼差 他也不能随意离开阴间 只能在勾魂的时候 才能打开鬼门关离开 老爹 令牌就是你的第二生命 如若令牌被剥离 那你也将魂飞破散 范通提醒 秦浩点头 知道了 其实这令牌还有一个妙用 令牌中有一个戒子须弥空间 可以存放一些物品 比如法器 随身物品之类的 灵动又告知了 秦浩鬼差令牌的一个妙用 秦浩尝试沟通令牌 果然有一个空间 大概有个20平方米 很大了 真是神奇啊 哈哈 等你晚上回去再慢慢研究吧 我先带你去领法器和制服 没错 一会咱哥仨去老羊牛肉馆喝一顿 我跟你说 这家的牛肉 做的那叫一个地道 范通和灵动 带着秦浩去领取了鬼差的法器 一条看起来平平无常的锁链 看不出来什么材料 勾魂锁 鬼差必备法器 还有一套制服 通体黑色 一身牙翼官服 和当初带自己到丰都的 那个鬼差穿的一模一样 换上制服 还别说 老弟你这容貌 颇为俊俏 灵动眯着眼夸赞 那是 秦浩洋洋得意 花了二百两英钱啊 能不俊俏吗 今日饭通灵动去杨坚勾魂 所以并不在当职 三人一起去街角不远处 一家名为老羊牛肉馆的小馆子里 吃了一顿 花了秦浩二两英钱 价格还能接受 吃饱喝足 和两人告别 秦浩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 他就继续研究鬼差令牌 秦浩有一种紧迫感 因为接受了鬼差令牌灌输的知识 他才知道自己这种丢失一魂的鬼 到底多危险 所谓三魂七魄 缺一不可 否则会被法则认定为不容之人 是天地不容那种 一魂丢失 如若三月之内拿不回来 会被法则之力绞杀 魂飞魄散 魂体凝食者 可活一年 饭通和灵动 没骗自己 整个鬼差令牌 相当于一部阴间百科全书 介子虚迷空间之外 还相当于任务接收器 简单来说就是 一旦有情号去勾魂的任务 鬼差令牌中就会告知他 什么时候 什么时辰前往什么地方去勾魂 简单 快捷 方便 就好似有一个庞大的服务器 利用大数据计算技术 将各种任务 下发给每一个鬼差 没有任务的时候 秦浩只需要每日去通判私报道就行 而且成为鬼差之后 秦浩身体中竟然出现了神力 这是地府神职人员 特有的力量 是一切地府神职人员的根基 按照鬼差令牌的说法 一般地府神职人员 每获得一个级别的地府神职 就会自动获得不同等级的神力加持 普通鬼差获得的神力加持最少 鬼差只是地府神职最低等的职位 后面还有寻方鬼差 牛头马面 黑白无常 地府阎望 在后面 就是地府各方大佬了 十大英帅 五方鬼帝 以及那传说中的丰都大帝 实际是这么分的 可每个阶段的神职人员实力却不一样 就好比同样是鬼差 同样是牛头马面 黑白无常 但两人的实力 却不是一个等级的 这是后天自己修炼的成果 原来鬼也有这么多等级划分 鬼的等级划分为 游魂 凶灵 恶灵 厉鬼 鬼匠 鬼王 嗯 普通鬼差最多能面对兄灵 恶灵我见了都得跑 牛头马面两人一起 能轻易拿捏恶灵 面对厉鬼 熟弱熟强 也不好说 黑白无常就恐怖了 最弱的黑白无常 都能轻易捏死鬼僵 但是打不过鬼王 可强大的黑白无常 能跟鬼王一较高下 这些信息很重要 秦浩牢牢地记住 不过正因为了解了 他才知道 自己想要拿回那丢失的一魂 有多难 那厉鬼是这儿八经的厉鬼 貌似还是个很强的厉鬼 范通和灵动二人 秦浩不知道有多强 但二人都没什么必胜的把握 实在不行 只能去请通判司的白无常出手了 白无常的实力强得可怕 轻易捏死鬼将 区区厉鬼 挥挥手就灭了 不是说有一部修炼功法吗 之前范通说 鬼差令牌中会有修炼之法 这也是神职人员最重要的修炼之法 不过 大家的修炼之法都是一样的 在这里啊 鬼差修炼大权 姓名 秦浩 职位 鬼差 功法 鬼差修炼大权 加 这面板信息看着很舒服 是出现在鬼差令牌上的 方便秦浩查询自己的信息 鬼差修炼大权 和小说中描写的 其实差不多 每日坚持修炼 那天地灵气进入身体 这修炼之法 也没什么太深奥的地方 可下一刻 秦浩就眼睛瞪大 因为他在这修炼之法的后面 看到了一个加号 这是什么意思 秦浩有些狐疑 心念一动 在加号上点了下 是否消耗二百两英钱 升级功法 功法还能升级 二百两英钱 升级功法 坑爹啊 这尼玛 到底是谁想出来的馊主意 老子二百两买个关 还要花二百两去升级功法 秦浩感觉自己 好像被坑了 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杀猪盘 被人当成猪杀 谁能想到啊 地府这么坑 一个修炼功法 竟然还要花钱升级 这就好比 有一款游戏 秦浩好不容易抢到的 进入游戏的通行证 结果进去才发现 这游戏 尼玛连呼吸都要花钱 爱玩玩 不玩滚 没钱玩你麻屁 这比梦幻都坑人 虽然很坑 但也没办法 这应该就是地府独有的特色了吧 任重而道远啊 想要升级功法 还是得努力直播赚钱 自己现在身上就十八两了 别说升级功法 秦浩还得攒钱 到时候 万一饭通灵动二人 不能帮自己拿回那一魂 就只能去找通判司白无常 请对方出手 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呢 所谓的鬼叉修炼大权 其实就是一个修行的功法 也不是很玄傲 秦浩看了一遍 就知道该怎么修炼了 这只是一本最基础的修炼功法 没有任何其他攻击手段 按照修炼方法开始修炼 周围若阴若无的灵气 开始想自身汇聚 但是这个汇聚的速度 非常的缓慢 功法的好坏 应该就是吸引周围灵气的速度快慢吧 最低级的鬼叉修炼大权 汇聚灵气的速度 实在是太慢了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秦浩根据鬼叉令牌中的信息猜测 自己想要突破一个等级的实力 起码需要一百年 离谱 这么修炼肯定是不行的 只能克金了 坑爹的地府啊 明天才能继续直播 不过现在成了鬼叉 倒是能自由出入封都城 到时候可以安排下 去黄泉路那边直播 唯一的好处是 成了鬼叉之后 秦浩可以自由出入封都城 今天很多观众还在说 让秦浩带他们去看黄泉路 彼岸花 望香台呢 到时候都可以安排一波 不过有件事的 先去做了 鲨鱼直播的超管经理蒋天 每次开直播都被封 这也不是个办法 必须要解决这个事情 外面已经宵禁了 但是身为鬼叉 是可以无视宵禁 在外自由行走的 这也算是神职人员的特权之一了 来到通判司 秦浩轻车熟路地进入衙门中 他准备去阴间户口部 查询下蒋天仙人的信息 站住 你哪个衙门的 到通判司门口 并没有发现有人指手 秦浩直接进入衙门中 往大殿走去 刚到大殿门口 还没进去 一名鬼叉就从侧面出来 拦在了秦浩身前 这是一个胖子 肥嘟嘟的脸上 红光满面 漆黑的鬼叉制服 穿在他身上 好似随时都能撑抱一样 看着秦浩 眼睛里透露着一抹审视 你是哪个衙门的鬼叉 为何深夜 到我通判司 胖子质问秦浩 秦浩也没多想 抱拳道 在下秦浩 今日刚到通判司当差 敢问兄弟尊姓大名 新来的 嗯 胖子看了他一会 似乎相信了秦浩的话 点点头 急疤啊 你怎么骂人 秦浩生气了 好歹咱以后也是同僚 你小子张嘴就骂街 那哥可不惯着你 碰 秦浩一拳就挥了上去 直接把胖子打得哀忧一声 随后直接倒地 为何打我 胖子似乎有些恶然 更多的是想不通 骂街还有理了 打死你个魂球 咱现在好歹也是有身份的人了 你压上来就骂我 这不削你 哎呦 别打了 别打了 我何时骂你了 你 你不讲道理 看着魁梧的胖子 但是却被秦浩按在地上捶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 秦浩都无语了 就你这样的 还当鬼差 哎呀兄弟 误会 误会了 你说你也是 自曝性命你说清楚啊 我还以为你骂街呢 话说吉巴 不是 老八 也不对 小吉吉 呃 小八呀 给你请名字的人 是不是跟你家有仇啊 许久之后 大店门口 秦浩满脸歉意地 给吉巴道歉 我这名字 有何不妥 吉巴捂着脸 哀悠哀悠的叫唤 虽然是鬼 但他还是被秦浩打得鼻青脸肿的 人家本来就胖 你还这么打我 吉巴心里满是委屈 对不住对不住 秦浩呵呵一笑 也不继续纠缠这个问题 反而问道 小吉吉啊 你这大晚上不回家 在衙门干嘛 宵禁之后 通判司也不需要人守护 吉巴文言 脸上满是忧愁 我不想回家 我姐总是骂我 偏偏我还打不过他 从小到大 他就一直欺负我 抢我的英米 零瘦肉 所以我就发誓 总有一天 一定要打败他 所以我就花钱到通判司 买了个鬼叉 想要好好修炼几百年 再回去击败他 秦浩无语了 你这话说的鬼才信啊 你这一身肥肉怎么来的 你姐姐还抢你的英米 零瘦肉 吉兄莫要苦恼 小弟这里有街角老杨家的牛肉 还有今日刚下来的贡果 还有一瓶好酒 你姐尝尝 论如何跟一个吃货交朋友 那就是拿出好吃的 这老杨家的牛肉 再风斗一绝 怎么好意思呢 吉兄说什么话 你我二人虽有误会 但我一看到吉兄就知道 你是个心胸宽广 不拘小节的人 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 没准以后还要一起去勾魂呢 秦浩呵呵一笑 吉巴一想 似乎也是这个道理 嗯 这个秦兄弟不错 是个好人 值得深交 那我就不客气了 吉巴美滋滋地接过秦浩 递过来的牛肉 酒水 供果 你买鬼差花了多少钱 秦浩有些明白了 能当鬼差的都不是穷人 毕竟二百两英钱 不是一个小数目 但是他也知道 也不是所有鬼差 都是花钱买的 大部分还是通过选拔进入的 不过这种鬼差 都是精锐 像秦浩这种若鸡 只能是靠花钱进来 兄弟 我跟你说 你可别告诉其他人 我托人找了中魁大人 花了足足三百两呢 我听说 别人想要静通判思 最低得四百两 说到这个 吉巴四有得意之色 似乎自己没做冤大头 哦 你还有中魁大人的关系 失敬失敬 好说好说 要是让他知道 自己只花了二百两就进来了 会不会崩溃啊 这兄弟是个凤厨 正所谓有凤厨的地方 必定有卧龙 就是不知道 卧龙兄在哪 吉巴捂着脸 很是好奇 秦浩 你晚上到衙门来干嘛 我来查个人的信息 谁得罪你了 吉巴黑黑一笑 兄弟我不是吹牛啊 我在丰都城 还是有些关系的 谁要是得罪你了 跟我说 兄弟帮你 是一个阳间的人 这小子封了 我在阳间的产业 秦浩哈哈一笑 卧槽 你在阳间有产业 吉巴震惊 随后好奇 秦兄你是来自阳间吗 阳间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让秦浩很奇怪 你不是来自阳间吗 地府的人 不都是阳间死了之后来的吗 不不不 地府 尤其是丰都城内 很多人其实都是阴间出生的 吉巴摇头 秦浩猛逼 阴间出生的人 原来地府中的人 并不是所有都来自阳间 秦浩一直以来 都对地府有一个误解 那就是地府中的鬼 全都是阳间来的 其实不然 按照吉巴所说 丰都城内 其实有很多人 都是土生土长的地府中人 这些人出生在地府 从小长在丰都城 一辈子都没离开过丰都城 鬼还能生孩子 秦浩惊呆了 吉巴也惊呆的 呆愣愣地看着秦浩 我等身为鬼族 乃三界六道认可种族 为何不可生育 嗯 不说这个了 吉兄你慢慢吃 我去查点信息 不打理吉巴 秦浩转身 进入大殿中 阴间户口部还在桌子上 他上前翻开户口部 开始查询自己想要的信息 有喝 这蒋天的仙人还不少 竟然还有在丰都城外当强盗的 既好关于蒋天仙人的信息 秦浩觉得自己 似乎卡了一个bug 上次来查询信息 他花了六两英钱 查了三个人的仙人信息 而这次夜晚来查 因为杜平不在 所以并没有人找他收钱 那岂不是说 以后只要趁着萧静来查信息 就能省下这笔钱 嘿嘿 除了大殿中 吉巴也吃完了秦浩给他的牛肉和酒 看秦浩出来 颇为感激 秦浩兄弟 你名副号码是多少 给兄弟留一个 明日我联系你 请你吃饭 看样子 吉巴是准备 今天就在通判司待着 不准备离开了 也不知道他嘴里的那个姐姐 到底多恐怖 让他连家都不想回 啥是名副号码 这是个什么东西 名副手机啊 你没有吗 吉巴一愣 随后他竟然从身上 掏出来一个智能手机一样的东西 品牌竟然是一个烂苹果 你看 这是我昨日刚买的烂苹果 据说是西方那什么不思发明的 比咱们这边那个摇摇领先的要好用 嘿嘿一笑 吉巴略微得意 我去 差点忘记了 地府是有手机的 秦浩猛逼了下 猛然想起来了 之前在街上看到过 地府是有手机售卖的 呃 吉兄 在下没有手机 自己的手机是阳间的 除了能用鲨鱼直播软件之外 其他什么功能都没法使用 吉巴叹了口气 似乎没想到 秦兄你这么穷吗 连个手机都买不起 不会说话 你就滚远点好好吗 秦浩翻着白眼 转身就向门外走去 懒得跟着死胖子说话 心累 见秦浩有些生气 吉巴觉得自己似乎说错话了 哎呀秦兄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穷 只是说你没钱 不是 其实我是想说 你虽然穷 但我也不会看不起你 哎哎哎 秦兄别动手 我理解 你这个穷人的想法 莫要自卑 我吉巴交朋友 不在乎他有没有钱 不知道为什么 秦浩觉得心很累 他忽然就理解了 为什么吉巴的姐姐 要每天揍他 就这样的货色 打死了才好 秦兄 明日我请你去品香阁呀 秦浩白白手 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通判司 吉巴看着他 似乎有些落魄的背影 喃喃自语 我刚才的话 一定伤了秦兄的自尊心 他虽然穷 但却是一个好人 青龙方 秉自胡同6231号茅草屋前 棒棒棒 沉重的敲门声 在深夜响起 下一刻屋内 出来一名约莫50多岁的妇人 妇人面容 带着惊恐地 看着站在门外的鬼差 大人 你有什么事情 你是牛玉玲 你儿子叫蒋天 是的 大人我是牛玉玲 我儿子 难道也死了 牛玉玲忽然哭了 鬼差深夜来 肯定是自己儿子出事了 我的啊 你今年才40多岁 怎么叫 无 秦浩无语了 我什么时候 说你儿子死了 摆摆手 停 你儿子没死 啊 牛玉玲呆愣了下 随后脸上露出了笑意 儿子没死就好 没死就好 但下一刻 秦浩的话 让他脸色瞬间就充满了恐慌 虽然他现在没死 但是也快了 大人 我儿子到底怎么了 牛玉玲满脸恐慌 其他的你别问 我就问你 想不想你儿子活下去 秦浩淡淡地开口 牛玉玲连忙点头 这可是鬼差啊 他说的话 能有假吗 自己儿子 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但是鬼差大人的意思 显然是 准备就自己儿子一命 这是大恩 你儿子做了错事 我们衙门有一位叫秦浩的大人 在阳间的产业被他封了 这是一两英钱 明日宵禁结束之后 你立刻去轮回司 给你儿子托梦 告诉他不要针对秦浩大人 不然 大人生气的话 后果我可就不敢保证了 扔了一两英钱给牛玉玲 秦浩看得出来 他的日子过得并不好 从阴间户口博上查到的消息 蒋天的母亲去世 父亲还在世 而蒋天的爷爷奶奶 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没去投胎 反而后来因为付不起房租 被赶出了城外 后来这夫妻二人 竟然在城外打劫 被通判司抓了 关了几年放了后 就又赶出城去了 如今不知所踪 好好 大人您放心 我一定跟我儿子说 牛玉玲感激之下 直接给秦浩跪下 去轮回司托梦 花不了多少钱 顶多十钱就够 可这位大人 直接给了他一两英钱 绝对的好人啊 这臭小子 竟然敢得罪阴间的大人 幸亏这位秦浩大人不计前嫌 派人来找我 在牛玉玲看来 自己儿子得罪了那位秦浩大人 人家想弄死他 有的是办法 可人家没有 反而是派来鬼叉 让他找儿子说这件事 就是要给他儿子一次机会 还给了他一两英钱 秦浩大人是好人啊 老公 还不睡啊 快了 你先睡 我忙完手里的工作 魔都 一间大约六十平米的房子 客厅中 蒋天正在电脑前 噼里啪啦地敲打电脑键盘 妻子虽然心疼蒋天 但也知道他的工作 只是给他热了一杯牛奶 放在他身边就去睡了 作为一个在魔都 飘了二十多年的人 蒋天才在三年前 在魔都买了房子 虽然只有六十平 两间卧室 一个不能算客厅的客厅 但却是他一点点奋斗来的 自己老婆和孩子 三口人住也凑合够 老父亲住在乡下 不愿意到大城市来 母亲当年去世 让蒋天备受打击 乳腺癌晚期 发现的时候 也根本治不了 为了不拖累蒋天 母亲牛玉玲 当时说什么也不治疗 用他的话来说 哪怕是死 都不能给儿子增添负担 这是蒋天心里一辈子的痛 要不是那个擎天师 我至于这么晚还加班吗 蒋天今天加班 完全是擎天师造成的 今天他的直播内容 彻底在网上炸了 全网都是关于他今天直播 跟那个叫什么 西北天狼的主播连迈 两人视频连迈的直播内容 都冲到了热搜上 因为太炸裂了 西北天狼的老婆 开车撞死了他母亲 最后还嫁给他 还是他主人交代的 生了三个孩子 两个儿子全都主人的 这迷马 整个鲨鱼都炸了 王子山都知道这事 让蒋天立刻联系人 控制舆论 不要波及到鲨鱼平台 搞得他半夜 还在联系各大媒体 删除相关热搜什么的 这都是公关部该干的事情 我一个超管部门经理负责 这擎天师啊 太可恶了 完成了工作 已经是深夜两点多了 总算是把各种 对鲨鱼不利的因素 全都抹除了 蒋天很累 准备回屋去睡觉 可以起身 蒋天忽然觉得 一股强力的疲惫感袭来 人就倒在了桌子上 他只觉得 面前天旋地转 周围环境忽然变化 自己仿佛出现在了 一个混沌地带 四周没有任何光亮 儿子 儿子 就在这时 蒋天身后忽然出现一个 让他无比熟悉又怀念的声音 他猛然转身 紧接着眼泪就出来了 随后扑通一声跪下 抱着那人就哭了 妈 我好想您啊 蒋天感觉自己在做梦 但是这个梦 他不愿意醒来 去世多年的母亲 终于在梦里相见 他这辈子最愧疚的人 就是自己母亲 从小母亲省吃俭用 跟父亲供他读书成长 可在母亲癌症的时候 自己却根本无能为力 拿不出钱来治疗 而母亲为了 不成为自己的负担 直接放弃治疗 妈 我对不起你 呜呜 跪在母亲面前 抱着她的腿 蒋天哭得像个孩子 在家里 她是顶梁柱 在公司她是部门经理 在孩子面前 她是父亲 但只有在自己母亲面前 她才是个孩子 一个能哭 能撒娇 能肆无忌惮的孩子 妈 你在下面过得好吗 我每年都给你烧纸钱 够用吗 牛玉玲也十分激动 她其实早就想 给自己儿子托梦了 但是她没钱 轮回私托梦 只需要十钱就可以 每月可以托梦一次 当然如果你想托梦 第二次也行 价格翻十倍 第二次托梦 需要一两英钱 本身自己在风都城 都只能靠着给人做工 接点左邻右舍 缝缝补补的工作 勉强度日 每个月挣的钱 刚好够自己交房租的 想给儿子托梦 倒不是让她给自己烧纸钱 纯粹是想念儿子 可她实在没钱 脸上露出宠溺的表情 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头 儿啊 妈也想你了 我在下面过得挺好的 你不要担心 掀起来 我不 我不起来 蒋天竟然开始撒娇 牛玉玲呵呵一笑 你这孩子 还跟小时候一样 孩子 我有正事跟你说 你掀起来 做梦还能说正事 蒋天心里疑惑 她其实很清楚 自己这是在做梦 但是又感觉这个梦好真实 面前的母亲 面容如此清晰 跟以前做梦完全不一样 一般人做梦的时候 梦中出现的人 都是那种看不清面容的 而且很多人晚上做梦 第二天早起 就会忘记梦里的内容 只会依稀记得 自己好像做了一个梦 但是梦里是什么内容 完全没记住 儿子 你是不是得罪了一个 叫做秦浩的人 牛玉玲时间不多 赶紧说正事 秦浩 蒋天疑惑了下 随后仿佛想起了什么 那个擎天师 不就叫秦浩吗 他不是死了吗 母亲怎么会问这个事情 他怎么会知道秦浩的 这个梦太混乱了 见蒋天疑惑 牛玉玲仿佛猜到了 他心里的想法 儿子 你现在不是做梦 是我在给你托梦 我接下来说的话 你一定要记住 那位秦浩大人 是在地府当差的 职位很高 今天秦浩让鬼差去找我了 秦浩大人让我告诉你 不要封他在阳间的产业 不然你要倒霉 而且 人家还给我钱 态度很好 但咱们也要懂事 这一次人家态度好 你要是继续跟他作对 下一次 人家态度可就不好了 将今天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蒋天 并且牛玉玲着重告诉蒋天 人家秦浩给面子 你不能不懂事 如果你不懂事 那后果可是难以想象的 妈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那秦浩是个死人 他在阳间有什么产业 这是你别管了 蒋天显然没听进去 那秦浩很多天之前就死了 要说 他在阳间的产业 貌似也只有一个直播间了 可那直播间 很显然不是秦浩自己直播 而是某个公司 搞的AI直播 这直播间只要开播 自己就疯 没有任何商量 蒋天 你个魂球 把老娘的话 当耳旁疯是不是 蒋天这样子 牛玉玲极了 自己这傻儿子 还不知道事情多严重 万一惹怒了秦浩大人 到时候这傻儿子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哎呦妈 你打我干嘛 好丢人啊 在梦里都被老妈打 我好歹 也几十岁的人了 也幸好是在梦里 这么被老妈打 蒋天觉得还挺幸福的 臭小子 打的就是你 你给我记住了 这是很严重 那秦浩大人的产业 你一定不要管 我 牛玉玲还想教育蒋天 跟她说清楚 可下一刻她托梦的时间到了 尽管无奈 但牛玉玲的身影 还是消失不见 刷 胡吃胡吃 下一刻 蒋天猛然醒来 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这个梦太真实了 刚刚那个梦 太真实了 摇摇头 蒋天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 蒋天又再次早起 来到鲨鱼公司上班 经理好 刚到公司 就看到孙伟正满脸微笑地 看着自己 小孙 昨天去干嘛了 孙伟昨天请假一天 蒋天批的假条 说实话蒋天作为超管部门的经理 对于手下其实很好 尽管他喜欢骂人 但也只是在某些人犯错的时候骂 平时对部门里的员工 还是很互犊子的 所以 超管部门的人 都对他很尊敬 孙伟神秘一笑 道 我昨天去给我爸烧纸钱去了 前天晚上 我爸托梦给我 说他在下面没钱了 经理你也知道 我爹活着的时候 就没想过福 把我拉扯大 他托梦给我 当儿子的 肯定要给他想办法 你爸也给你托梦了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孙伟的话 蒋天忽然想起来 自己昨天晚上 母亲给自己托梦的事情 难道去世的人 真的能给活着的人托梦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信这种封建迷信 蒋天摇头 却赞赏孙伟的孝心 不过你做得对 不管是不是真的 还是要给长辈烧点纸钱的 可是 你烧纸钱 下班买点 去烧就行了 至于专门请假吗 烧纸钱这东西 蒋天可没烧给自己母亲烧 逢年过节什么的 他都买一大堆烧给自己母亲 呃 经理 我这烧的纸钱 给你想的不太一样 那种假纸钱烧了 下面的仙人是收不到的 必须要特定的纸钱 才能烧给仙人 孙伟之所以能确定 是因为他在烧纸钱的时候 亲眼见到了自己父亲 柳秋生做法 将孙德胜请上来 跟他聊了几句 得了吧 越说越离谱 蒋天摆摆手 道 去工作吧 那什么晴天师的账号 昨天被我封了七天 最近你们盯紧点 一旦他开播 就给我封 浩哥又被封了 孙伟了然 以他对秦浩的了解 直播间再被封 他肯定会想办法找人的 这次是蒋天封的 那秦浩绝对会找他 想到这 孙伟好奇地问蒋天 经理 昨天晚上你家里仙人 有没有人给你托梦啊 瞎说八道 怎么可能有 蒋天微微不悦 心到孙伟 这小子年纪轻轻 怎么这么封建迷信的 虽然他昨天晚上做梦 见到自己母亲了 但蒋天只是觉得 这是自己过于 思念去世的母亲 什么托梦 无稽之谈 好好做事 我去跟王总汇报工作 今天要跟王总出差一趟 估计晚上才能回来 部门里的事情 你盯着点 早上王子山 让蒋天跟他出门一趟 这可是跟老总 亲密接触的机会 对于自己未来升职加薪 可是有好处的 必须要去 至于部门里的事情 自己不在也没什么 哦 孙伟刚回到工位上 不远处的渡航 就悄悄地找来了 孙哥 昨天浩哥直播间 被经理封了七天 我偷偷给改24小时了 那啥 你说今天浩哥能开播吗 作为秦浩忠实粉丝 杜航对于他的死人身份 那是深信不疑的 我也不知道啊 孙伟心里一动 昨天自己没来 浩哥又被封了 让杜航自己去忙 孙伟则是尝试着 在后台给秦浩发私信 浩哥 我是孙伟 听说 昨天经理封了你账号 你今天要直播吗 我立刻给你解封 现在的孙伟对秦浩 简直比对自己亲爹还要尊重 无他 根据自己老爹孙德胜说 秦浩在地府 对他很是照顾 还给老爹钱 更别提本身孙伟 就是秦浩的粉丝 不管浩哥要求什么 咱都必须要满足 本来孙伟还想着 秦浩会不会回自己的消息 他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秦浩人在地府 但是却能开直播 还能在鲨鱼后台 私信跟自己交流 但这种事 想不通就不想 过了大概十分钟左右 孙伟的后台有私信回复 打开一看 竟然是秦浩发来的 那你给我解封吧 我今天要直播 好嘞 孙伟咧嘴一笑 找到秦浩的账号 虽然他账号 还有九个小时才解封 但他可是超管 瞬间解封 可以了浩哥 今天我们经理和老总 都不在公司 你可以随意 身在地府的秦浩 此时正准备出门 去通判司报道 每日宵禁结束之后 鬼叉都要去报道才行 本来以为今天无法直播 没想到孙伟这小子懂事 打开手机中的 鲨鱼直播软件 秦浩直接开播了 在他开播的瞬间 就发现直播间内的人数 竟然有五百多万 秦浩疑惑 怎么这么多人 哈哈 我就知道 今天浩哥肯定要开播的 我浩挂在这一晚上了 就等着浩哥你开播呢 看吧 我早就说了 浩哥肯定会开播的 区区蒋天 怎么可能封得住我浩哥 浩哥 你怎么对付那蒋天的 是不是去找他仙人了 哈哈 原来秦浩直播间的观众们 经过前几次 他直播间被封的经历 已经全都习以为常了 他们很清楚 秦浩当天被封 第二天早上 肯定就会开播的 不管被封多少时间 结果就跟他们想的一样 昨天显示 秦浩直播间被封七天 结果还不是今天 就开播了 主播茄子 进入直播间 陈烟如梦 进入直播间 至尊帝王狐狸不是妖 进入直播间 至尊帝王香蕉小巴拉 进入直播间 没一会 直播间内就进来 非常多的老熟人 茄子 浩哥 你终于开播了 我想死你了 咦 浩哥你怎么不出镜啊 人哪 一马当先 兴奋地跟秦浩打招呼 主播茄子 申请跟您视频连线 秦浩刚刚开播 人并没有出现在屏幕里 他现在正在吃饭呢 昨天从老杨家牛肉馆 买的牛肉 味道真的一绝 鬼拆令牌这东西 真的是好东西 食物存放进去 根本不担心会变坏 因为里面的时间 是禁止的 等一下 我吃早点呢 当人当习惯了 哪怕死了 也总是想在早上 吃点东西 茄子 我去 不是说人死了 就不需要吃东西了吗 浩哥你这啥情况 茄子有点猛逼 他闺女在家里 待了五年啊 也没说吃什么东西 人死了也能吃东西 吃的是香吧 我记得以前 看英书的电影里就是 应该是吧 好奇啊 浩哥你到底吃的啥 给我们看看啊 观众们都要求 秦浩给他们看看 吃的是什么 秦浩无奈 只能回到镜头里 然后把牛肉拿出来 谁跟你们说死了 就不能吃东西了 照样能吃 丰都城里可是有很多好吃的 就好比这老杨家的牛肉馆 味道好极了 秦浩给观众们 介绍老杨家的牛肉 可随着秦浩进入直播间内 观众们的注意力 却完全不在牛肉上 卧槽 浩哥你怎么穿了一身这衣服 浩哥 你这是在COS吗 COS的雕毛啊 这是官服啊 我看过 这是古代的牙役官服 日 难道浩哥你当官了 真的假的 秦浩那一身黑色的牙役官服 让观众们彻底猛逼 哦 你们说这个呀 嘿嘿 秦浩咧嘴一笑 道 正准备今天跟兄弟们说呢 就在昨天 我成功打入了地府内部 成为了地府 一名光荣的公务员 鬼叉 这么跟你们说吧 以后谁家里人在 封都城 需要办事的找我 保证给你办妥 听到他的话 直播间观众们全都兴奋了 不是 浩哥你怎么做到的 你才死多少天啊 这就当官了 凭什么 我不服啊 浩哥 狗夫归屋相忘啊 楼上的 只要你现在去找浩哥 他肯定不会忘记你的 离谱啊 浩哥这忽然就当官了 说好大家一起当屌丝 你成官老爷了 好好 这么说 以后我在地府 也是有关系的人了 你真该死啊 说好一起当屌丝 你去当官了 你真是该死啊 观众们全都兴奋得很 开始询问秦浩 到底是怎么当官的 对于这个事情 秦浩没说 总是要保持一点神秘感 兄弟在地府有人 不然怎么可能当鬼差啊 秦浩这一句话 让直播间的观众们 瞬间喊6666 而此时 在江宁的柳如烟 则是满眼呆滞 神情中带着不可思议 这才死几天啊 就成鬼差了 不行 我得抓紧 让他丢柳家当 阴间保护伞 秦浩在阴间成了鬼差 这是柳如烟没想到的 原本他还想着 如果秦浩同意的话 他会跟爷爷商量 看看怎么让秦浩 在阴间当个官什么的 可现在 人家已经当官了 而且 上次柳如烟给秦浩发的私信 秦浩也没回 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 柳如烟立刻去讲秦浩 当鬼差的消息 告诉了自己爷爷 嗯 我记得地府中普通鬼差 好像得几百两英钱 才能买到官职 看来这秦浩背后 有人给他烧纸钱啊 就是不知道是哪家了 柳秋生得知这个消息 也是皱眉 他年轻时候 跟随自己师父 灵魂出窍进入阴间 了解过一些事情 知道地府的鬼差 其实可以用钱买 但是价格很贵 起码需要几百两英钱 换算成阳间的钱 那就是几百万 刘老爷子猜测 秦浩背后 肯定是有人在资助他 不然他才死多久 就能在阴间买官职 也不知道是哪家的人 难道是毛山其他门派的 如烟 你再联系他 就说我们柳家愿意出钱 帮助他在阴间职位 更进一步 无论如何 都要跟稿上关系 柳家现在迫切地需要 在阴间有一个能传话的人 能知道消息的人 不然柳家的阴钱生意 根本不好做 杨坚能制作阴钱的太多了 各大门派 家族每个城市都有 好的 柳如烟去联系秦浩了 浩哥 我是柳家的柳如烟 请您一定要回复我的消息 我们柳家愿意提供阴钱 资助您官职更进一步 只求您在阴间护佑柳家 发完消息 柳如烟就看着直播 忐忑地等待着秦浩的回复 秦浩正跟观众吹牛 看到了柳如烟发的私信 这柳家真的舍得下本钱 不过越是舍得下本钱 想要从我身上得到的回报 就越大 不过 有人给自己送钱 秦浩觉得不收的话 太对不起人家的心意了 本身他以后的目标 就是为了一步步在地府混到更高的职位 按照如今地府的规则来看 这需要很多钱 柳家找自己 是为了他们在阳间制作阴钱的生意 上次柳如烟也说了这些 秦浩也知道柳家的一些情况 但是天地钱庄那种地方 背后站着的存在 秦浩可惹不起 虽然秦浩需要钱 但这个钱 他也不敢拿 于是 秦浩就给柳如烟回了个信息 天地钱庄的事情我帮不了忙 那地方不是现在的我能参与的 你们柳家的阴钱生意 我没办法给帮助 话要说明白 咱现在可没那个本事 给你柳家在阴间的生意 保驾护航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鬼差 柳如烟看到秦浩的信息 立刻回复 浩哥 柳家不奢求你现在能给予帮助 只求你能在地府中 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 打探一下 是谁在天地钱庄中 打压柳家 柳如烟也很清楚 柳家的阴钱生意 秦浩肯定是没办法的 柳秋生暂时需要的 只是一个消息 看看是谁 在打压柳家 到时候再想办法 秦浩皱眉想了下 要是光打探消息的话 应该是没问题的 而且 他已经想好了 找谁打探了 以对方的实力 绝对能有办法打探到内部消息 打探消息没问题 但是阴间的规则 你可能不知道 办事得有钱 而且不是一笔小钱 成了 柳如烟喜出望外 连忙回复 没问题 浩哥你把你的生辰八字告诉我 我让我爷爷先给你安排二百两银钱 二百两啊 这可是足足二百万 银钱贵的原因 就是制作材料 极其难以寻找 柳家如今存下来的 制作银钱的各种材料 也仅仅只有不到一千两 给秦浩二百两 已经五分之一了 然而秦浩看到之后 却微微撇嘴 才二百两 就这 你柳家这么小切 二百两 在秦浩看来 也就是二十万 因为他直播间 收到银钱的比例 就是 不过好歹 对方也是给钱了 二百两就二百两吧 你在我直播间 直接给我打赏就行 不用烧了 我直播间打赏 可以直接连到天地钱庄 你给我烧多麻烦 直接直播间打赏就行了 省事 干脆 啊 柳如烟彻底猛了 直播间收到的钱 能链接地府天地钱庄 好 不过既然秦浩说了 他也没拒绝 这样其实也好 直接给秦浩打赏 也能省下家里 制作银钱的材料 之所以柳家要一门心思地 做银钱生意 倒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功德 功德之力 能庇佑子孙后代 敷衍几代人 而且 柳家的人死后进入地府 还能因为功德 在地府享有一定特权 陈烟如梦赠送主播超级火箭50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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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如烟直接一下子打赏了秦浩价值200万的礼物 我去 大佬啊 浩哥 大老板来了 快接客 日啊 这么多超火 总价值200万了 你买啊 多得多有钱啊 打赏这么多 得有多大的事 要求我浩哥 猛然间 直播间这么多超级火箭 直接在整个鲨鱼平台 飘起了横幅 总价值超过200万的礼物 直接把直播间的观众们 整兴奋了 秦浩也猛逼了 说好的200两英钱 你这直接200万的礼物砸下来 到我手里 足足有一千两英钱了 啊 你怎么打赏这么多 秦浩后台询问柳如烟 你要是早说 你打赏这么多 咱不早就去给你问了吗 柳如烟 不是说好了200两英钱吗 一两英钱一万块 我给你打赏 200万的礼物 秦浩又猛逼了 一两英钱一万块 不是一千块吗 卧槽 难道我直播间的比例 跟杨坚不一样 他仿佛明白了什么 自己这直播间中的比例有问题 兄弟们等一下 我跟老板私下交流下呀 嗨嗨 你们也知道 咱是个主播 老板打赏 就要满足老板的一些要求 跟直播间观众说了一句 秦浩就在自己手机软件中 翻找了起来 果然没一会 他就在后台提现 钱包页面中 找到了一行小字 打赏余额 与天地钱庄兑换比例为 果然 这一边的手机直播软件 有问题 杨坚兑换英钱比例 一比一万 自己兑换一比一千 其实确切地说 是一比两千 因为柳如烟 打赏了二百万 自己只收到了一百万 另外一百万 被鲨鱼公司赚走了 柳如烟这时候 又发来信息 浩哥 这么多钱够吗 不够我再给你打赏二百万 日 看样子 还是个富婆 够了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给你打探消息 卧槽 这就是丰都城 这道路正宽啊 请注意 你们现在看到的人 都是死人 这丰都城里的死人 看起来跟正常人没区别啊 是啊 这丰都城真大 路边还有这么多摆摊的 好像一个热闹的古代集市一样 日 我竟然看到了超跑 这超跑真尼玛炫酷 跟QQ飞车一样 尼玛 我还看到有人 在拿手机打电话 无法理解啊 我怎么感觉 丰都城还挺不错的 那你死一个 去丰都过吧 滚 你才死呢 第一次看到 丰都城内的景象 着实让阳间的观众们开了眼 那无法想象的庞大 以及现代和古代融合的景象 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 着实颠覆了他们心中 对于诡异丰都的认知 兄弟们 这就是我工作的衙门通判司 职责骂 就跟阳间的警局一样 这就是浩哥的单位 看着挺牛逼的 就是门口那俩鬼叉 怎么看着这么逗逼啊 那位胖鬼叉的衣服 我感觉随时能撑开一样 很喜庆 秦浩来到通判司门口 没看到范通和林栋 因为最近不是他们两个当职 而是另外两名鬼叉 其中一个 就是昨天跟秦浩不打不相识的吉巴 秦兄 你可算来了 杜先生说了 等你来了 就去店内找他 看到秦浩 吉巴连忙将他拉到一边 秦浩不明所以 吉兄 杜先生 说找我什么事吗 吉巴嘿嘿一笑 嗨 你昨日夜间使用阴间户口布 杜先生知道了 让你去补钱呢 本来兄弟 我想帮你把那二两阴钱交了 但杜先生说 这钱得你自己来交 吉兄 好兄弟 吉巴这人值得交 虽然钱他没交成 但起码人家给秦浩交了 只是杜先生不要 本来秦浩还以为 晚上来通判司查户口布 能卡个bug呢 现在看来完全不可能 吉巴笑的时候 抖动着脸上的肥肉 咱哥俩这交情 莫要说客气话 你先进去吧 一会咱俩去老羊牛肉馆 兄弟我请客 好 来到大殿内 秦浩就看到了杜萍 他依旧是坐在椅子上看书 钱 秦浩进来后 杜萍呵呵一笑 在这 杜先生 拿出二两银钱 交到杜萍手上 杜萍手一翻 钱就消失不见 点点头 笑眯眯地看着秦浩 小秦啊 下次再查的话 钱直接放到桌子上就行 好嘞 那我去点卯了 去吧 秦浩去衙门内部隔壁的一个房间报到 算是确定了他今天来上班了 不过近日不是他当职 所以也不用留在衙门中 正好秦浩要去找人 跟吉巴约好 等他下班的时候 一起去老羊牛肉馆喝酒 秦浩就向着通判司不远处的街道 某个店铺走去 日 刚才怎么回事 画面怎么断了 不知道啊 浩哥一进通判司 画面就没了 现在又好了 发生了什么 浩哥 到底怎么回事 这时候 秦浩看着手机中的画面 才微微解释了一句 刚才我把手机放兜里了 进衙门里 可不能拿着手机啊 观众们也明白了 秦浩来到街角某个店铺门口 等了一会 就看到一个憨厚老实的人 挑着扁单就走了过来 卧日 我爸 正在看直播的孙伟 惊呼一声 在直播中 他看到了自己的老爸 大人 你也在啊 孙德胜看到秦浩 咧嘴一笑 露出憨厚的笑容 看到秦浩穿着鬼叉制服 他心里就明白了 秦浩的身份 老孙 我在等你 大人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秦浩摇头 道 没 我就是想问问你 那鱼儿小姐在哪住 鱼小姐住在青龙坊 就是往那边去 过三条街道 青龙坊甲字胡同0001号 那里就是瑜伽的宅院 作为丰都城的大户人家 瑜伽的宅院地理位置 也非常的优秀 青龙坊中 居住的大部分 都是大户人家 秦浩准备去找于贤 请他出面帮忙调查一下 是谁在打压柳家的生意 之所以找他 完全是因为这女人牛逼啊 上次范通两人说 连十殿炎王见了于贤 都非常客气 足以见得对方 在阴间的地位不低 本来秦浩想找杜萍的 不过想想 他就是通判司的一个官吏 应该接触不到天地钱庄这个地方 大人 这是今日刚到的贡果 您拿两个尝尝 孙德胜从身边的矿里 拿出两个鲜艳欲滴的桃子 送到秦浩手中 哟 老孙你这货物升级了 都开始卖贡果和酒水了 秦浩乐了 贡果这东西 大部分都是杨坚人祭祀 下面的人收到之后 自己不舍得吃 拿出去卖钱 但是也有很多贡果 是本身阴间就有的 你这桃子味道不错 阴间的 秦浩只拿了一个 尝了一口 味道相当不错 孙德胜憨厚一笑 解释道 这是咱阴间的樱桃 据说是从丰都城北边 盲荡山过来的 最近我儿子 不是给我烧了阴钱吗 所以我就准备扩展一下生意 儿子给他烧了十两阴钱 孙德胜一年之内 都不用为了房租头疼了 但是有钱 也不能直接交房租啊 肯定要做生意 钱生钱 嗯 秦浩呵呵一笑 正准备走 这时候去看到直播间内 有人在跟自己说话 超管 孙伟 浩哥 你帮我问我爸 他活着的时候 在老家祖宅里藏的东西是什么 在直播间中 看到自己死去的父亲 孙伟的感觉是相当震撼的 如果不是他经历过 父亲给自己托梦 估计现在都能吓死 上次托梦 他忘记问自己父亲了 他活着的时候 在老家祖宅里藏了个什么东西 这几年 孙伟一直在找 可是没找到 什么情况 这不是超管吗 孙贼 这是你爹 我尼玛 在直播间里看到了超管去世的店 不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看到 我死去的爷爷 理论上是可以的 前提是 浩哥要让你看 真的假的 这是孙贼的店 观众们全都梦了 谁都没想到 竟然能在直播中看到孙伟的父亲 超管 孙伟 兄弟们别骂 之前封直播间是我不对 浩哥已经教训过我了 我现在是浩哥铁杆小弟 咱们是自己人 孙伟的解释 让直播间的观众们 立刻就明白了 我懂了 上次孙伟封浩哥直播间 肯定是浩哥找孙伟的父亲 去跟他说了 笑死我了 孙贼你现在还怀疑 我浩哥的身份吗 没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的了 谁现在还怀疑 我浩哥的真实身份 这边直播间内的欢乐 秦浩没太在意 不过孙伟的话 他还是代为传达了 老孙 你儿子让我问你 你活着的时候 在家里祖宅中 藏了个什么东西 孙德胜文言 立刻就激动了 哎呀 大人您不说这件事 我还忘记了呢 您跟我儿子说一下 我在老家祖宅 我房间床下面 靠近墙边的第八块砖头下面 给他留了祖传的好东西 那东西 本来是准备在他结婚的时候 卖了 给他买房子用的 后来我死的时候 也没来得及告诉他 您让他赶紧回去 把东西挖出来 自己处理吧 还有意外收获呀 没看出来啊 孙德胜竟然还藏了好东西 而且看样子 这祖传的东西卖了 能给孙伟买房 我仿佛知道了不得了的秘密 卖了能买房 还是祖传的 绝必是古董 日 孙贼这不是要发财了 何止是发财啊 看孙叔叔这表情 拿东西肯定很值钱 孙哥 孙哥 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兄弟啊 孙哥 狗富贵物相忘啊 眼看着孙伟 似乎过不了多久 就要变成一个有钱人 观众们情绪有些崩溃了 这尼玛凭什么啊 你呀忽然就变得有钱了 就连孙伟本人都一脸猛逼 孙哥 咱们可是兄弟啊 发达了不能忘记我啊 杜航立刻谄媚地递过来一根烟 亲自给孙伟点上 那叫一个殷勤 日 小杜你帮我盯着 我要立刻回老家一趟 谁能想到啊 一穷二白的家里 老爹竟然给自己留了传家宝 难道我苦逼的屌丝生活 马上就要结束了 心里幻想着自己 马上就能成为富一代 走向人生巅峰 孙伟一刻都等不及了 他要回老家挖宝 你儿子已经知道了 我先走了 告别孙德胜 秦浩沿着街道走了没一会 就来到了青龙坊 甲字胡同0001号宅院门口 大门上一个庞大的匾额上 写着一个撰体的余字 喂 那个谁 你找谁 来到门口 秦浩被于家门口的下人拦了下来 这是一个中年人 态度高傲且冷漠 哪怕秦浩穿着鬼差服装 对方也丝毫不给面子 反请通报一声 在下找于二小姐 秦浩抱拳 呵呵一笑 同时 手里瞬间出现二十钱英钱 不着痕迹地送到了这小丝手中 阎望好见 小鬼难缠 秦浩深知这个道理 二十钱英钱 给自己省却一些麻烦 很值 好说好说 兄弟你且在这等待 我去通报一声 果然 收到钱之后 小丝脸上露出笑容 看向秦浩的目光满是欣赏 随后进入院内 草 这孙子狗眼看人低呀 这狗日的态度变化真是快 刚才还一脸高傲 叫那个谁 收钱了就叫兄弟 阎望好见 小鬼难缠啊 果然 不管是人还是鬼 都是一个德行 跟我家物业的保安一个调样 很多单位看门的 都是这B样 全程看到这一幕的观众们 虽然不知道 秦浩到这家来做什么 但是这小丝的态度 却让很多人都不爽 没一会 小丝出来了 而随同他一起出来的 还有一个脸色苍白 脸上带着诡异腮红的熊孩子 熊孩子看到秦浩 眼神中迸发出一抹兴奋 呆 那小子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投罗网 今日定要你好看 熊孩子兴奋啊 他被姐姐要求在家里 禁足一个月 根本不敢出去 想去找秦浩报仇 也没办法 哪想到 今天秦浩 自己送上门来了 我去 这不是那天那个死孩子吗 那天 什么死孩子 就是浩哥第一天直播 那个死孩子 日 我想起来了 这是那红衣女鬼的地点 妈呀 浩哥你为什么要来 找那红衣女鬼啊 我现在想到那个红衣女鬼 就害怕 于衩那一身红衣 已经在很多人心里 留下了恐怖的印象 因为那天 他们都感受到了 来自于衩的恐怖 很多人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秦浩 要来主动找那女鬼 秦浩还没说话 死孩子就一脸兴奋地 对着他冲了过来 看样子 是准备好好跟他拼一拼了 小少爷 小四在后面满脸惊恐 臭小子 我揍死 饿呀 死孩子人 还没到秦浩面前 就飞回去了 倒不是秦浩又抽他了 而是在他身后 于衩的身影出现 他依旧是那一身红衣长裙 让人看不清面容的 朦胧阴晕 遮挡着他 啪 于衩一巴掌 抽在死孩子屁股上 随后在死孩子哭声中 将他扔到了身后的院子里 回屋去 于衩清脆的声音 不容置疑 哦 死孩子只能可怜巴巴 愤恨地看了秦浩一眼就走了 找我 看向秦浩 于衩看不到什么表情 只是声音依旧好听 嗯 想求你见识 秦浩也不墨戒 直接说明来意 求你办事来的 你怎么知道 我会帮你 于衩明嘴 嘴角翘起一抹弧度 他觉得 秦浩真的有点意思 我给钱 秦浩很认真地看着他 我给钱 这就是浩哥你的底气吗 有钱的是大爷 浩哥你堕落了 说说看 什么事情 于衩的声音好听 他觉得秦浩很有意思 两人 只是见过两次而已 竟然来求自己办事 给钱 你看我像是缺钱的人吗 这里不方便 进去说 秦浩也明白了 这于衩虽然实力恐怖 但其实还是很好相处的 抛去两人第一次见面 差点被他搞死的误会 后面见面感觉还行 进来吧 于衩点头 转身进入宅院中 秦浩跟在他身后 走在巨大的宅院中 心里嘖嘖称奇 什么时候 我才能住这么大的院子 不只是他震惊 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被于家的宅院震惊到了 我靠 这院子真大啊 那院子里的雕像 还在发光 这宅院的建筑风格 跟明清两代不一样 像是唐朝的风格 很有可能更早 这是个富婆啊 很有可能是超级富婆 来到池塘边的一座凉亭中 坐吧 现在可以说了 于衩嘴角擒着淡淡笑意 但很可惜 秦浩却看不见 这种感觉让他很难受 明明两人离得这么近 但是却看不见他长什么样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秦浩在他走的时候 匆匆一瞥 看见过于衩的面容 真的是惊为天人的美貌 他也没什么隐瞒 说出了来意 想要请于衩出马 打听夏天地钱庄内 是谁在打压人间 江宁柳家的银钱生意 不过在说事情的时候 秦浩暂时关闭了直播 搞得直播间 谁友们非常不爽 但也没办法 听完他的话 于衩忽然笑了 你准备出多少钱 请我出马 五十两 秦浩试探 要是花五十两就能办妥 那剩下的不都是自己的了 柳如烟 可是给自己打赏了 一千两银钱呢 来人 送客 于衩竟然开始赶人 那啥 我刚才口误 少说了一个零 是五百两 这女人真的是 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不过说到底 咱也是求人办事嘛 忍了 听到秦浩的话 于衩也不说话 反而是从身上 拿出一个 遥遥领先的手机 玩了起来 于小姐 行不行给句话啊 秦浩皱眉 你这啥意思啊 一千两 放下手机 于衩看着秦浩 一句话让他想骂娘 我靠 你抢劫呢 秦浩怒了 你怎么不去死啊 可马上就反应过来 人家本来就是死人 这泥马 来人 送客 于衩也没说什么 再次让人送客 成交 本来还想贪污点钱的 没想到这女人这么狠 你是不是知道 我身上有一千两的 拿钱 对着秦浩伸出手 于衩的嘴角 露出掩饰不住的笑意 但是很可惜 秦浩看不到 他十分不情愿地 拿出一千两银票 放在了于衩手中 脸上的表情 要多郁闷 就有多郁闷 难受啊 本来想赚个差价的 没想到啊 这女人太黑心了 收到银票 于衩嘴角笑意更浓了 尤其是看到 秦浩那生无可恋的表情 他就掩饰不住 想要笑出声来 但好在是忍住了 嘿嘿 你先回去吧 一个时辰之后 我派人给你送消息 秦浩走了 他觉得于衩应该不会骗自己 但他要真的想骗自己 好像他也无能为力啊 等秦浩离开 于衩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随后他拿起手机 拨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接通 一个充满知性的女人声音传来 小贤贤 说 你让我查那个秦浩的账户干什么 他得罪你了 刚刚于衩看似是在玩手机 实则是给自己的好姐妹 寄入一发信息 让他查秦浩的账户 还有多少钱 于衩对钱并没什么兴趣 作为于家的二小姐 他的钱根本花不完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想宰秦浩一笔 就想看他难受的样子 于衩呵呵一笑 他求我办事 说自己有钱 我当然想看看 他有多少钱啊 你要了他多少 吉如意好奇 一千两 吉如意愕然 随后笑了 扑斥 你太坏了 他账户就十七两多了 不是还有十七两吗 于衩嘴角擒着笑意 随后说道 都收了钱了 也得给人家办事 你帮我查下 是谁在打压杨坚江宁柳家的 因钱生意 你等一下 我问问 那边的吉如意去询问了 没一会就回来了 查到了 是张家那边在打压 张家是谁 于衩皱眉 就是陆帕二儿子的妻子娘家 就是陆之秋妻子张氏的娘家 这张家当年是 人间龙虎山张家的远房分支 前段时间 张家在人间家族联系到了下面 说准备在苏南省 准备垄断所有因钱生意 让下面的家族帮忙 张家于衩不知道 但陆叛官他是知道的 陆之秋他更是熟悉 知道了 挂了电话 于衩思索了一会 自言自语 不白收你一千两 索性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他又打了一个电话 对方几乎是秒接 对面是个男子 不过语气听起来 似乎很是谄媚 嘿嘿嘿 姐 您有何吩咐 将您柳家是我罩着的 让你妻子娘家人 不要打压他们的因钱生意了 于衩淡默地说了一句 啊 还有这事 姐您等着 我这就吩咐下去 反了天了 敢打压您的人 对方似乎很慌乱 赶紧保证 嗯 挂了电话 于衩将手机收起来 不知想到了什么 忽然轻笑一声 随后回到书房继续看书去了 浩哥 你到底跟那女鬼聊了什么 浩哥你变了 你是不是被那女鬼迷惑了 浩哥呀 听兄弟的 那女鬼你把握不住 小心被他吸得魂飞魄散啊 离开于衩之后 秦浩又打开了直播 可这观众们说的话 却让秦浩很是无语 乱说什么呢 刚刚只是谈点私事 不方便直播 现在他心情很差 白白损失了一千两银钱啊 那可是一千两啊 没了 全他骂的没了 秦浩正准备回家 就听到身后有人叫自己 秦公子 等一下 转身一看 竟然是瑜伽门口的那小厮 这是我家二小姐 让我交给你的 将一封信交给秦浩 对方就离开了 打开信封 上面是笔记十分好看的繁体字 龙虎山远方分支张家 欲垄断苏南省因钱生意 秦浩愕然 随后点头 还挺快 虽然贵 但这钱花的也算值得 这个打压柳家的人 竟然是龙虎山张家的分支 秦浩将这个消息 发给了柳如烟 随后就不再管了 他准备先带直播间的观众们 先去城外看看黄泉路 望乡台 彼岸花的 可下一刻 秦浩体内的鬼叉令牌 给他发出信息 有勾魂任务 请立刻前往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